冰山女总裁上门提亲 彩礼三千万 我叶轩和许人也 岂能为了区区三千万出卖灵魂和肉体 三千万 明天我就要 要现金 沈梦希倾笑一声点头答应 为了给父亲看病 家里能卖的都卖了 包括现在住的房子 有了这三千万就能救父亲的命 不 是救了全家人的命 我为了报恩 给沈梦希当上了工具人 可以说除了夫妻能做的事情以外 我都做了 洗衣服 做饭 家务 照顾沈梦希 活脱脱一个高级智能家务机器人 一次意外 沈梦希应酬喝了不少酒 我准备去开车 她却摇晃地走向马路 我意识到了危险 下意识地扑了过去 一辆载货车带走了我的生命 一时弥留之际 我苦笑一声 当年你用三千万救了我父亲 如今一命还一命 沈梦希我不欠你的了 似乎这样的结局也不错 看着倒在血泊中的我 她慌乱 前所未有的慌乱 她早已不复之前的高冷和傲慢 整个人像发了风一样抱着我 也许她早就已经离不开眼前这个男人了 只是现在才真正意识到 冰冷的职场耳鱼我诈 不允许她像其他女孩一样 展示出温柔的一面 那样只会让别人 把她吃的骨头都不剩 这么多年一直以职场 女强人的形象是人 只有在家里 才是最放松最安宁的地方 每天不管多晚回家 总有一个人在家等着她 饿了给她做饭 咳了给她倒水 累了给她按摩 不开心了还会逗她开心 尽管她知道 她知道这个男人有着自己的个性和高傲 但是跟她在一起这些年 由于自己的强势 男人处处忍让着她 此刻她开着车飞速地行驶 在去医院的路上 男人的气息逐渐变弱 她后悔了 后悔没把自己的温柔给这个男人 哪怕一点点也好 江城你不要死好不好 我再也不会冲你乱发脾气了 我再也不会让你等我到天亮不回家了 只要你醒来 我会履行做妻子的义务 我们好好在一起好不好 上天没有给她实现诺言的机会 握着男人的手 再也感觉不到任何温度 男人所有的气息随之消失 此刻她才意识到 眼前这个男人对她的重要性 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她哭得撕心裂肺 泪如泉涌般滴落 一幕幕记忆涌上心头 沈总 哪只猴子惹你不开心了 忘了那只猴子看看我 孟希 把药喝了 好你打翻这碗 我再去熬一碗直到你喝下去为止 沈总 你一个女孩子少喝一点酒 再喝多了我可不去接你 孟希 今天做了你爱吃的秘质李秋 早点回来 随着一阵巨大的撞击声 车子疯狂地向山下冲去 她闭上了眼睛把男人搂在怀里 如果有来世 如果 如果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 却看见老师正在讲一首诗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貌 书生意气 挥斥方球 上一诗 我识人见人烦地学渣渣 上课 玩游戏睡觉 下课 厕所里抽烟 结果满腹才华的 我为自己的放纵付出了代价 毕业之后工地搬砖 饭店端盘 拿着几千块的工资 勉强度日 不过我从未放弃过生活 幻想总有一天出人头地 但是现实结结实实地 给我来了一棒子 这天我接到母亲的电话 父亲病重 需要大额的医疗费 保守估计三百万 一个普通家庭 怎能掏出这样的巨款 我和母亲决定把房子卖掉 即使这样也还远远不够 大街上人潮涌动 我却感受不到世界的一丝温度 只有绝望和无助 前方传来一阵吵闹 才让我从自己的世界苏醒过来 凑过去看了一眼 是一名中年妇女 脸色苍白地躺在地上 所有人都围在一起看着 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搀扶 看到她也让我想到了我的父亲 我冲过去将妇女扶起 接着打车送去医院 一切安顿好 我准备回家 等下小伙子 我把女儿介绍给你 我当时以为是开玩笑 也没在意 可是第二天 一个冷艳美女竞争地找上了门 甩出三千万 要跟我去领证 不过是有条件的 我不能跟她发生任何关系 结婚只是行事 只要我答应 三千万马上就可以给我 此刻想起病床上的父亲 果断签下协议 后来才知道 她叫沈梦希 是某集团总裁 身价千亿 在之后的日子里 我不再为自己而活 而是将自己的所有都给了沈梦希 每天洗衣做饭 打扫卫生 给予沈梦希家庭方面最大的支持 直到我意外生死 所以这一世我一定要发奋图强 真爱生命 远离沈梦希 然而我不知道的是 某高档别墅中 沈梦希面带笑意的对父亲说 爸 我要转学去二中 中年男子一脸宠蜜也不过问 直接就答应了 放学后 我回到家 坐在桌前 在笔记本上写下几个大字 重生赚钱计划 跟随重生潮流 自主创业 一步一步做大做强 拳打企鹅 脚踩阿里 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那个男人 可刚写完 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话说别的重生小说里 他们发家的启动资金是哪里来的 写小说倒是能赚钱 可是自己每天不是睡觉就是玩游戏 连字都不认识几个 更别说写小说了 唱歌 自己五音压根不全 炒股投资 兜里总共就三块五毛钱 买个雪糕都费劲 看来只有认真学习了 于是我便拿出了 让自己最头疼的数学教材 一只手拿着笔 一只手按着草稿纸 目光在数学教材上下扫描 只花了三十分钟的时间 就让自己成功地睡着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口水流了一桌 时间也已经来到了早上八点半 我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后 赶紧收拾好书包来到了学校 就在早读的时候 班主任拍了拍手 微笑地说 大家停一下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新同学 顿时班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我也跟着放下了手中的书 但同时心里生起了一丝的疑惑 我记得高一的时候没来新同学啊 难道是我记错了吗 就在这时 一道靓丽的身影走进教室 少女上身穿着白色的衬衫 领口处露出雪白的锁骨 下身的牛仔裤 把修长的双腿展现得淋漓尽致 五官更是比某女星还要精致 当她站在讲台上的时候 班里的男生顿时炸锅 同桌周扬更是激动地提着我的衣领晃悠 少女没有理会班里众人惊讶的表情 而是微笑地做起了自我介绍 大家好啊 我叫沈梦西 以后就是同班同学了 请多多关照 沈梦西说话时 目光还若有若无地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见状顿时傻了 从她进来的那一刻起 我的大脑就一片空白 怎么会是她 难道沈梦西也重生了吗 难道是我重生的蝴蝶效应 不 不可能吧 顾真忽然想到了一种不是可能的可能 莫非是江梦西也重生了 如果说 重生是一件神奇的事 那么 两个人一起重生 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然而 此刻的顾真 内心还抱有一丝的侥幸 万一 这是上帝开的一个玩笑呢 班主任刘振华 似乎一点也不惊奇班里男生的反应 笑着对江梦西说道 同学 看来咱们班都挺欢迎你的 班里只有一个位置了 你就先跟徐伯文坐吧 班里的那一个空位 就在顾真的后面 徐伯文快 激动疯了 一直没有同桌的她 今天终于有同桌了 居然还是个女神级别的 她连忙敲咪咪地整理了一下发型 脑海中正在寻思着 如何给她的新同桌打好招呼 留下个好印象 江梦西缓缓走近 顾真内心慌乱 徐伯文内心激动 最终 江梦西的脚步在周扬旁忽然停了下来 顾真感觉有些窒息 徐伯文的面目变得有些僵硬 同学 你能坐到后面吗 我想坐在这儿 江梦西对着周扬询问道 当 当然可以 周扬很没出息地狂点头 能跟女神搭上话的她 早已经忘了自己的 好友同桌顾真 麻溜地收拾好书包 搬到了徐伯文旁边 谢谢 江梦西礼貌地道谢 随即以一种优雅的姿态 坐在了顾真的旁边 秀着旁边传来的阵阵少女幽香 顾真的心已经被刺激得有些麻木 她觉得这次重生 真的是个很糟糕的体验 至于周扬 笑眯眯地坐在后面 顺便给自己的新同桌徐伯文 打了个招呼 徐伯文一脸的郁闷加身无可恋 表示不想搭理周扬 说好的女神同桌呢 怎么变成了周扬这个憨糊 唉 终究还是错付了 大哭 JPG 第四章 我 绝不吃软饭 虽然不知道江梦西 为什么要转学来到这儿 但顾真总觉得 没什么好事 上辈子她已经为她付出的够多了 这辈子就不能让她自由快乐点吗 顾真既感到忧伤 又有些气氛 这辈子 我顾真 绝不吃这口软饭 对于想要逃离江梦西的顾真来说 她觉得自己还有得救 就好比在一场战争之中 往往成败就在于情报的差距 顾真的优势就在于 她知道江梦西是重生而来的 但是江梦西不知道 自己也是重生的 只要她能继续装下去 不让江梦西知道自己也是重生者 这个优势也便一直存在 顾真故作镇定 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的微笑 扭头对着江梦西问候道 同学 你好 江梦西一边收拾着书包 一边不冷不淡地说道 你好 顾真心中冷笑 装 继续装 啊 这年头 谁还不是个影帝呢 顾真一脸地好奇问道 我能问一下 你为什么要坐在这儿吗 此时的江梦西已经收拾好了 清澈的目光看向顾真 开口便直接问道 你认识我吗 顾真摇摇头 疑惑地说道 我好像不认识你吧 江梦西低头沉默了一阵 随即忽然抬头微微一笑 伸出洁白娇嫩的右手 说道 那好 现在重新认识一下 我叫江梦西 你可要记住了 这手 顾真敢握吗 她表示怂了 顾真装作没看见 善笑道 哈 记住了 刚才讲台上 你已经介绍过了 哦 对了 我叫顾真 江梦西若无其事地 把手伸了回去 非常认真的道 顾真这个名字 我一定不会忘的 这话说完 顾真沉默了 两人之间 似乎有种尴尬的气氛在弥漫 正在此时 铃声响起 早读终于结束了 顾真干咳一声 说道 那什么 下早读了 我上个厕所 哦 江梦西应道 你能让一下吗 我出不去 顾真指了指 示意将梦西的座位 挡住了她出去的道路 江梦西小嘴微张 有些哑然 随即站起身 给顾真让出了位置 顾真侧身通过 说了声谢谢 便走了出去 哼 江梦西笑了一声 这才坐下 周扬见顾真往外走 便也起身跟了上去 凑上前 周扬小声问道 顾真 你和女神认识 顾真摇了摇头 很老实地说道 不认识 但她心中 对于周扬的称呼 表示不屑 女神 哼 又是一个肤浅的男人 不得不说 江梦西的长相 确实是极为的出色 可以说是 已经到达了 人类颜值天花板的地步 如果女娲造人的传说是真的 那么江梦西 一定是女娲细心捏造出来的 而她 只是女娲甩的一个泥点子 江梦西漂亮归漂亮 但顾真觉得自己 是个很注重内涵的人 上辈子和江梦西相处 她的脾气 简直是又臭又硬 高傲得像一只白天鹅 尽管她有那个自傲的资本 顾真觉得 和江梦西相处最大的好处就是 夏天不用开空调了 省电 在她身边 那冷气嗖嗖的 找一个高冷老婆做什么 治冷吗 然而周扬显然没有完全相信顾真的话 狐疑地问道 如果你俩不认识 那她为什么要坐到你旁边 顾真想了想 解释道 这个问题我刚刚问过她了 她说那个位置凉快 你俩真不认识 真不认识 我骗你干啥 我就说嘛 你怎么可能认识 我们大家的女神 毕竟你俩的差距摆在那呢 周扬话音刚落 走在前面的顾真顿住了脚步 顾真回头 看向周扬 无奈地说道 你追求你的女神 别顺带损我一下 OK 周扬满不在乎地说道 怎么 我哪点说错了 不过 我什么说过 我要追求她了 顾真一愣 她不是你的女神吗 你知道什么是女神吗 就是可望不可及的那种 江梦熙是我等凡人能够拥有的吗 周扬一边说着 一边露出崇拜的表情 那你觉得 谁能够拥有 顾真忽然对周扬的高论 有些好奇 周扬想了半天 最终似乎是在为江梦熙叹了口气 说实话 这样的女神 光凭她的颜值 就能上地求人99%的男性 望而却步 天哪 难道我的女神 要单身一辈子 哼 顾真笑了一声 点了点头 随即走向厕所的一个隔间 开始排出体内的水分 她觉得 周扬说的没错 上辈子如果不是她急需用钱 再加上那个该死的协议 江梦熙似乎真的会单身一辈子 尽管两人是假结婚 但江梦熙总归是逃脱了单身的这个状态 唉 一边放水 顾真心中也不禁为江梦熙慕哀 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所以 这辈子 顾真也绝不会再次陷入江梦熙的魔爪 至于江梦熙 单着就单着吧 反正对于她来说 恋爱 结婚 只是她事业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她的人生太无趣 恕我无法奉陪 此时 上课铃声响起 顾真连忙提上裤子 冲了冲手 狂奔进教室 当她刚刚坐在椅子上 还没来得及喘几口气 英语老师就已经抱着课本走了进来 顾真连忙拿出英语书 一本正经地端坐着 时间在悄然流逝 顾真觉得自己有些乏力 原因在于 她今天由于时间有些紧凑 没有来得及买早饭 咕噜 顾真的肚子不听使唤的 忽然叫了一下 顾真连忙尴尬地捂了捂肚子 尽管有些掩耳盗铃 江梦熙扭头看了眼顾真 随即若有所思地拉开书包 从里面拿出了一盒饼干 给 你吃吧 江梦熙把饼干 直接放在了顾真的客桌上 不用了 等会我下课去商店 顾真推辞道 让你吃就吃 哪那么多废话 江梦熙霸气地说道 似乎是受上辈子的影响 听着江梦熙这种语气 顾真下意识地把饼干拿在手里 正准备撕开包装 顾真这才反应过来 咦 不对啊 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听她的话 可恶 我这该死的右手 目光瞥了眼认真听讲的江梦熙 又看了看手里的饼干 她最终 还是败给了自己的肚子 就这一次 仅此一次 下一次 我定要牢牢举起反抗江梦熙的大旗 永不屈服于她 顾真暗暗发誓 第五章 你的难题 我解决 在学校 无论什么消息 在学生间传播是最快的 就比如 两节课后的大课间 顾真就发现了 许多外班的男生 在自己班的门口晃悠 顾真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好多人都知道 他们班来了的天仙班的人物 有人好奇 也有人不屑 不屑的人心中都想着 我倒看看 这女生长什么 居然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然而 当他们在门口扫了一眼之后 便是沦陷的开始 至于江梦熙 显然她也逐渐地 注意到了班门口 络绎不绝的目光扫尸 忽然 她猛意起身 椅子发出吃拉的响声 冷烈的目光扫了一眼 强大的气场 下的门口其他班的人 都纷纷净声不语 我上个厕所 江梦熙冷着张脸 对着顾真撂下一句话 迈着一双修长的腿 走了出去 冷气逼的人 纷纷让道 然而 这世界上 从来都不缺少俑者 当江梦熙走后 班里便瞬间 涌进来十几个男生 每个人手里 抱着大袋小袋的零食 再附上一些精致的礼品 放在江梦熙的桌子上 走后 还用一种艳羡的目光 看向顾真 子子 顾真不禁为这些 任不清行事人 感到悲哀 追求美好的事物没有错 但是最起码 要具备足够的资格与实力 看来 不是每个人都像周扬一样 懂得进退 很快 江梦熙回来了 当她看到桌子上 堆积如山的礼品 临时之后 脸色又冷了几分 饶氏已经具备 些许免疫力的顾真 心中也是为之一景 这些东西 这么东西 顾真和江梦熙 两人看向对方 一口同声的齐声说道 你先说吧 顾真理让道 江梦熙犹豫了一下 随即问道 这些东西 有你送的吗 语气中 似乎隐隐约约带着期待 顾真心里一凸 琢磨不透江梦熙的想法 她到底是想拿我出头 还是 顾真老是说道 其实刚才我想说的是 这些东西跟我没关 都是其他般的人送的 顾真话音刚落 江梦熙的身上 散发的温度 又降下了些许 感受着 愈加强烈的冷气 顾真忽然悟了 果然 她就是想拿我荡出头鸟 如果我说这些东西 有我送的话 江梦熙绝对会拿我开刀 杀鸡儆猴 顾真觉得自己果然很聪明 机智地化解了 江梦熙的阴谋 就在她洋洋得意之时 江梦熙突然说道 这些东西你要吗 嗯 顾真一愣 不要我扔了 江梦熙说话 往往都是这么的干净利落 要 怎么不要 这么多吃的 扔了不就浪费了 多可惜啊 顾真想了想 觉得自己 还是应该发扬 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 抵制浪费 从我做起 过了一会儿 顾真低头看了看 抽桌里的吃食 陷入了沉思 我貌似说过 要牢牢举起 反抗江梦熙的大旗 永不屈服 那我这样 算不算接受贿赂 改旗一支 可恶 顾真偷偷恶狠狠地 瞪了江梦熙一眼 这女人 果然不怀好意 居然想偷这些东西收买我 还好我现在反应了过来 顾真的内心 也莫名地燃起了斗志 她随即扭头 语气中略带着骄傲地 对江梦熙说道 你休想收买我 我老实告诉你吧 你以为我在第一层 实际上 我已经到了第五层 江梦熙 饶是以江梦熙天才的般的智商 此刻也愣了 什么意思啊 江梦熙觉得顾真有些莫名其妙 什么收买 什么第一层第五层的 这孩子都在想些什么 什么意思你不用问我 你自己心里清楚 小样 跟我斗 顾真一副高手寂寞的样子 哎 江梦熙无奈扶额 摇了摇头 随意翻看着书本 哼 顾真有些小傲娇地哼了一声 见江梦熙在学习 便也翻开练习册 做起了数学题 但很快 她就遇到了一个难题 顾真刺着牙 抓耳挠腮 想了想 她戳了戳她前桌的一个女生 问道 这题你会吗 能教教我吗 前面的那位女生转过头 看了一眼 便说道 这题简单 我告诉你吧 这题首先应该 不等她说完 顾真的练习侧上 忽然被一只白皙的手掌盖住 两人一愣 扭头一看 是江梦熙 江梦熙的小脸微微一侧 对着那位女生甜甜地笑道 这位同学 还是我来教她吧 我和她同桌嘛 比较方便 就不用麻烦你了 那位女生愣了愣 随即默默地转身回去 低头继续做题 这 顾真傻眼了 看向江梦熙 问道 你干嘛 以后不会的题就问我 你的难题 我解决 我不许拒绝 江梦熙在这一方面 依旧保持着她的强势 但随即 她语气一软 说道 过来 这道题你看 应该这样写 她一边说着 一边在草稿纸上 给顾真演算起来 江梦熙的身上 有种淡淡的香气 甜而不腻 如果不是她高冷霸道的性格 或许她真的是个完美的人吧 顾真这般想着 不得不说 江梦熙的能力 真的很强 一道题 她给顾真讲了三种方法 还给她说了 一些关于这道题的基础要点 顾真对于这道题的思路 也逐渐开阔了起来 讲完 江梦熙问道 听懂了吗 顾真连连点头 懂了懂了 你太厉害了 说着 还给她竖起来大拇指 没有人注意到 这时的江梦熙 嘴角扬起了一抹明媚愉快的浅笑 她 优秀地从小被表扬到大 对于他人的赞扬 早已经是见怪不怪 但唯独对于顾真的一个 不经意间的表扬 她反而心生欢喜 或许 这就是喜欢吧 江梦熙想起了重生的那一天 她和顾真正逛着超市 她买东西 顾真拎包 正要回去 却发现 外面起了狂风 顾真 想要等等再走 江梦熙却执意要回 最终 还是江梦熙占据了主岛 然而 在去往停车场的路上 一阵风把一个广告牌吹落 顾真注意到了 她突如其来的强势 把江梦熙的头部 按在自己的胸膛 用全身护住了她 顾真把江梦熙保护得严严实实 没有受到半分伤害 当顾真倒地的那一瞬间 江梦熙才明白 自己原来早已经离不开这个男人 她慌了 前所未有的慌乱 看着血泼中的顾真 江梦熙身上 早已不见高傲于冷淡 反而展现出了一个女子的柔弱 她一边哭着 一边开着车 带着顾真 往医院的方向急速驶去 最终 她撞向了一辆卡车 当她醒来之时 却发现再回少年时 她 也有了再次拥有顾真的机会 上辈子是我的任性 错过你 那么这一次 我一定要紧紧抓住你 永不放手 这 就是她选择来到凌晨二中 来到她身边的理由 第六章 人间烟火江梦熙 至于顾真 为什么对于江梦熙近而远之呢 一是因为江梦熙在她心中 已经固化的高冷形象 二是因为江梦熙太优秀了 优秀的让所有人都不禁有些自卑 当然 这优秀不仅仅是指她的外表 前世 根据顾真的了解 江梦熙的家里 虽说很有钱 但是仅仅限于凌晨这个小地方 她从凌晨走出 取得坦斯福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赴米国留学 后来在米国股市 以小博大 狂懒数益 挟资回国创业 最终一步一步 依靠自己的努力 打下了千亿家产 她被誉为龙国的商业天才 传奇人物 无数龙国人所崇拜的偶像 以高冷和霸道而著称 江梦熙真的可以称得上 美貌与智慧的化身 上天的丑儿 其实顾真应该庆幸 幸好他俩结婚是秘密进行 不然顾真绝对不敢 踏出家门半步 恐怕半生都活得不安稳 在凌晨二中 上午一共有五节课 五节课上完 学生去食堂吃午餐 随即回到教室 趴在桌子上 午休一个小时左右 顾真表示 这真的很伤颈椎 但他又有什么办法来 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声一响 就有学生飞奔着去抢饭吃 顾真见江梦熙在座位上 无动于衷 说道 你怎么不去吃饭 是不是没有饭卡 要不你先用我的 江梦熙反问道 那你怎么不去 顾真黑黑一笑 指了指自己堆满零食的抽桌 食堂人太多 懒得排队 不过托你的福 有你给我的这些零食 算是给我省钱了 说着 顾真拿出了一个鸡腿 撕开包装 直接咬了一口 嗯 真香 一边吃着 一边问道 你怎么不去食堂啊 要不要来点这些零食 味道还不错啊 江梦熙摇了摇头 说道 不用了 我的午饭有人送 有人送 顾真正疑惑着 一个学校的保安走了进来 问道 谁是江梦熙啊 江梦熙答道 我就是 保安把三个保温盒 给江梦熙拿了过去 笑眯眯地说道 这是你爸让我送过来的 快吃吧 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午饭可不能少 江梦熙接过去 礼貌地答谢道 谢谢 那保安一笑 表示不用客气 便走了 顾真傻傻地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江梦熙打开三个保温盒 一个装的是米饭 一个装的是菜 有荤有素 一个装的是紫菜鸡蛋汤 诱人的香气 时不时在挑逗着顾真的食欲 顾真此刻 忽然觉得手里的鸡腿不香了 江梦熙为顾真很好地展示了 什么叫有钱就是了不起 说转学就转学 还有保安送饭 此刻 轮到了江梦熙该问 你要不要来点 顾真狠狠咬了口鸡腿 拒绝道 不用了 江梦熙似乎是没有听见的样子 自顾自地拿出两双一次性筷子 把一双递给了顾真 说道 一起吃 这么多我吃不完不然就浪费了 你刚才问我要不要来点 我说的是不用了 顾真提醒道 江梦熙嗷了一声说道 所以我那只是问问 江梦熙的言外之意是 你的想法并不重要 哇 顾真被气笑了 我顾真铁骨睁睁 堂堂男子汉 岂会一而再再而三地 受你一个小女子压迫 顾真言辞拒绝 我不吃 江梦熙放下筷子 没有说话 只是用一双美眸 平静地盯着顾真 顾真不谢 就这 然而不到一分钟 顾真就在她的眼神之中 败下阵来 毕竟 一个肤白貌美的女生 一直盯着一个人看 眼睛动都不带动的 任谁也扛不住啊 见到顾真接过筷子 江梦熙这才满意地说道 这不就对了 那些零食 怎么能当饭吃 既没有营养 还对身体不好 江梦熙分出一半米饭 倒成菜的保温盒里 又分出一半菜 倒成有米饭的保温盒里 这样一来 两个保温盒 也就都有了米饭和菜 方便两人食用 当顾真美美地吃完 江梦熙有把一半 紫菜鸡蛋汤倒给了她 一口气喝完汤 顾真表示 这次午饭 真的是美滋滋 享受啊 然而当顾真细细一想 她突然痛心疾首地喊道 四 四次啊 正在收拾桌面残局的江梦熙 疑惑地问道 什么四次 顾真没有回答 只是无力地摊坐在椅子上 她从见到江梦熙开始 短短的半天时间 她就已经受了江梦熙四次恩惠 第一次是接受她早餐的研究 第二次是接受她零食的馈赠 第三次是接受她作业的辅导 第四次是接受她午饭的享用 顾真此时有点怀疑人生 怀疑自我 难道我真的胃不好 适合吃软饭 要不 就从了她 当然 这个想法 只是在顾真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笑话 她是一个注定未来成为世界首富的男人 当然 这句话谁怎么理解 就忍者见人 智者见智了 但是顾真觉得 未来 她自己便是世界首富 这就是顽强而奋进的顾真 班里的同学 正在陆陆续续地进来 当所有人到齐后 便开始了午睡 经过了一上午的学习 顾真显然有些劳累 她先活动了一下筋骨 随即趴在桌子上 倒头就睡 而江梦熙见此 一张翘脸 用胳膊枕在桌子上 和顾真面对着面 她盯着顾真 算不上英俊的脸庞许久 最终脸上挂着浅笑 进入了梦乡 只要有你在身边 这世界就值得微笑 上课的时间显得漫长 午睡的时间却显得短暂 铃声响起 顾真猛然惊醒 当她从迷迷糊糊中 缓过进来 突然发现 江梦熙的表情 有点不太对劲 咬着牙 有些猙獰 顾真心中不由得有些紧张 关切地问道 你咋了 江梦熙吸了吸粉嫩的鼻子 委屈中带着一丝的不好意思 我 我胳膊枕抹了 噗 听到这话 顾真不禁笑出声来 咬牙切齿 怎么 听见我说我胳膊抹了 很开心 顾真努力控制好自己的表情 不笑 她道歉道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要不我给你揉揉 江梦熙羞怒道 滚 顾真觉得 这时候的江梦熙 带着人间烟火气 似乎有些可爱 不 不可能 这一定是我顾某人的错觉 第七章 带你去个好地方 今天下午正好有一节体育课 上课前 班主任刘振华走过来 对顾真交代道 这节课 你带江梦熙去后勤那领个校服 我已经帮你们给体育老师请过假了 天气这么热 傻子才想上体育课 于是顾真点头应道 好的 当刘振华走后 江梦熙看向顾真 咱们走吧 顾真无奈道 别急呀 等我做完这道题 江梦熙随意瞅了一眼 说道 上一个步骤 你算错了 顾真仔细一看 果然 是他计算的失误 他说怎么算都感觉不对呢 当错误纠正之后 顾真很快就把这道题给解了出来 啪 顾真潇洒地放下笔 解决一道难题的成就感 异于言表 走 哥哥我带你领校服去 顾真显然有些飘飘然 江梦熙甜甜一笑 好啊 顾哥哥 顾哥哥三字 江梦熙说得格外地重 顾真 喂 顾真背后莫名一凉 语气一转 说道 哈哈 开个玩笑 小的我这就带你去领校服 说着 他连忙逃了出去 江梦熙果然是太可怕了 阳光下 清风中 校园的临间小路 树影斑驳 顾真与江梦熙并肩走着 风轻轻撩动着江梦熙的发丝 显露出绝美的脸庞 顾真偷偷看了江梦熙一眼 她的侧眼看起来 依然是那么的完美 似乎是因为天气的原因 江梦熙的额头上 浮现出些许晶莹的汗珠 高挺娇小的鼻子 微微皱着 好看吗 江梦熙似乎是发现了 顾真偷看的行为 突然间问道 顾真有点被识破的尴尬 摸了摸鼻子说道 哈哈 你知道你被咱们学校的人称为什么吗 女神啊 你要是不好看 那就没有人敢说好看了 江梦熙的眼中透着星光 看着顾真 颇有些认真的说道 别人的看法我都不在乎 我只想问你喜欢吗 顾真被问得有些猝不及防 玩笑似的说道 我要是说我喜欢 是不是就是见色起义了 那你起义了吗 江梦熙不折不挠 继续追问道 顾真窘迫的说道 你别再问了 我求你了 我即便有色心也没有色胆啊 江梦熙轻笑了一声 意味深长地说道 其实你可以有的 说完 她的脚步加快了几分 顾真一愣 脑子没有转过弯来 他 这是什么意思 江梦熙感觉顾真一副傻傻的样子 有些好笑 都说智商高的人情商偏低 情商高的人智商偏低 那 顾真的智商的也不算高啊 怎么对于感情这么迟钝 如果说上一世 江梦熙对于所有人都是高冷的 那么这一世 她把依旧高冷给了他人 却唯独把温柔给了顾真 我 放下了尊严 放下了个性 放下了固执 都只是因为放不下你 我所有的勇敢 都只想对你说 我喜欢你啊 但是江梦熙没有选择把这句话说出口 因为 她看得出来 如今的顾真 对她似乎并不感冒 感情这事 她不想强迫顾真 她要让顾真 慢慢地喜欢上她 她给顾真讲题 送吃时 这都是她笨拙的表达方式 但她始终相信顾真最终一定会是她的 这 就是她江梦熙的自信 一同来到后勤 顾真找到管理后勤的老师 说道 老师 有校服吗 我带新来的同学领校服 那老师看了眼顾真 又看了看她身边的江梦熙 说道 这丫头长得真巧 我看你这身形 要不你先试试175的 江梦熙点头应道 可以 那老师翻出了一套校服 取出上衣 递给了江梦熙 江梦熙直接套了上去 感受了一下 这才说道 就这套吧 顾真看着江梦熙嘖嘖称奇 都说校服太丑 然而江梦熙穿上 却偏偏给人一种青春靓丽的感觉 看来 没有丑的衣服 只有不合适的人 顾真看了眼自己 觉得自己果然是那个不合适的人 哭笑 即便是那位老师也是连连称赞 咱们学校这么多人 我看就你穿上最好看 江梦熙把校服上衣脱下 跟裤子放在一块 跟那老师到了声谢 便和顾真离开了 出了门 江梦熙问道 咱们接下来干什么去 顾真神神秘秘地凑过去 用一种极其细微的声音说道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保证你满意 好地方 难道这家伙也懂得浪漫 江梦熙的心 莫名地雀跃起来 满怀着期待 心情极好的她 对着顾真开心说道 好啊 那走着 江梦熙被顾真带着 向一个方向走去 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 江梦熙面前的顾真 手中拿着雪糕 正美滋滋地吃着 她的内心有些崩溃 对啊 商店难道不是个好地方吗 你看 还有空调 咱们班其他人再晒太阳 咱们再吃吃喝 多爽 顾真洋洋得意地说道 说完 她还大手一挥 别站着 想吃什么自己拿 不过别拿太多 我总共就有十块钱 算上我这一块钱的雪糕 请你九块钱的 还是没问题的 江梦熙默默地看着顾真 她突然觉得 顾真的这副嘴脸 十分可恶 请问 她能一脚踢死她吗 江梦熙错了 她错在不该对顾真的情商 抱有什么幻想 针钢铁直男一个 鉴定完毕 哎 那你给我拿一个这个吧 江梦熙轻叹一声 速手指了纸冰柜里的一根雪糕 好啊 顾真乐呵了起来 当她买了这个雪糕之后 她就有了吹牛的资本 等以后江梦熙走上 人生巅峰的时候 她可以很骄傲地对别人说 我高中的时候 请江梦熙吃过雪糕 尽管她认为 她自己将来 不会比江梦熙差 两人手里拿着雪糕 在商店找了个桌子 面对面坐着 顾真 你有想过你以后的另一半 是什么样子吗 顾真沉音片刻 嘴中憨笑道 哈哈 当然想过 将来我的理想型 说白了就是四个字 外秀会中 外秀会中 江梦熙想了想 觉得自己十分符合顾真的要求 外秀自然不必再说 她商业天才 女中强人 难道还不够会重 如果顾真知道江梦熙此时的想法 定会在后面加上一句 性格一定还要温柔 第八章 一个卡通暴枕引发的血案 放学 顾真对江梦熙问了一句 对了 你不住宿吧 嗯 江梦熙点了点头 那你怎么回去 顾真记得 江梦熙他们家 距离临窗二中 还有好一段的距离 我爸开车接我 那行 我就先走了 顾真点了点头 跨上书包 故作潇洒地离去 当江梦熙走出校门 便看见 他父亲已经在等着他了 见女儿过来 江梦熙父亲笑着说道 今天学习累不累啊 江梦熙摇了摇头说道 不累 爸 快走吧 车子在平稳行驶 穿过一个个街道 江梦熙父亲一边开着车 一边说着 二中这么远 教学质量还比不上一中 想不通你为什么 执意要去二中 你这不是自找最瘦吗 还有 今天的午饭你吃完了吗 按照你的要求 可是给你装了两人凉的 出于对江梦熙的疼爱 他今天格外地虚道 由于江梦熙出众的 外貌与优异的成绩 他可以说 从小就被家里人给宠到大 这也是江梦熙父亲能放下 把他转到临川二中的原因 放心吧 饭都吃完了 没有浪费 不过 明天记得再给我加个鸡腿 他似乎挺喜欢吃鸡腿的 江梦熙父亲 虽然不知道江梦熙 为什么要求带两人量的午饭 还要求加鸡腿 但他只好乖乖照做 谁让江梦熙 是他家的小棉袄呢 唉 也不知将来哪个混蛋 有这么好的运气 一想到这 江梦熙父亲 见到女儿的好心情 突然变得不美妙了 阿帖 谁在骂我 某个混蛋打了个喷嚏 骂骂咧咧地说道 餐桌上 赵兰开始了日常询问 今天学得怎么样啊 顾真大手一挥 豪气冲天地说道 两年后 九十八万五千二百一十一之中 必有我的一席之地 顾涛痴笑一声 你能考上二本 我就谢天谢地了 顾真不乐意了 语气中带着埋怨 爸 你这是看不起谁呢 顾涛没有搭理自家儿子 只是把目光投向赵兰 阴阳怪气地问道 咦 我记得顾真上次月考成绩 是多少来着 成绩太低懒得记 不过我记得 他好像是全班第八 哦 是倒数第八 赵兰答道 顾真觉得 这家是没法呆了 见斗得差不多了 赵兰问了一句 等会我和你爸去超市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顾真想了想 说道 等会我也去 我想买个抱枕 中午趴在桌子上睡觉 太难受了 赵兰点头 也行 什么 你说作业 反正对于顾真 顾涛夫妻二人 已经处于放养 自生自灭的状态 只要他不惹出什么事 就一切好说 凌晨某个大的商场中 即便现在天已经有些黑暗了 还有许多出来闲逛的人们 赵兰对着顾真嘱咐道 你先买你的抱枕去 我和你爸去粮油区买点东西 哦 客 顾真点头硬道 来到买抱枕的区域 顾真看得眼花缭乱 他随意翻看着 最终挑选了一个 满意的点头离去 这 这是你选的抱枕 赵兰看着顾真 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问道 即便是顾涛 也是用一种奇怪的目光 看向顾真 顾真挑选的抱枕 粉嫩粉嫩地 上面还映着一只 萌萌哒的兔子 路过的行人 也时不时看了顾真一眼 就在这时 一个约莫六七岁的小女孩 和他母亲 正好走了过来 巧妙的是 那小女孩 怀里抱着的抱枕 和顾真居然同款 小女孩睁着水灵灵的大眼睛 看了看顾真 又看了看他母亲 用一种软糯的声音说道 妈妈 你说这个款式 最适合可爱的小女孩 那这位大哥哥 也是可爱的小女孩吗 扑痴 顾涛和赵兰 忍不住笑了起来 至于顾真 脸烧得通红 说不出话来 唉 江梦西 我顾某人为你牺牲大了去了 是的 这抱枕不是顾真 买给自己的 而是准备送给江梦西的 毕竟 今天江梦西 给了他这么多帮助 他怎么说 也要报答江梦西一下吧 才想到江梦西午睡 不是胳膊枕妈了吗 那就送个抱枕给他好了 虽说以江梦西家里的财力 或许看不起这么一个 小小的抱枕 但总归是他的心意 但他万万没想到 这居然成了他的 大型射死现场 那小女孩的母亲抱歉道 不好意思啊 小孩子不懂事 还请见谅 说完 他拉着那小女孩就走了 临走 还忍不住回头 看了顾真一眼 顾涛笑了笑 拍着顾真肩膀说道 怎么 要不换个 顾真咬牙 不换 谁说男生不能用粉兔子的抱枕了 我顾真堂堂正正 何必在意他人的看法 顾涛没有说话 只是给顾真竖了个大拇指 表示敬佩 然而 顾真虽是这么说 但他很快便推来一个购物车 把父母买的那些东西放了进去 而抱枕 被他压在了最底下 回到家中 顾真再次拿起他的那张重生计划 叹了口气 他又默默地收起 重新拿出一张纸 写上几个大字 论影帝的自我修养 他到现在还没忘记 关于重生这件事 他不能在江梦西面前暴露 不然一个不小心 暴露了 江梦西再来个假结婚 再来个什么扯淡协议 他可扛不住 这一辈子 他当什么江梦西的挡箭牌 放飞自我 浪荡人生 他不香吗 首先 他在纸上写道 一说话 最好不要使用网络用语 前世的网络用语 其实对于人说话的影响 还是极大的 万一他当着江梦西的面 来个凉凉 耗子伟知 照 这我一里照什么的 那不就差批了吗 二 最好不要唱歌 顾真有个毛病 虽说他唱歌不怎么好听 但他还是喜欢 时不时哼上几句 在2014年 唱未来的歌曲 你还说 不是重生的 三保持平常心 就把江梦西 当做一个同学看待 该怎么来就怎么来 不卑不亢 就当忘记前世的一切 写完 顾真笑了 他觉得 仅凭这三点 他已经在和江梦西的战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 第九章 江梦西的小欢喜 一日 顾真被一阵急促的闹铃吵醒 他随手关闭 摇着脑袋 晃晃悠悠地走到卫生间 开始洗漱 刚刚睡醒 他总是感觉自己 好像忘记了什么事 猛然间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糟糕 昨天作业忘写 要娃 他洗漱的速度 明显加快了许多 之后随意套上校服 急匆匆地走了 紧赶慢赶地来到学校 他发现 江梦西已经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了 快 快把你的作业 给我 顾真气喘吁吁地说道 江梦西一愣 什么作业 我没写啊 顾真有些诧异 你这样的好学生 也会不写作业 江梦西贪了贪手道 我来之前跟班主任问过了 我在一中一直都是年纪第一 在二中 我也保持第一这个名次 是不是可以不写作业 老班同意了 同意了 顾真目了 第一大佬 惹不起啊 这时 顾真的好记友周扬来了 顾真像是看见救星一般 连忙说道 杨哥快我作业没写 把你的借我copy一下 周扬一边掏出作业 一边说道 上次考试你到八 我到二 我的作业你都敢抄 可真有你的 生死之际 哪里管得了这么多 顾真拿过作业 便开始了粪笔集书 他没想到 自己重生之后 居然还要体验一下 抄作业的竞速感受 他或许就是史上最low的重生者了吧 坐在顾真身后的徐伯文 目光一直盯着江梦西 眼神中带着深深的爱慕 他身为一个差一点 就成为江梦西同桌的男人 对于顾真 是羡慕中夹杂着些许的嫉妒 他想不通的是 顾真长相平平无奇 家世也普普通通 为什么江梦西偏偏要求和他做呢 以前的他 从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 直到他见了江梦西一面 他便知道了 什么叫做一眼万年 他 身为凌晨最大连锁超市家的公子 有着较为显赫的家世 再加上他还算英俊的面孔 他觉得 自己会很好地吸引住江梦西 于是 他鼓舞勇气 拿出一个早饭的包装 来到江梦西的身边 摆了一个自以为很酷的pose 说道 江同学 有兴趣交个朋友吗 看 这是我为你准备的豪华早餐 说完 他便把准备好的豪华早餐放在桌上 顾真手中的笔不停 忍不住扭头看了一眼 哇 好家伙 果然真够豪华的 包装里装有一个三层的汉堡 一个披萨 一杯咖啡 一杯豆浆 还有些水果 顾真有些不忍直视 徐伯文即将遭遇的下场 他这是当江梦西是猪吗 果然 不出顾真的所料 江梦西连头都没有抬 只是用一种十分冷淡的语气命令到 三秒钟 把你的早餐拿走 然后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徐伯文被噎了一下 想说些什么 却说不出口 最后只好拿起他的早餐 信信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周扬目睹着一切 安慰似的拍了拍徐伯文的肩膀 兄弟 以后找目标前 还是选好对象吧 徐伯文闷闷地没有吭声 看其神情伤感中带着不甘 难道他的第一次心动 就这么寥寥收场了吗 徐伯文的不甘顾真不知道 就算知道了 他也不感兴趣 正在抄作业的他 已经彻底将自己放空 即便现在来个八级地震 我的鼻也不会停下 我说的 认真脸 鼻在纸上龙飞凤舞 缭乱的字迹 即便是顾真看起来 也要认半天 突然 他的胳膊被江梦西碰了一下 顾真没抬头 只是声音急促道 别闹 等我抄完先 他话音刚落 胳膊又被碰了一下 顾真怒了 刚要开口 抬起头 他傻了 原来 班主任刘振华 正在旁边用一种细血的眼光看着他 江梦西在一旁憋着笑 刘振华敲了敲顾真的桌子 说道 等上完早读来我办公室一趟 说完 副着手 便走了 顾真觉得 这世界突然变得不美好了 重生后抄作业就算了 居然还要被班主任训 顾真认为 这有一点点的羞耻 早读后 顾真极其不乐意地 磨磨蹭蹭地走进了班主任办公室 刘振华看见顾真进来 放下保温杯 一边盖上盖子 一边说着 顾真啊 先说说吧 昨天的作业 为什么不完成 忘记了 顾真回答得很爽快 忘记了 你回答得倒是直接 你把作业忘了 怎么不把吃饭忘了 老师 吃饭和写作业不一样啊 你看 你不吃饭你饿啊 但是你要是不写作业 你快乐 我觉得 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顾真极力狡辩道 哼 怎么 你想以后继续快乐下去 刘振华近况下的眼睛 带着些许的威胁之意 不 老师 你讲过 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服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所以 我愿意承担写作业的这份痛苦 似乎是感受到了刘振华的杀气 顾真像是变了个人 口若悬河 一本正经的说道 你小子我看 现在是圆滑了不少 这课文背的倒是不错 不过 这话我可没说话 我是数学老师 不是语文老师 刘振华笑骂道 那老师 你看 走吧 走吧 仅此一次 夏伯利亚 刘振华不耐烦地示意 顾真赶紧走 好嘞 顾真乐乐 连忙夺门而出 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感觉这世界 还是很美好的嘛 来到座位 将梦西调笑道 怎么 还逊了 顾真干咳一声 怎么可能 我顾真可是身受老般的喜爱 挨骂这事 绝不会在我身上发生 哦 对了 给你个东西 顾真好像想到了什么 偷偷摸摸地把书包拉开 然后勘探四周 贼兮兮地对江梦西说道 江梦西凑过去好奇地一看 是一个粉色的卡通兔子抱枕 江梦西猛了 她小嘴微张 有些结巴地说道 这 好 顾真乐滋滋地接话道 是不是好可爱 好 好幼稚 江梦西一脸地嫌弃 丑剧 JPG 顾真不乐意了 哪里幼稚了 我觉得还不错呀 这还是我看你昨天午睡 胳膊整妈了 特意给你挑的呢 你要是不要 我就拿走了 谁说我不要的 只见江梦西突然以一种极快的速度 把抱枕抢来 紧紧地抱在怀里 表示休想拿走 顾真 哼 女人 是谁刚才说幼稚来着 第十章 顾真的绝望 第三节课下 顾真刚上完厕所出来 忽然被吓了一跳 厕所昏暗的光亮之下 一道身影直愣愣地站在那 一动也不动 顾真小心翼翼地走过去一看 原来是徐博文 这一瞬间 她脑中的思绪 开始浮现出许多恐怖的场景 莫非 是徐博文对江梦西爱而不得 要牵连于她 江梦西啊 江梦西 你可害惨了我呀 顾真心头一紧 问道 徐博文 你在这干什么 徐博文向顾真走进一步 顾真吓得也连忙退了一步 徐博文张了张嘴 搞不懂顾真的想法 便只好悠悠叹道 顾真你知道吗 我很羡慕你 能够成为江梦西的同桌 哼哼 顾真嘴角扯了扯 笑了一声 心中在想 等你发现了江梦西大魔王的本质 就不会羡慕了 虽然今天早上 她拒绝了我的好意 但是这并不重要 是我的行为 确实有些冒昧 所以接下来 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我想请你能够帮帮我 徐博文坚毅的目光中 带着誓死如归 顾真突然有些慌了 难道徐博文是 准备对江梦西下黑手 难道你是想 顾真试探性地问道 对 我要准备向她表白 徐博文点头 铿锵有力地说道 啊 顾真满脸的黑线 你压得 表白就表白 干嘛搞得气氛这么严肃 害得她还以为徐博文 要干什么违法的事呢 顾真似乎是暗暗松了口气 拍了拍胸脯 一副我帮定你的样子说道 说吧 想让我怎么做 至于此时顾真内心的想法是这样的 江梦西不是正确一个挡箭牌 将来好应付家里的乡亲吗 很好 徐博文不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至于徐博文的下场 是否会像她上一时那么悲惨 哼 这与我顾某人何干 反正死道友不死平道 徐博文见顾真答应下来 一脸激动地说道 我准备在学校的一个礼堂里 布置一个表白的场景 你有什么好的想法的 表白场景 虽说她顾某人两辈子都没跟人表过白 但是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吗 根据她两世看电视剧 看小说的经验来看 如果女生身处于一个浪漫的场景下 那么表白的几率会大大的提高 谁心中还没有个罗曼蒂克的浪漫呢 于是顾真深思说道 我觉得吧 你首先要懂得两个字 那就是浪漫 浪漫 徐博文迷惑了 对 就是浪漫 表白场景要浪漫 表白话语要浪漫 就比如 你对他说我爱你 肯定不如对他说 在这美丽的凌晨中 邂逅美丽的你 这将成为我生命中美好的回忆 美丽的邂逅 顾真一副专业恋爱导师的模样 侃侃而谈地说道 徐博文竖了竖大拇指 一脸的激动 握住顾真的一只手说道 三国刘备 有卧龙凤厨二人称霸鼠中 今我有你顾真一人 区区将梦西不在话下 不过 表白的场景怎么浪漫 徐博文接着又抛出了一个问题 顾真想了想说道 我觉得 你可以在上空设置一个花圈 等你表白的时候 让人一抖花圈 花瓣缓缓落下 多么唯美的一幕啊 此时的徐博文心中 已经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 少男少女目光对视 花雨降落 满是长情 徐博文觉得这一波 已经稳了 下午放学 徐博文先是给自己打了个气 随即走到江梦西的面前 似乎是用尽全身力气说道 江梦西 你知道吗 从我第一眼见到你 我这一辈子就认定你了 我知道不喜欢我的纠缠 不过你放学能来学校礼堂吗 我保证从此以后 绝不纠缠你 江梦西云淡风轻地抬起头 最终吐出了一个字 好 说完 徐博文脸上狂喜 偷偷给顾真示意了眼神 连忙跑了出去 顾真站起身来 干咳一声 那什么 我就先回家了 嗯 见江梦西点头 顾真也是急匆匆地离去 而他去的方向不是家 而是学校礼堂 徐博文的表白之地 徐博文见顾真过来 语气急切地说道 顾真 快 花圈我已经布置好了 就等你了 等会你在这幕后 拿着绳子 听见我表白的时候 就开始抖动 顾真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 随即走到幕后 等待着江梦西的到来 大约等了五分钟左右 顾真才听见一阵走进来的脚步声 顾真连忙准备好 这是他才听见徐博文开心的声音 江梦西你来了 说吧 叫我来做什么 江梦西声音冷淡地说道 江梦西 你明白我的心吗 在我心中 缘之所欲 梦之所患 念之所往 情之所向 皆是你 所以 我想成为那个陪你走过余生的人 你能答应我吗 徐博文一边缓缓说着 顾真一边在后面疯狂地抖动着绳子 顾真即便是在幕后 也能想象出此时徐博文深情的模样 不过徐博文表白的话语嘎吗 当然嘎 尽管如此 这两个情场 小白觉得不尬 只要我不尴尬 那么尴尬的不就是你了 大堂中 一片的寂静 洁白的花瓣落下 似是要将这昏暗的大堂点亮 江梦西沉默了一阵 突然不屑地痴笑一声 你是怎么敢跟我表白的 就凭你这些小把戏 听到这话 江梦西拒绝的意思 已经很明显了 徐博文没有言语 眼神中带着落寞 请你以后不要在顾真的面前 对我纠缠不休 我只属于他一个人的 我不想让他误会什么 江梦西目光看向徐博文 犯着寒意 你 徐博文愣了 没错 我喜欢顾真 我来到临川二中 就是为了他 你知道我为什么答应你到这吗 我只是想给你个警告 一个不要顾真再误会什么的警告 江梦西目光中带着些许的病态 突然一脚踢向旁边的一个木制椅子 椅子瞬间四分五裂 徐博文被吓得一跳 一个不稳 摔倒在地 畏惧地看着江梦西 顾真知道这些吗 你这个样子 就不怕我告诉他吗 徐博文觉得 此时的江梦西和往常有很大的不同 变得有些疯狂 啊 你敢吗 江梦西轻蔑地看了一眼 随即毫不留情地转身离去 只留下徐博文一人无力地坐在原地 神情中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 他缓了许久 才想起了还在幕后的顾真 当他走到幕后 只见顾真摊在地上 目光呆滞 脸色苍白 口中一直在喃喃自语 不 不可能 这 一定都是假的 顾真绝望了 他万万没想到 江梦西的执念 居然如此之深 当个来应付结婚的挡箭牌而已 为什么非他不可呢 难道是他前世的表现太好了 顾真一直都认为 江梦西的字典中 就不会出现爱情这两个字 他的目的 就是想要一个老老实实的假丈夫 哎 顾真叹了口气 他没想到 江梦西的性格变得愈加糟糕 高冷便病骄 想了想 接下来的日子 他还要继续扮演江梦西的同桌 顾真就觉得自己的未来一片黑暗 第十一章 来自网络的帮助 顾真浑浑噩噩地回到家中 无论干什么 都有些心不在焉 感觉礼堂上发生的 一切都有些虚幻 但他不得不承认 江梦西已经认定他了 是一个客观事实 他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 正在拼命寻求一切存活的办法 忽然 他脑海中灵光一闪 如果能让江梦西无比地厌恶他 不就完了 这样一来 想必江梦西也就不会抓住他不放了 顾真就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连忙回到卧室中打开了电脑 点开某个知名的搜索网站 他打字道 如何让一个女生讨厌一个男生 然而 搜索结果却是 暂无此搜索结果 你要查找的 是不是如何让一个女生喜欢一个男生 没有 顾真见此情况 只好自己在问答网站上开始询问 如何才能让一个女生讨厌自己 急求 发布完问题 他便开始写作业 他可没有忘记 自己一直想要当的好学生来着 时间匆匆流逝 很快便来到了晚上11点左右 顾真的笔终于停了下来 他伸了身懒腰 满怀期待地打开他发的帖子 想要看看网友们的答案 毕竟 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嘛 然而 他得到的结果 却显现没让他差过气去 这位兄弟醒醒 别做梦了 为什么要让女生讨厌你呢 问号脸 回楼上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来看 一定是有女生追求楼主 他可能没看上认真脸 赞同楼上加一 哎 楼主你或许不知 如今男女比例失衡 只要是个女的你就从了吧 想让女生讨厌你 莫非你喜欢 恐惧 弱弱地问一句 当今社会 男生还有选择的权利吗 顾真甚至可以想象得到 这些网友卑微的语气 顾真猛吸一口气 忍不住用力一拍桌子 气抖冷 我们广大男同胞 何时才能站起来 顾真不知道 未来某一天 会不会出现一个叫做男权协会的东西 滑稽 JPG 这时 他思路一转 既然这条道路行不通 那么他何不去搜索女生 都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他按照答案反着来不就完了 顾真觉得这个办法绝对不错 果然 他一搜 搜索结果就出现了一大堆 他找了一个获赞最高的帖子 让女生喜欢你的小妙招 他的目光先看了第一条 外表是你给女生留下的第一印象 所以 一个干净整齐的形象 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哪个女生 都不喜欢拉他的男生哦 形象吗 顾真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随手点个赞 把这个帖子放进了收藏家里 随即 他走进卫生间洗头 趁头还没干 就开始躺在床上睡觉 第二天醒来 顾真连忙一照镜子 果然 头发直接睡得炸了起来 乱得不成样子 顾真满意的点了点头 对于此次的行动他惺惺爆棚 这时 赵兰走了进来 看着顾真这一副模样 不可思议的揉了揉眼睛 你这是咋了 昨晚睡觉前洗头了 快 趁现在还有时间 赶紧把头发打湿整理一下 不然 这像什么样子 见赵兰一副要帮他整理的样子 顾真被吓了一跳 连忙说道 别 妈 你不懂 这叫fashion懂不 我这个后现代头型 是未来可以引领时代潮流的 赵兰猛了 什么fashion 后现代他不懂 但他只知道这个头型丑的一批 你真的不再整整 赵兰用一种奇怪的语气问道 顾真摆了摆手 坚决地说道 不整 前往校园的路上 顾真可以明显感受到 行人注视的目光 他万万没想到 他第一次引人注目 居然是以这种方式 在校门口 他正巧遇见了周扬 周扬见到他 明显愣了愣 憋着笑说道 顾真 你这是 在搞什么肥主流 顾真目光极切地问道 你看我这头 邋遢不邋遢 周扬狂点头 邋遢 没有比你更邋遢的了 今天你就是咱们学校最亮的仔 听到周扬这样说 顾真这才把自己忐忑不安的心放下 尽管一路上有众多的异扬目光 但是顾真毫不在意 只要能让江梦熙远离自己 比什么都值得 总之 今天他是豁出去了 不成功变成人 他做了的深呼吸 这才走进教室 果然 他一进门 江梦熙就注意到他了 他一坐下 江梦熙便用无比疑惑的语气问道 你这头型 我这头型是不是很糟糕 你是不是很讨厌 顾真的语气中带着迫不及待 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江梦熙居然是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 他抿了抿嘴唇 清亮的大眼睛 一闪一闪地说道 你这头型虽然看起来很糟糕 但我却很喜欢 顾真 他有点拿捏不准江梦熙的脑回路了 糟糕就是糟糕 为什么反而喜欢呢 顾真见江梦熙开心的样子 不像是装出来的 便郁闷地趴在桌上 第一回合 顾真败 江梦熙一早上的嘴角 一直在微微上扬 还时不时扭头看了看顾真的发型 便显得更加开心了 他对于顾真的这个样子 十分满意 顾真拉他 等于劝退其他女生 等于他心生欢喜 有时候江梦熙甚至在想 顾真故作拉他 是不是为了他呢 因为这样一来 就没有人跟我抢顾真了 顾真就只能和我在一起了 如果顾真知道江梦熙的想法 他一定会说 这你真的想多了 如果我十分吸引女生的喜欢 那么上辈子 也不至于在遇到你之前一直单着 第一次和江梦熙真正意义上的战争 还没打响就已经输了 顾真不甘心 十分的不甘心 在一个趁着江梦熙离开的空档 他找到班里的一个 还算好看的女生问道 如果你未来有了男朋友 顶着像我这样又乱又糟的发型 你还会喜欢他吗 那女生用一种斩钉截铁的语气 回答了顾真 这件事不可能发生 因为我就不会找这样的男朋友 这一下顾真真的梦了 说的没错呀 邋遢的男生 确实很遭女生的讨厌 但为什么到了江梦熙 那就不灵了呢 顾真对于这个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 第十二章 顾真被迫上台营业 如果是一个性格温柔的美女追求你 顾真一定是开心的 如果是一个性格不好的美女追求你 顾真是不悲不喜的 但是 如果是一个特别病交的美女追求你 顾真表示 她惹不起 一个不留神 或许等待她的 就是柴刀的下场 这次 可能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再来个重生 顾真已经死过一次了 她不想 由于意外 再次体验一次死亡的感受 远离柴刀 从拒绝江梦熙开始 数学课 距离下课还有十分钟的时候 刘振华把知识点做了个总结 随即放下粉笔 陈生说道 下周学校举办文艺会演 要求每个班必须出二至三个节目 有同学想要报名吗 刘振华话音一落 底下的学生都纷纷低下头 表示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其实这次表演 对于你们的高中生活 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大家都踊跃报名吗 有才艺的表演才艺 没才艺的上台讲个相声也行啊 平时见你们也挺能说的 刘振华笑眯眯地开玩笑道 然而 即便如此 讲台下依然是一片的沉默 唉 刘振华叹了口气 眉头微微皱起 正在这时 江梦溪忽然站了起来 把顾真都给吓了一跳 这一刻 目光都纷纷聚焦在江梦溪的身上 刘振华问道 江同学 你有什么事吗 江梦溪清明嘴唇 开口说道 老师 我和顾真要报个节目 男女合唱 底下想看乐子的顾真 刘振华一拍手 说道 很好 你们看看江梦溪和顾真多勇敢 再看看你们 顾真站起来 准备解释道 老师 不等他说完 刘振华摆了摆手说道 行了 我知道你这次很勇敢 值得表扬 不是 我 你什么你 这次 你要是和江同学拿个名次 我给你奖励 刘振华仿佛丝毫不给顾真半分的说话机会 顾真只好郁闷地坐了下去 扭头看了看江梦溪喜眯眯的笑颜 他觉得十分的可恶 他真的很想一拳头把江梦溪给打哭 不过事已至此 顾真只好任命地说道 唉 我唱歌跑掉 你说怎么办吧 没事的 就一首歌而已 练一练就好 再说了 我可以教你啊 江梦溪看着顾真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便觉得十分的可笑 那你准备唱什么歌 顾真又问道 他觉得吧 唱歌一定要选好歌 万一江梦溪来个青藏高原什么的 他还不哭死 青藏高原啊 江梦溪说道 顾真 果然 江梦溪一直都没让他失望过 每次都仿佛知道了他内心的想法 顾真一副你在逗我的表情 说道 你再开玩笑吧 那首歌就算我唱叉气了 也唱不出来啊 江梦溪无嘴轻笑 逗你玩的 你觉得小九窝怎么样 正好也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 顾真想了想 这首歌也正好没有什么特别高的音调 正要点头答应 不料江梦溪突然又来了一句 不过咱们要唱的是粤语版的 我觉得粤语版的也不错 顾真差点崩溃了 他有些抓狂的说道 你看我像是会唱粤语的样子 就唱小九窝的国语版 说定了 不许再改了 最后 顾真的话语中带着霸气 出乎顾真意料的是 江梦溪居然没有质疑顾真的决定 反而小巧地点了点头 眼中看向顾真的时候 带着情谊 经过顾真和江梦溪的友好协商 他俩决定在放学后 找一间空教室排练歌曲 江梦溪和顾真提前打电话 跟家里说了一声 便一同找了间教室 江梦溪拿出两份复印好的歌词 递给了顾真一份 说道 来 咱们这就开始吧 这首歌几头是男生 你先来 顾真紧张地吸了口气 接着突然唱道 我还在寻找 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 谁替我祈祷 替我烦恼 为我生气 为我闹 顾真唱完 接下来就该江梦溪的部分了 然而他等了半天 也没听见江梦溪的声音 扭头一看 只见江梦溪努力地憋着笑 一张翘脸都乐得变了形 顾真 我唱得真有这么搞笑 我感觉还 还好吧 江梦溪笑了好一阵 才渐渐缓过近来 最终明媚着一张笑脸说道 你说你唱歌跑掉 我以为没多大的问题 直到刚才听到你的演唱 我才知道 原来你是这样的顾真 顾真羞怒道 还不是怪你 要不是你 我能被迫上台营业 没事 其实吧 每个人唱歌都能唱得很好 只是在于技巧和感觉的差异 江梦溪安慰道 来 你再唱的第一句 我给你说说你的错误 顾真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口唱道 我还在寻找 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 江梦溪想了想 认真地说道 两个问题 一是你开头挑起的有点高了 下次唱的时候 稍微往下降一点就好 第二个问题 是你唱这首歌的时候 太没有感觉了 缺少一种甜蜜感 怎么 这首歌跟你有仇 你唱的时候 把笑机提起 微笑着开唱 另外 你口型可以往小里收 每个咬字 不要这么地自证枪圆 江梦溪一边细心地讲解着 一边还唱了一句 给顾真做了个示范 不开口不知道 江梦溪一开口 顾真就给佩服的五体投地 江梦溪唱歌时 尤其是他唱歌时的声线 就像是一红清拳 干净清澈地流进耳朵 顾真记得 后来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耳朵能怀孕的那种 顾真表示 江梦溪唱歌 丝毫不比原唱差 他把江梦溪的讲解 都深深记下 随即按照他的指点 又唱了一句 果然 即便是他自己都能感受到 前后明显的差距 他对江梦溪心里的印象 又加深了几分 他好想弱弱地问一句 这世界上 还有你江梦溪不会的事情吗 听了顾真这次的演唱 江梦溪也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好 虽然还有一些小的瑕疵 但都无关紧要 只要你能保持这个水平就好 顾真也为此洋洋自得 那是 也不看到我是谁 号称林成张学友 江梦溪第十三章 那一角的风情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 江梦溪看了看外边的天 灌了口水 说道 今天差不多了 咱们明天再来吧 顾真也有些累了 点了点头道 也好 两人收拾了一下 踏着惨淡的黄昏 走出了校门 顾真想了想 开口问道 你怎么回去 今天练歌 我就没让我爸来接 所以只能坐出租车了呀 江梦溪摊了摊手说道 要不要我送你 顾真拍了拍电动车后座说道 这 不用了吧 我家挺远的 我还是坐出租车吧 江梦溪虽然很想顾真送她 但是考虑了一下距离 她还是无奈地放弃了 远吗 我骑电动车贼快 也就十五分钟的距离而已 顾真计算了一下 随意说道 然而她话音刚落 江梦溪的眼神忽然凌厉起来 微眯的双眼饱含杀气 你怎么知道 我家骑电动车 也就十五分的距离 糟糕 要完 顾真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大嘴巴 说好的把住嘴门 不要暴露重生的秘密呢 怎么今天就这么飘了 她脑海中急速运转 不动声色地说道 咱们凌晨总共就这么屁大点的地方 听说你是从凌晨一种转来的 所以想着你家距离凌晨一种也不远吧 哦 江梦溪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后用一种颇有深意的语气说道 希望你最好没有骗过我 顾真后背一凉 善笑道 怎么会 顾真内心忐忑不安 她不知道江梦溪究竟有没有 相信她说的话 于是她连忙转移话题说道 我觉得 还是我送你比较好吧 毕竟咱俩一起排练这么晚 你这么一个弱女子 我总要为你的安全负责 听到顾真都这么说了 江梦溪也不在矫情 她便直接坐在了顾真的电动车后座上 顾真笑了笑 一副牛皮轰轰的样子说道 抓紧了 接下来让你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速度与激情 好啊 江梦溪一双洁白娇嫩的胳膊 还在了顾真的腰间 顾真的笑容有些僵硬 你这是江梦溪睁着无辜的大眼睛 天真的问道 不是你让我抓紧的吗 我想了想 这样最安全 好 好吧 顾真无奈了 她觉得自己 以后还是少说话的好 话越多 越完蛋 古人成不起我了 古人 我没说过 江梦溪的家 是在临城的一个高档别墅区 处于临城的郊外 天色昏暗之下 一辆黑色电动车的后座 少女的眉给这片天空 增添了不少颜色 人渐渐少了起来 顾真和江梦溪也没有言语 只是沉默地看着路边的树木 不断掠过 正在这时 他们的后方 一阵摩托车的轰鸣声 远远传来 顾真回头瞅了一眼 见是两辆摩托车 便骑着车往里靠了靠 两辆摩托车逐渐靠近 一个顶着黄头发的男子 不经意间 看见坐在后座的江梦溪 眼中闪过几分的欲望 便轻挑地说道 幽和 美女 干什么去啊 江梦溪没有说话 转过头 嘴角逐渐掀起一个危险的弧度 顾真一看 两辆摩托车 后面都带着人 一共有四人 看其服饰装扮 便知道是社会不良 见顾真看他们 有一人轻蔑地说道 小白脸 怎么 有意见 顾真呵呵一笑 嘴里吐出两个字 傻缺 你特么的 见顾真处要不逊 一个骑车的人直接怒了 骑车向顾真靠近 直接把他逼到路街停了下去 顾真放下车 把江梦溪护在身后 直接骂道 都有病 那四人也把摩托车停下 一同向顾真走去 那黄毛见人多势众 直接走上前去 盛气凌人地说道 小子 你刚刚很狂啊 来 接着跟我狂个试试 顾真凑到江梦溪的耳边 轻声道 等会我拖住他们 你骑上我的电动车 就跑 不用管我 这四个小崽子 奈何不了我 听起语气 似乎顾真对于打败他们 信誓旦旦 然而 顾真真的有把握吗 虽说他活了两辈子 但是打架的次数 却屈指可数 他也没有练过武术 搏击什么的 一打四 哼 开玩笑吧 真当他是夜闻霍原甲 至于他为什么要跟江梦溪这么说 一是为了他的安全 二是不想让他担心 打不过就打不过 大不了敢明鼻青脸肿地去上学 再做解释 哼 江梦溪轻笑一声 摇了摇头 缓缓走到了顾真的前面 顾真一愣 什么意思 那黄毛健壮 肆无忌惮地打量着江梦溪 更加得意地说道 妹妹 是要跟哥哥一起耍去吗 江梦溪没有说话 正要黄毛准备伸手抓她的时候 她忽然动了 江梦溪一个侧身回转 迅速而凌厉 翻不斜的鞋底 直接和那黄毛的脸 来了个亲密接触 那黄毛的头部 顺着惯性 狠狠地砸向了地面 江梦溪一只脚 把黄毛的脸踩在脚下 微风吹过校服的衣巾 整个人显得洒气十足 顾真猛了 另外的那三个人也猛了 至于那黄毛 顾不上发猛 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疼痛 然而 事情还没有就此结束 江梦溪向前 直接抓住那个 骂顾真小白脸男子的衣领 向前一拉 腿膝微抬 撞向那男子的胃部 那男子想要挣扎 却奈何不得 江梦溪不依不饶 又用力一甩 把那男子的后背 砸在地上 咳 那男子咳了一声 捂着肚子 站不起身来 江梦溪拍了拍手 目光又冷冷地 扫了一眼 其他的两位男子 那两人被看得心底发寒 对视一眼 想都没想 拼命跑向摩托车 油门一拧到底 慌忙逃离而去 也顾不上 躺在地上的那两个小伙伴 顾真脑子都是空的 他没想到 局势居然在一瞬间 发生了转变 即便是在前世 他和江梦溪相处这么多年 也不知道江梦溪这么能打呀 他心中暗暗庆幸 还好上一世 没有惹江梦溪生气 不然是妥妥地家暴现场啊 江梦溪看向顾真 之前的灵力一扫而尽 他以为顾真是 吓得不敢动弹 便上前安慰道 没事的 不用怕 就这种货色 我来一个打一个 顾真颤颤巍巍地说道 你这么厉害 怎么还要我送你回家 江梦溪坦然地说道 不是你执意要送我的吗 顾真一想 还真是 他想起自己对江梦溪说的一句话 你这么一个弱女子 我总要为你的安全负责 弱女子 为她的安全负责 瞬间 顾真有一种想要钻到弟弟的冲动 第十四章 来自周扬的被刺 当顾真回到家 天已经很晚了 赵兰见儿子回来 便带着嘲讽的语气说道 哟 你还知道回来啊 话虽如此 但他还是走向厨房 把留给顾真的晚饭热了热 妈 我报了学校的文字会演 准备唱首歌 我想着 凌晨张学友 怎么也要重回一次江湖吧 顾真甜不知耻地吹嘘道 赵兰看向顾真一脸的嫌弃 就你 还凌晨张学友 你忘了 上次你唱 让我一次爱个够 楼下的都找上门来了 说你扰名 顾真一愣 有这事 仔细一想 他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貌似 可能 或许真有这么一次 但是静机着的顾真永不屈服 他还是嘴硬一句 妈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现在的我 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 赵兰歪着嘴 嘖嘖一声 那期待你的表演 语气中 明显的带着敷衍 顾真有些丧了 这还有没有爱了 吃过饭 顾真又开始写作业的日常 算一算时间 距离下次的月考也接近了 顾真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 冲进班级前二十 我堂堂重生者 天选之子 要是被一个小小的考试给难倒 真是没有道理啊 顾真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 从倒数第八 冲到前二十 难道不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吗 如果学一段时间 就能名列前茅 这样也不太现实 顾真正写着作业 挂在电脑上的企鹅 突然发出嘀嘀的响声 顾真抬头一看 是一个好友申请 顺手拿起鼠标点开 他的手顿了顿 好友申请备注是 我是江孟希 他是怎么知道 我起讹号的 顾真顾不上疑惑 鼠标在同意和拒绝之间 左右摇摆 正当他犹豫不定的时候 江孟希又发来了一条申请 敢拒绝你死定了 顾真一见 想都没想 就点击了同意 毕竟 今天江孟希 报打社会不良的画面 他可是历历在目 万一明天他 来个报打顾真 想想就害怕 同意之后 江孟希 直接就发起了视频通话 顾真无奈 只能点了接受 没错 就是这么的 毫无地位可言 视频中 露出了一张精致的俏脸 看齐披散着 还有些失路的头发 似乎是刚刚洗完头发 江孟希看着顾真那边一片的黑屏 诧异地问道 你怎么不开摄像头 我家是台视机 没有装摄像头 顾真老老实实地解释道 行吧 你打视频通话干什么 有事 顾真问道 有啊 什么事 原本就是想看看你 可惜条件不允许啊 顾真一阵无语 这时 眼见的他似乎看见江孟希床上 有一个熟悉的物件 顾真仔细一看 震住了 这不是他送给江孟希的那个卡通抱枕吗 咦 我给你的那个抱枕你怎么带回家了 明天中午午休你不枕了 顾真这般问道 江孟希回头看了一看 翘脸微微泛红 戏声说道 我明天早上再拿到学校吗 那你不嫌麻烦 顾真有些好奇 想不通江孟希 为什么放学 还要带个抱枕回家 难道他晚上睡觉 还趴着睡 不麻烦 好了 我还有事 就先下线了 不等顾真继续追问 江孟希慌慌张张的 便挂断了对话 顾真愣住想了想 最终无奈地摇了摇头 便低头继续写起了作业 而另一边的江孟希 她揉了揉通红的脸颊 随即害羞地扑通一声跳在床上 把整个脑袋 蒙在那个卡通抱枕里 过了一会 江孟希才直愣愣地挺起腰身 目光呆呆了好一会儿 接着关上灯 躺在床上 怀里紧紧抱住那个卡通抱枕 香甜地进入了梦乡 这 可是顾真第一次送给她的东西呢 一日 顾真刚刚来到学校 周扬就贼兮兮地凑了过来 顾真 给你说 一件大事 什么事 见周扬这个样子 她也不禁有些好奇 昨天将女神跟我说话了 周扬满脸地激动 就这 顾真无语了 那可不 不过不仅如此 她还问我要你的企鹅号了呢 周扬的脸 骄傲地微微扬起 顾真一愣 目光幽深地看向周扬 那你给了 给了呀 女神开口 我怎能不从 周扬理所当然地说道 呼 顾真强行忍住了 直接掐死周扬的冲动 她万万没想到 这次居然是这个狗东西惹的祸 唉 此时此刻 她仿佛感受到了全世界的背叛 不等她来得及忧伤 将孟希明媚着阳光的笑脸 走了进来 嘴里还时不时哼出某首歌曲的音调 你咋这么开心 顾真问道 江孟希的笑脸突然一将 粉嫩的脖梗 泛起了红韵 她别过头说道 要你管 什么情况 今天她难见江孟希这么开心的样子 就好奇地问了一句 她怎么这么大的反应 嗯 对了 差点忘了 送给你个东西 正当顾真怀疑人生的时候 江孟希好像是想起了什么 突然说道 顾真扭头看去 只见江孟希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盒子 她隐隐约约 还能看见书包里的那个抱枕 感情她还真是又带回家 又带学校啊 难道这抱枕 真的这么舒服 江孟希把那个盒子递给了她 顾真没有拆开 反复看着这盒子的英文包装 疑惑地问道 这是什么洋货 摄像头啊 你给我摄像头干嘛 你家里不是没有摄像头吗 所以我就给你带了一个 以后咱俩就能视频通话了 江孟希笑意盈盈地说道 这 顾真此时拿着摄像头的手 都在发抖 江大魔王又要搞什么幼鹅子 难道又想起了折磨我的新方式 顾真思绪纷纷乱作一团 此时的她 对于周扬这憨货 更加地咬牙切齿了起来 要不是周扬 江孟希就不会有她企鹅号 也就不会加上她的企鹅 当江孟希在现实和网络上 对她同时重拳出击 顾真觉得自己已经无路可走 无路可退 她吸了吸鼻子 最终贪恋般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第十五章 突如其来地表白 啊 明天就周六了 我已经看到了解放的曙光 下课课间 顾真靠在座椅上 一副大佬的姿态 语气轻松地说道 周末你一般都做什么 江孟希问了一句 做什么 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睡觉打游戏看电影啊 不然还能干什么 至于作业 哼 那不是周天晚上的事吗 顾真的语气中 充满着对于作业的不屑 嗯 周六我想上街买点东西 江孟希沉印道 似乎是一有所指 那句呗 顾真漫不经心地说道 不过 有一个问题 江孟希变得有些支支吾无 啥问题 顾真不解地问道 你看 我一个弱女子 自己上街总有些不安全 要不 你陪我去 江孟希低下头 怯弱地说道 顾真连忙使劲擦了擦眼 怀疑自己还没有睡醒 没错啊 这不是在做梦啊 江孟希这是在做什么妖 顾真捂着肚子 毫不顾忌形象地哈哈大笑 扑斥 弱女子 你是想笑死我吗 不会吧 不会吧 你不会真的以为 自己是个弱女子吧 江孟希 下化线 下一秒 江孟希恼羞成怒 直接站起身来 按住顾真 拽住她的胳膊 往后一拧 说 周六陪不陪我去 江孟希像是变了一个人 言声质问道 顾真 疼得嗷嗷直叫 连忙答应道 去去去 我去还不行吗 快把手放下 以后有事好好说 听顾真答应 江孟希这才笑着点头 松开了顾真的胳膊 顾真的内心满是忧伤 你妹的 想让我去就直说 搞什么花里胡哨的 还询问 屁 你那是问吗 分明就是强迫 还若女子 想到这 顾真内心呵呵冷笑 顾真愤然 但面对两人武力值的差距 他只好把所有苦痛 都通通咽进肚子里 我顾某人 总有一天 会把这一切都还回来的 下午 一个意外来客 打破了这一切的宁静 一个外班的女生 找到了顾真 递给了她一幅画 有淘心的粉红色信封 不等顾真反应过来 便满脸通红地跑开了 顾真 江孟希 顾真心里在纳闷 不对啊 上一世 怎么就没有这个剧情 难道是她拿错剧本了 江孟希的内心则是气愤的 居然还有人当着我的面 勾引我的人 简直是不可饶恕 顾真和江孟希对视了一眼 顾真有些发猛地说道 我 我这是收到情书了吗 江孟希撇了撇嘴 切 我都不知道扔了多少了 再说了 就那个女生 长相不如我 身材不如我 样样都不如我 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顾真 她张了张嘴 想了半天 确实没法反驳江孟希说的话 其实那个女生长相也不算丑 在学校里 应该也能勉强算是斑花级别的 但你要是把她和江孟希做一个对比 那只能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丝毫没有对比性 周扬在后面也见证了这一切 戳了戳顾真的后背 几眉弄眼地说道 兄弟 可以啊 这妹子不错呀 要不你找她聊聊 还没等顾真说话 周扬便感觉江孟希身上 散发出灵灵的寒意 徐博文淡定地拍了拍周扬的肩膀 表示好自为之 心中不禁为周扬默哀起来 周扬虽说搞不清状况 但是他认得清楚形势 这种情况 一向跳脱的他 也把嘴巴给闭得严严实实 至于顾真 目前不想谈恋爱的他 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办事好 直接扔了 那也太得罪人了吧 不管不理 这就有一种吊着人家的嫌疑 怎么也要给个交代吧 顾真想了想 决定放学找他 把这封情书还给本人 当面说清楚比较好 于是 他便收到了抽桌里 眼睛的余光 一直看着顾真的江孟希 见顾真把情书收起 心底犯起了一阵委屈 以前我收到的情书 都是直接扔了的 他为什么要收起来呢 难道顾真是想答应下来 江孟希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心中一阵烦躁 放学 顾真拿出信封 对着江孟希说道 你先去教室 等我处理完事情 再和你继续练歌 江孟希沉闷地点了点头 顾真没有多想 一手拿着信封 便走了 他看了看署名 是高一五班的 一个叫许圆圆的女生 他刚走到五班门口 便听见有两个女生的谈话 圆圆 你今天跟二班的一个男生表白了 还很害羞 哈哈 不过我听说 那男生长得也不帅啊 切 你真当老娘 我是喜欢她 这是许圆圆的声音 那你是 还不是听说二班来了个女生 叫什么江孟希 私下里被男生称为女神笑话什么的 你想想 我要是把她同桌给勾引走了 不就证明 我比那个江孟希还有魅力吗 就是 那个江孟希 我也早看她不爽了 天天冷着一张脸 跟谁在那装呢 哼哼 我告诉你吧 这只是 我给她的一个下马威 以后有她的好果子吃 那个叫顾真的你 准备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稍微给她点好处 比如拉拉手什么的 吊着她呗 稀稀 还是圆圆你厉害 对话不断传来 顾真面无表情 最终呵呵冷笑一声 直接撕掉手中拿着的信封 一仰手 把碎片散落在五班的班内 做完这一切 她转身离去 毫不留情 顾真不知道的是 她前脚刚走 一个阴暗的角落里 将孟希走了出来 目睹着顾真的杰作 她的嘴角扬起了一个好看的弧度 似乎要将时间倾倒 随即 她将喜悦收起 对着五班的方向不懈地冷笑一声 迈着修长的双腿 大步离去 五班内 许圆圆两人 看着突如其来的纸片 纷纷落下 先是一愣 许圆圆的那个同伴 随手捡起一些 仔细一看 不禁有些恶然道 圆圆 这些事 是什么 许圆圆随口问道 好像是你送给那个二班男生的情书 什么 许圆圆有些不可置信 也从地上捡起来了一些 片刻后 顾真 五班内传出一声充满怨恨的咆哮 第十六章 江孟希和顾真的行动 顾真在她和江孟希练歌的地方等了许久 才见江孟希姗姗姗来迟 你不是先走的吗 怎么来得比我还晚 顾真充满着疑惑 江孟希扬了扬手里的袋子 我去商店买了些饮料 不然排练时候 渴了怎么办 好吧 那你呢 干什么去了 江孟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对顾真说道 顾真笑了笑 随意地说道 没干什么 就是处理了些小事情 哦 江孟希没有说破 继续说道 那行 咱们这就开始吧 嗯 顾真点头应声道 两人大约练习了半个小时左右 江孟希的手机突然响了 两人停了下来 江孟希走出去接听了电话 顾真只见他对着电话那头点了点头 却什么话也没说 怎么了 当江孟希走近 顾真问了一句 没什么 不过今天我有点事 要不就先到这吧 没事 你就忙你的吧 顾真笑了笑 表示理解 一同走到校门口 江孟希忽然回头提醒了顾真一句 记得今天你答应我的 明天陪我上街 嗯 顾真的脚不顿了顿 一脸都无可奈何 知道了 无论发生什么 咱也不敢放你的鸽子 希望最好这样 江孟希走了 只留下顾真一人荼荼叹息 距离凌晨二中不远的一个街道上 两个女中学生并肩走着 嘴里时不时抱怨着什么 我看这个顾真 就是个穷屌丝 什么玩意吗 居然还敢撕掉情书拒绝我 其中一个女生愤愤地说道 哈 一定是圆圆你天生丽志 让他心生自卑 另一个人如此安慰道 没错 这两人正是许圆圆和她的那个朋友 许圆圆似乎还是有些一不平 不管不顾地说道 还有那个江孟希 不就长得好看了点吗 我总有一天要让她好看 你要让谁好看 一道女生传来 当然是江孟希了 许圆圆以为是她的同伴说话 直接说道 这时 她的同伴戳了戳她 许圆不满地说道 怎么了 她同伴一脸地害怕 圆圆 刚才我没说话 那是谁说的 许圆圆毫不在意地问道 随即两人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子 在她们身后直直地站着 清澈的目光中带着平静 平静得有些可怕 许圆圆愣愣住站在原地 江 江孟希 她有些不可置信 江孟希缓缓向前踏了一步 吓得两人连连后退 哼 江孟希不懈地吃笑一声 就你俩这胆子 还想找我的麻烦 不 见江孟希这副样子 两人都吓得说不出话来 放心 我来找你 不是因为你要找我的麻烦 那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顾真 她 对 我只想问问你 凭什么看不起顾真 江孟希咬字格外地重 脸若冰霜 我 我没有看不起顾真 许圆愣连忙摆手 慌乱地狡辩道 那你就是看上顾真了 江孟希身上的冷意加深 反问道 许圆愣都快哭了 有些崩溃地说道 我求求你 放过我吧 你想让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以后 不许再接近顾真 明白了吗 江孟希的语气中 带着不容置疑 明白了 明白了 许圆愿连连点头 这时候 她才渐渐反应过来 江孟希这是在替顾真出头来的 江孟希见她的目的已经达到 转身就走向街边停靠的一辆车 毫不留情 看都懒得看许圆愿 两人一眼 圆愿 我们快走吧 许圆愿的那个同伴 扯了扯许圆愿的衣袖 小声说道 嗯 许圆愿失神落魄的应了一声 她也不知道自己刚才怎么了 为什么一见到江孟希就感觉到了发自内心的害怕 她 为什么会有这么可怕 而又强大的气场 两人继续结伴行 不同于之前的事 两人都显得格外沉默 然而 他们刚走了一段路 又忽然停住了 许圆愿感觉整个世界都不美好了 刚走了一个江孟希 这帮人又是从哪冒出来的 她看了看堵着他路的七八个人 为首的艺人 她觉得有些眼熟 好像是二班的一个叫徐伯文的家伙 听说他在学校里 还是个刺头 你 你们想要干什么 许圆颤抖着声音说道 听说 你放话想让江孟希好看 徐伯文大大咧咧的说道 没有没有 怎么可能 许圆圆连连否认 啊 你最好没有 如果你敢 我让你回个家都不得安稳 懂不懂 徐伯文言语间带着威胁之意 不会的 我 我再也不敢了 这下 许圆圆真的被吓得哭出来了 那行 记住今天 希望下次 我不会再出现在这儿 徐伯文撂下狠话 带着一帮子人 浩浩荡荡地走了 许圆圆小声抽气了一阵 当她缓过神来 心中在想 这些人莫不是顾真找来的 时间回溯到顾真撕掉情书 离开之后 她找到了放学后 还在学校逗留的徐伯文 直接说道 徐伯文帮我个忙 舞班的许圆圆想要对江梦熙不利 放学后 你找人吓唬吓唬她 虽说顾真相信江梦熙的武力值 但为了以防万一 她还是觉得防患于未然比较好 此时的徐伯文 经过了上次不堪的经历 也早已经对江梦熙死了心 听说 有人对江梦熙不利 她也是为之一了 上次江梦熙突如其来的疯狂 即便是她 也被吓得不轻 但是上次的表白 她和顾真的关系 也拉近了许多 顾真既然都开口了 她便答应了下来 放心 不就是吓唬人吗 等着看吧 嗯 顾真见徐伯文答应下来 也便放宽了心 另一边 江梦熙通过电话 联系上了正要上网吧的周扬 周扬 帮我一件事 可不可以在校门口 盯着舞班的许媛院 等她一出校门 就打电话给我 周扬虽说不明就里 但还是拍了拍胸口答应了下来 于是 也便有了许媛院 这场悲惨的遭遇 第十七章 逛街小日常 周六 对于顾真来说 原本应该是美好的一天 但一想起 要和江大魔王上街 顾真的心情就不美好了 她 只好和睡懒觉 打游戏 看电影 忍痛挥手告别 收到江梦熙的电话提醒 顾真穿上一件运动装 便下了楼 两人约好在步行街的 一个路口见面 顾真骑上电动车 怀着忐忑的心情 奔赴而去 快到了地方 她远远地便看见 江梦熙已经在那等着了 江梦熙一副简约的打扮 一身粉红的连衣裙 把高挑的身材给衬托了出来 俏皮而又不是清纯 在阳光的照耀之下 白皙的脸庞显得粉嫩 眼帘低垂 清亮的眼眸一闪一闪的 可以称得上人间角色 江梦熙往人群里一站 真的是鹤立鸡群 想不起眼都难 顾真随意扫视几眼 还能看见几个男生 在附近晃悠 眼角的余光 时不时看向江梦熙 更有甚者 似乎是想上去搭讪 谁知江梦熙低头看着手机 理都没理 那男生有些尴尬 灰溜溜地就走了 顾真把电动车停好 便静止走了过去 晃悠着的那几个男生 见顾真的目标是江梦熙 脸上都带着幸灾乐祸的笑容 前面那个搭讪失败的前辈 就是前车之剑 还敢过去 不怕丢人吗 顾真不知道他们几人的想法 走到江梦熙的旁边 说了一句 你干什么呢 听见顾真的声音 江梦熙连忙抬起头 翘脸上带着浅浅的笑容 欣喜地娇声道 你来了呀 怎么这么嘛 语气中 还带有些许的埋怨 咔嚓 顾真似乎听到了周围人心碎的声音 但紧接着 便感受到了艳羡和极度的目光 哎 顾真心中低叹一声 我真的很想低调 但是 和江梦熙在一块 无论是谁也低调不起来 我来得慢吗 你不是说十点吗 现在才九点五十八分好吧 我还早到了两分钟呢 对于江梦熙的问题 顾真看了眼时间 耿直地说道 江梦熙 偷偷摸摸观察着的路人 所以 你就让一个女生在这等你 江梦熙有气无力地说道 她是真的无奈了 对于顾真的这个情伤 恐怕这辈子是治不好了 属于无药可医的那种 她来这么早 还不是想早早地见到顾真吗 我让你等了 谁让你来这么早的 你来这么早 还能怪在我头上 真是不可理喻啊 顾真的言语 依然是那么的直白 没有一丝丝改变 但她话音刚落 便感受到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杀气名士 有这么好看的女生在等你 已经是你八辈子 修的福气了好吧 你居然还这么说话 到底是谁在不可理喻 你难道不知道 在男女比例失衡的今天 漂亮的纯天然女生 已经是很稀缺的了 有种你放开 让我来 这是路人们共同的内心大喊 顾真被看得有些不自在 似乎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便机智地转移话题道 走吧 咱们先干什么去 嗯 先去银行 江梦熙沉音片刻 决定道 去银行干什么 江梦熙一副看智障的眼神 去银行还能干什么 去取钱啊 工商银行门口 江梦熙进去了 顾真却留在原地 看着银行的标识 陷入了沉思 没一会 江梦熙走了出来 看着顾真 一副思考人生哲理的样子 有些好笑 你这是干嘛呢 顾真回过神来 对着江梦熙说道 你注意到了那些银行的标识了吗 建行是CBC 存不存 农藏是ABC R不存 工商行是ICBC 爱存不存 名声是CMSB 存妈傻播 这 江梦熙愣住了 想不到顾真居然还能这么联想 便开玩笑地说道 你别说了 再说小型律师喊警告 听到这话 顾真瞪大了眼睛 随即便装作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嗯 我刚刚说什么了吗 你可不要诬蔑我呀 好好 你刚才啥都没有说 可能是我听错了 看着顾真装傻充愣的样子 江梦熙笑得都弯下了腰 哎 说吧 江大公主 接下来干什么去 今天晓得我奉陪到底 但很快 顾真就对她的这句话 感受到了后悔 走 去前面的商场买衣服去 我的衣服其实不太多 江梦熙直指接下来的目的地 顾真嘴上说着好 心里却在冷笑 衣服少 我信你个鬼 前世 江梦熙专门就用两个房间 来放她的衣服 女人都有爱美的天性 当她们说自己化妆品少 衣服少的时候 顾真表示千万不要相信 星号 果然 没过多久 顾真左手大包小包地拎着 右手同样 就连脖子上也挂着两个衣服的包装 她气喘吁吁的跟在江梦熙身后 对于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感觉生无可恋 见到顾真这副样子 江梦熙有些不忍 是不是买的有点多了 要不 咱们谢谢 顾真呼出一口气 一听见谢谢这两个字 像是快要汗死的鱼儿遇到了水 汗不狂点 好好好 咱们谢谢 看其神情像极了受气的小媳妇 那什么 我帮你拿一点吧 江梦熙对着顾真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顾真把脑袋伸了过去 江梦熙有些疑惑 什么意思 顾真叹了口气说道 你把我脖子上挂着的这俩拿走吧 我手疼不出来空 江梦熙 此时正好到了中午 两人商量了一下 决定找个地方 一边休息 一边把午饭解决了 但没走多久 顾真意识到了 有些不太对劲 路上走过的行人 看向顾真的眼神 似乎带着笔 顾真有点摸不清状况了 直到 他遇到了一对情侣 一个肌肉男手里拎着 身上挂着的包装 比他的还多 但却脸部红气不喘 他的小女友腻外地说道 亲爱的 要不要我帮你拿一点 不用 我不累 他声音红亮的地说道 亲爱的你真棒 都不用人家帮忙呢 那是 也不看看我是谁 你看那边那俩 男的居然还要女的帮忙拿东西 真是不争气 一看就是甚虚 亲爱的你小声点 别让他们听见了 咱们快走吧 嗯嗯 好的 哎 你等到我啊 看着两人的身影 渐行渐远 顾真面无表情 表示 因为那肌肉男的大嗓门 他其实已经听到了 哎 顾真叹了口气 最终在江梦希的诧异中 默默地拿过他手中的 两个衣服袋子 他的那一声叹息 似乎在为当今社会的男生们 感到悲哀 劝 天下的田狗们 好自为之 第十八章 悸动的内心 如果说 和江梦希逛街上半城是痛苦的 那么下半城 顾真表示很轻松 因为 他再也不用再拎些什么东西了 是江梦希使用了超能力 拜托商场的工作人员 把买的东西 都给打包送到了家 顾真也便没有了 大包小包的负担 两人走着走着 便来到了步行街后边的公园中 在林荧道边 有一位长发男子 在奋力地迈着唱 周边也为了许多路人观看 轻快的节奏响起 熟悉的感觉迎面来 即便是许多年过去 顾真有时也会时常记起 这首歌的旋律 又是一个安静的晚上 一个人窝在摇椅里乘凉 许松的素颜 便是这个时代 永远也无法抹去的记忆 也许是因为许松本人过于低调 也就造成了许多人只识其歌 识其名 却不识其人 如果再看你一眼 是否还会有感觉 当年素面朝天要多纯洁 就有多纯洁 不画半熟的眼线 不用抹云粉底液 暴雨天 照光街 偷笑别人花了脸 当高潮响起 许多人也不由自主地 跟着哼唱了起来 顾真凑到江梦熙旁边 低声问道 你是素颜吗 等会如果下雨 你可别脸花了呀 我是啊 不幸仔细看看 江梦熙坦然道 顾真睁大眼睛 细细打亮着江梦熙的皮肤 还真是一点化妆的痕迹 也没有 白白嫩嫩的皮肤透着水灵 真的是天生丽质 这点 是顾真羡慕不来的 按理来说 你们女生的化妆品 不是很多吗 那是她们 不是我 我从来不化妆 有时候顶多敷一敷面膜吧 江梦熙的语气中 带着满满的自信 你妙 顾真竖起了大拇指 很快 一首唱完 那卖唱的长发男子 擦了擦头上的汗 拿起地上放着的一瓶水 直接灌了起来 这时 江梦熙突然走上前去 顾真一愣 她是要干什么 江梦熙对那长发男子 不冷不淡地说道 您好 可以让我来唱一首歌吗 那长发男子一见江梦熙 震住了 直到已经拧开的水 洒到她的衣服上 才反应了过来 江梦熙眉头不经意间皱了皱 又问了一句 可以吗 那长发男子有些慌乱 结结巴巴地说道 当然可以 你 你请 谢谢 江梦熙点头道谢一声 便拿起了放在地上的吉他 她先弹了几下 试了试音 最终 才缓缓弹起了一首歌的前奏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 直到感觉你的皱纹 有了岁月的痕迹 直到肯定你是真的 直到失去力气 江梦熙一边唱歌 目光注视着顾真 充满着深深的情意 她这一世 真的不想再错过顾真了 她想要和她一起 谈一场甜甜的恋爱 走进婚姻的殿堂 组建一个美满的家庭 随着时光的流逝 看着对方慢慢变老 相濡以沫 往后余生 有你就好 江梦熙的感情是偏执的 也是独一无二的 她浅浅的心房 也只能容得下 对于顾真的欢喜 这首歌 似乎融尽了 她所有的感情 即便世间反复颠倒 日月不再轮回 我都不在乎 因为我 至少还有你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 至少还有你 值得我去珍惜 而你在这里 就是生命的奇迹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 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 你掌心的智 我总记得在那里 江梦熙低沉的声音 似乎在潜肃中肠 柔情似水 牵扯着顾真悸动的内心 一刹那间 顾真突然觉得 江梦熙有些陌生 她好像 真的变了 上一世 她不曾有过笑颜 这一世 她笑眼如花 上一世 她不曾对人妥协 这一世 她默默迁就 上一世 她不曾为人着想 这一世 她完完有疑 顾真迷茫了 从未有过的迷茫 她的内心也无法告诉她 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江梦熙 这个答案 注定要她自己去探寻 一曲唱罢 四方掌声雷动 那长发男子也暗暗赞叹 鼓起勇气 对着正要离开的江梦熙说道 等等 请问 呃 可以加个企鹅好友吗 以后关于音乐上的事 咱们可以探讨探讨 对不起 江梦熙眼中带笑 长发男子神色落寞 我有男朋友了 她会吃醋的 江梦熙突然又说了一句 随即走上前去 先先束手拉住了顾真宽大的手掌 顾真 江梦熙淡淡的体香 沁人心脾 顾真感受着江梦熙温暖柔和的小手 有些不知所措 走吧 男朋友 江梦熙小脸微微一侧 浅浅的小酒窝显得俏皮可爱 啊 好 走 走吧 顾真不知道说些什么 两人渐渐走远 握着手走了许久 顾真沉默了一阵 这才发现居然还牵着手 便不好意思说道 那什么 这手可以松开了吧 江梦熙轻轻松开 走到顾真的对面 娇声说道 怎么 男朋友 牵着手不舒服吗 你 你别乱说啊 谁 谁是你男朋友 我已经凭本事单身了十几年 怎么可能栽在你的手里 顾真仗红着脸 额上的青筋条条站出 睁电道 哎 可惜可惜啊 我本有意 奈何君却无情 白白辜负了人家的一番情意呢 江梦熙眼帘低垂 楚楚可怜地作怪道 顾真双手环抱在胸口 冷眼旁观 一副我静静看你表演的表情 哎呀 你都不配合一下我 江梦熙终于不在左腰 拍了拍顾真 称怪道 这 你应该让我怎么配合 顾真无奈地说道 嗯 江梦熙思索可片刻 这才说道 你应该说 这位小娘子 长得好生俊俏 既然你倾心于我 我怎能有富家人 不如哪天 我备好三里六聘 上门提亲 顾真 讲真的 顾真有些遭不住了 抱歉 有被聊到 顾真笑了笑 说道 我觉得我应该说 这位小娘子好生俊俏 不如跟大爷 我到寨子里去 吃香的喝辣的 想一辈子轻浮 岂不快活 这一下 话风突变 然后官兵剿匪 落得个苦命鸳鸯的下场 江梦熙接话道 扑 两人对视一眼 忍俊不惊 第十九章 一个特殊的日子 约莫到了下午七点多 顾真才回到了家 然而 当他刚刚打开门 却发现屋里的气氛 有些不太对劲 顾涛和赵兰坐在沙发上 用一种幽深的眼光 直直地盯着顾真 顾真在门口换上拖鞋 有些奇怪 一低头 便看见地上放着 七八个衣服的包装 咦 妈 你也去上街了 都买的什么衣服 顾真笑着说道 试图活跃一下 这种诡异气氛 都买的什么衣服 你自己打开看看 不就知道了 赵兰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顾真心里泛起了嘀咕 便把这几个包装 都给打开看了一遍 男是上衣 男是裤子 男是风衣 男是T恤 男是鞋子 而且 居然还都是学生款的 顾真心中又惊又喜 妈 你怎么给我买这么多 这搞得我好意外啊 赵兰呵呵一笑 意外 确实很意外 你再看看茶几上的那个卡片 你会更意外 卡片 这时 顾真才注意到了一张红色的印制卡片 她 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卡片缓缓打开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红彤彤的爱心 下面 还有一行小字 前世的相约 今世的遇见 很高兴有你的陪伴 今天的祝福 是对你深深的喜欢 尽管 你可能已经忘记了我们的今天 江梦希 看完 顾真心里一凉 她明白了 她全都明白了 这些衣服 根本不是赵兰买的 而是她和江梦希逛街的时候 江梦希不知道什么时候偷偷买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江梦希居然直接寄到了她家 那张卡片肯定也被顾涛和赵兰看过了 凉凉天意练艳一身花色 落入凡尘伤情着我 顾真此时 已经在心里为自己唱起了凉凉 说吧 这些都是怎么回事 顾涛靠在沙发上 看不清楚她是个什么态度 语气平淡地说道 这 顾真支支吾吾 说不出话来 她要怎么解释 她能怎么解释 难道要她对二老说 我是重生者 那个叫江梦希的女人 也是重生者 她性格高了 想要儿子 我当她来应付相亲的挡箭牌 怎么 编不下去了 赵兰志问道 哼哼 怎可能 这 其实是一个很长很复杂的故事 那就长话短说 顾真思绪急速运转 最终缓缓开口说道 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班赚来了一个巨丑 但很有钱的女生 但她偏偏对你儿子我情有独钟 我呢 当然是不屑一顾 而她居然试图 想用这种送礼的方式 让我屈服 那个叫江梦希的女生 真的不怎么好看 顾涛有点好奇了 真的 顾真坚定地说道 如果江梦希在这里 听见顾真的话语 定会打出三个问号 你 说的都是真的 赵兰显然对于顾真说的话 表示有些怀疑 当然了 我这么乖 怎么会骗人呢 顾真故作乖巧地说道 呵呵 赵兰扯了扯嘴角 乖还是算了吧 不过有一个问题 那个女生说 你可能已经忘记了我们的今天 那么 今天是什么日子 顾真此时也是一脸的猛 今天什么日子 今天也不是什么节日啊 江梦希 为什么要说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她摊了摊手说道 这个 说实话 我真的不知道啊 我现在也是 充满着疑惑 那行吧 暂且相信你 不过给你个警告 现在你的身份 是一个高中生 别搞那些虚头八脑的 好好学习 才是王道知道吗 赵兰点了点头 郑重地对顾真说道 知道了 我肯定会以学习为主的 什么 你说谈恋爱 谈恋爱是什么东西 顾真语气中充满着不屑 这下 她又多了一个 拒绝江梦希的理由 就说父母不同意 嘖嘖 顾真给自己点了个赞 事情解释清楚之后 顾真便回到自己的卧室 关上门 打开了电脑 一登上企鹅号 她就急冲冲地质问道 你搞什么 怎么还给我买东西了 还寄到我家里去了 你不开心吗 江梦希秒回 呵呵 我开心个鬼 顾真讽刺一句 这下 江梦希没有回复 直接发起了视频通话 顾真想了想 点击了接受 哎 你知道吗 你给我买这么多东西 都让我爸妈看见了 知道了又怎样 你爸妈肯定会喜欢我的 江梦希随意说道 这 顾真张了张嘴 没有说话 确实 上一世 当顾涛和赵兰知道 江梦希要和她结婚后 也是对这个儿媳 极其的满意 江梦希长得漂亮 年轻有为 又怎能不讨人喜欢 甚至 他们还时常对顾真说 儿啊 你能娶到江梦希这丫头 是你十辈子都修不来的福分 以后可要好好对她 不过 我有一个问题 顾真突然想到了什么 开口问道 什么问题 今天 到底是什么日子 顾真的问题说出口 江梦希的眼神深处 闪过一丝的黯然 但紧接着就消失不见 今天 是我以前不懂得珍惜 现在却十分期待着的一天 江梦希的语气充满着回忆 也带着几分的悲凉惆怅 所以 顾真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我先下了 还不等顾真开口继续追问 江梦希就啪的一下 挂断了通话 顾真出去一看 江梦希的头像也按了下去 顾真盯着电脑屏幕盯了许久 今天是什么日子 这个问题 在她的脑海中一直盘旋着 唉 最终顾真低声地哀叹一声 关上了电脑 熄灭了灯 便呆呆地躺在床上 她拿出手机 反复翻看着日历 就连各大搜索网站也查了几遍 还是没有找到什么结果 她 有些失眠了 黑暗中 顾真的眼眸闪着光 脑海中翻看着过往的回忆 突然 她似乎想起了什么 身子直直地挺了起来 她连忙又打开手机 把日历翻到2026年的今天 2026年6月23日 一嫁娶 纳财 定萌 顾真想起来了 今天不是什么传统节日 而是 上一世他俩结婚的那一天 所以 今天是他俩前世的结婚纪念日 顾真看着手机上的日历 看了许久 第20章 顾真的变强计划 周一 顾真一来到学校 江梦希就对她说道 明天就是文艺会演 今天放学 咱们在最后排练一遍 为保万无一失 顾真想了想在里 便说道 没问题 早读期间 刘振华把顾真和江梦希叫了出去 明天表演 你们要唱什么 我把节目给学校报一下 情歌对唱 小酒窝 江梦希大大方方地说道 情歌对唱 刘振华用一种别有意味的眼光 看了两人一眼 便点了点头走了 江梦希由于出众的外貌 一转学过来 就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但其高冷的性格 也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渐渐地 学校里传来了些许的谣言 你听说了吗 二班新转来的那个江梦希 据说和他同桌关系不一般 怎么说 你看吧 江梦希一过来 就要求和他现在的同桌坐一起 而且 他对于其他人不假词色 偏偏对他那个同桌 笑意盈盈的 你这么一说 感觉确实很不一般 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据说啊 他俩还一直在一块吃午饭呢 我去 那你说 他俩什么关系啊 我听说 就那男的 家里特别有势力 在整个龙国 也是数一数二的 他和江梦希 从小就是娃娃亲 但他不想 被婚约束缚 就一个人逃到了临城 但他万万没想到 江梦希得知他的情况后 居然直接追了过来 哇塞 这么劲爆 徐小点声 记得别说出去啊 这样的风言风语 在校园里传得火热 身为二中的百事通 周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自然是极为的惊讶 周扬找到顾真 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顾真听后 我家里有很试炼 在龙国 也是数一数二的 我和江梦希娃娃亲 我是逃到临城呢 顾真心里甚至在想 他们说的真的是我 我真是江梦希的那个同桌 泽泽 不过话说回来 你和江梦希到底什么关系 和你一起做 和你一起吃饭 还和你关系这么亲近 你要是说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都不信 哎 顾真低叹一声 其实吧 江梦希是我的远方表妹 远方表妹 看着也不像啊 周扬小声嘀咕道 什么意思 顾真不解 江梦希这么好看 而你却 开个玩笑 不过有一说一 你家远方亲戚的基因真好 呵呵 顾真冷笑 狗贼受死 顾真回到座位上 却发现江梦希 一直捂着肚子 脸色有些苍白 你怎么了 不舒服 顾真关切地问道 没事 就是痛惊 江梦希有气无力地说道 痛惊 顾真有些不好意思了 便尴尬地说道 要不要喝点热水 江梦希声音沉闷地说道 喝热水能包治百病吗 你是不是哪天腿摔断了 都要喝上一杯热水 顾真想了想 说道 要不我去学校医务室 给你买点药 江梦希一听 心里美滋滋的 便雀跃地说道 去吧 顾真付着手 晃悠悠地走了出去 许久 顾真拿着一个药瓶 走了进来 江梦希一脸地期待 给 顾真直接递给了过去 江梦希接过来 仔细一看 震住了 这是 止血药啊 顾真一脸地认真 我痛惊 你给我买止血药 江梦希满是不可置信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 你流着血 多疼啊 给你止止血 不就好了 顾真一本正经地说道 很好 江梦希的嘴角 勾勒出一个危险的弧度 她好像突然有了力气 站了起来 顾真往后退了一步 你 你要干什么 我觉得吧 这止血药 还是给你用吧 顾真听懂了 江梦希难道是要施暴 她想都没想 用尽全身力气 往外边冲去 但还没跑一步 后面的衣服 就被江梦希一手抓住 顾真惊恐地说道 你别过来啊 你不要逼我 我其实很强的 松 松手 啊 疼疼疼 顾真惨叫连连 顾真愤愤不平地坐在椅子上 心中觉得江梦希十分不讲道理 我好心给你买药 你居然打我 简直是不可理喻 到了放学 由于江梦希身体的不适 最终的排练也没有进行 顾真回到家中 越想越气 越想越气 他猛一拍桌子 气愤地说道 不行 不能再这么下去 我要变强 顾真心中 想要把江梦希打败的欲望 愈加强烈 他打开电脑 想了想 觉得变强第一步 就是拥有一个强大的体魄 顾真搜索着 男生如何锻炼身体 他翻看了几条 便在一张纸上写着 俯卧撑 仰卧起坐 下蹲起 那今天 就先来三十个俯卧撑 五十个仰卧起坐 一百个下蹲起吧 顾真也是发狠了 他这次 即便再累再酸 也坚持了下去 最终 当他昨晚最后一个下蹲起 他直接泪趴了下来 呼 他缓缓喘了口气 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腹部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觉得自己 似乎真的是强壮了不少 顾真心中幻想着 江梦希想要出拳 他一把抓住 随即以雷霆之势 反制住江梦希 江梦希被他打得阴阴直哭 顾真在一边猖狂大笑 嘎嘎嘎 顾真想着想着 就乐得笑出声来 第21章 演出开始 一日清晨 顾真对于今天下午的表演 感到了十分的紧张 这可是人生第一次啊 从未登过舞台的他 今天就要登上了 从未表演唱歌的他 今天就要表演了 早上上课 顾真就显得格外坐立不安 江梦希在旁边看了他一眼 笑了笑 怎么了 这就感觉紧张了 顾真尽管心里慌得一痞 但嘴上还是充满着不屑 啊 我会紧张 笑死 哦 你要是不紧张 为什么手还会抓住我的笑服 顾真低头一看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的手居然不知不觉中 抓住了江梦希笑服上衣 咳 不好意思 顾真连忙松开手 干咳一声 有一点点的尴尬 放轻松 江梦希拍了拍顾真的肩膀 表示安慰 哎 顾真叹了口气 趴在桌上 试图放空自己 下午 时间14点30分 学生纷纷涌进了学校的大礼堂 顾真越想越紧张 瘦 心 似乎都在发抖 他紧紧贴着江梦希 双眸微闭 心中反复默念 我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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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 凡是学校举办的典礼 刚开始必定有学校领导的讲话 凡是讲话 又必定是长篇大论 领导讲话以后 又有主持人的致辞 几番折腾过后 才开始了正式的表演 第一个节目是开场舞 顾真坐在靠后的位置 看不清那些女生的脸 只能看见白花花的大长腿 顾真似乎忘记了他内心的紧张 目光直愣愣地看着 哼 只听见耳边传来一声轻笑 一阵寒意袭来 顾真回过神来 扭头一看 便见江梦溪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好看吗 江梦溪的语气中带有一言不合 就要将顾真毁灭地意味 看什么 我有点近视 这么远 我什么都看不见 顾真开始了装傻冲愣 那走 昨天下午咱们没有排练 不去找个安静的地方 再最后练习一下 啊 我觉得还是看节目吧 顾真带有几分的恋恋不舍 真不去 江梦溪双眸微眯 去 我想了想 之前咱们排练的还有些瑕疵 我这就走 顾真连忙站起 拍了拍屁股 目光最后扫视了一遍舞台 最终带着遗憾而去 顾真跟着江梦溪来到了一间屋子 走了进去 顾真便看见了众多的礼服 这 这是 这些都是 我准备的礼服啊 给 这是你的 江梦溪随意说着 还递给了顾真一件男士白色衬衫和西裤 你先把这件换上 我先出去 江梦溪留下一句话 便关上门 又走了出去 顾真下意识地拿过衣服 傻傻地陷在原地 是 什么情况 不是说好的排练吗 三分钟后 顾真打扮整齐 从里面走出 白色的衬衫 让顾真整个人身上 都呈现出一种干净利落 阳光帅气的感觉 身下的西裤 把顾真有些瘦弱的身材 给衬托得很好 江梦溪打亮了一眼 满意地点了点头 那行 你在这等着 我也去换一件礼服 江梦溪对着顾真交代道 顾真在外边等了许久 才见江梦溪缓缓走出 只见江梦溪身穿一件洁白礼服 露出精致的锁骨 礼服后面有些镂空 白皙的后背若隐若现 型号不大不小 正好盖过膝盖 展现出细腻娇嫩的小腿 江梦溪吟吟一笑 将自身的魅力散发到了极致 顾真酸兮兮地说道 你这件礼服不行啊 江梦溪一愣 仔细看了一遍 诧异地问道 还可以啊 为什么不行 你看 前面录得太多 你的锁骨都出来了 还有后面 这些都什么玩意 镂空的一点艺术感都没有 最后一点 我感觉这里服有点短 这小腿入着成河体统 顾真语气絮絮叨叨地说道 江梦溪 她先是有些无语 最终心里还是喜悦的 因为 她能感受得到 顾真话里话外 对她的在乎与占有欲 好 那我换一个 江梦溪笑着说道 换 必须换 顾真的语气异常地坚决 这下 等江梦溪再次出来的时候 穿着就保守了许多 和顾真一样的白衬衫 一样的西裤 简单又不是大方 快 你俩快准备一下 快到你们了 正在这时 周扬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通知道 啊 顾真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江梦溪给拽走了 幕后 顾真手里紧紧握着话筒 出着危害 下面 有请高一二班的江梦溪 和顾真 为大家带来情歌对唱 小酒窝 放顾真听到了主持人的这句话 便和江梦溪 一步一步走到了台上 前奏响起 舞台灯照耀在两人的身上 演出 开始 第二十二章 其实我也很普通的 我还在寻找 一个依靠 和一个拥抱 开口 顾真忘乎所以地 沉浸在了节奏之中 她忘记了紧张 对于台下的人山人海 不再感到畏惧 幸福开始有预兆 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 然后孤单被吞没了 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 到了江梦溪 她神情款款地看向顾真 一边向她慢慢靠近 底下的学校领导 也在观看着这场文艺会演 一个秃顶的主任 看起来十分气愤 猛一拍桌子 怒冲冲地说道 成何体统 这次会演 居然还表演情歌对唱 这难道不是 有早恋的倾向 校长 我建议等下来 直接约谈这两位学生 凌晨二中的校长 眼皮微微抬起 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 上面那丫头 是江洪家的 江洪家的 就算是江洪来了 那主任下意识地接话道 起初是不在意 但她越想便觉得 江洪这个名字愈加熟悉 直到 她反应过来 我想说的是 就算是江洪来了 我照样要当着她的面 表扬台上的这两位 小小年纪 就能有如此的唱功 很了不得 我建议 这次会演的一等奖 就是他们的吧 他俩要不得一等奖 没有天理啊 那主任的语气愈加卑微 哼 校长笑了一声 没有说话 翻了翻身子 继续扮迷着眼看着表演 小九窝长睫毛 是你最美的记号 我每天睡不着 想念你的微笑 你不知道 你对我多么重要 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 台上的两人 不知道会演的一等奖 似乎已经预定好了 在副歌部分 表演得更加迈力 这首歌 似乎很好地表达了 江梦希的心声 在接下来的有限生命中 她很期望 能有顾真的时刻陪伴 有了你 我的人生才算完整 上一世 我缺席了你高中 大学的生活 那么这一世 我会伴你身边 不要成为彼此的过客 三分多的歌曲 很快便接近了尾声 我永远爱你到老 两人齐声 做了个收尾 目光对视 万语千言 尽在此中 啪啪啪 当节奏结束 底下的那位主任 率先卖力的鼓掌 接着带动老师 也开始鼓掌 老师也带动学生鼓掌 一时间 整个学校的大礼堂 因为两人的歌曲 变得似乎有些不一样了 顾真愣了愣 最终被江孟希给扯了扯袖子 才缓过神来 和他一同鞠了个弓 便退到了幕后 还没来得及换上衣服 顾真便看见了三个熟悉的身影 正向他们走开 一个是班主任刘振华 还有两个 似乎是 顾真不可思议地揉了揉眼睛 直到他看见江孟希眼中的震惊 才知道 这不是什么幻觉 顾涛和赵兰 居然也来了 刘振华走过来 拍了拍顾真的肩膀 是以鼓励 表现得不错 这次值得表扬 看 我还特意打电话通知了你父母 惊不惊喜 顾真面无表情 没有说话 惊喜没有 但是惊吓有了 因为他想起了 上次的那个谎言 当顾涛和赵兰走了过来 谁知道看都没有看顾真一眼 反而把目光看向了江孟希 赵兰连连称赞 这姑娘长得真好看 咦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江孟希知道这两人是顾真的父母 便礼貌地说道 阿姨好 我叫江孟希 是顾真的同桌 江孟希 赵兰低声嘀咕一句 总感觉这个名字 有点莫名的熟悉感 她瞅了一眼顾真 脑海中的记忆 逐渐浮现出来 赵兰记起来了 好像那个给顾真买衣服 写小纸条的人 就叫江孟希 而且 她还想起了顾真曾经说过的话 这个女生惧丑 家里有钱 对她情有独钟 家里有钱这个暂且不提 对她情有独钟 目前也看不出来 但是对于惧丑这个描述 赵兰很想对顾真抱一句粗口 你眼瞎 如果江瞅这个字眼 来形容江孟希 那么这个世界上 将不再拥有美 难道是顾真的审美观 出现了问题 赵兰面不改色 笑嘻嘻地说道 哈 原来这就是江孟希啊 我听我家儿子提起过你 说你长得不好看 今天一看 我才知道顾真就是个谎话篓子 明明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 噗 顾真内心吐血 她已经能感受得到 来自亲生母亲的辈子 江孟希淡淡地看了顾真一眼 看不清她的内心想法 便撩了撩头发说道 阿姨说笑了 其实我不算漂亮 我也很普通的 话一说完 几人对视一眼 顾真 顾涛和赵兰 刘振华 顾真总感觉 江孟希这句话 似乎是对她的讽刺 第二十三章 往后余生 请 真 福也 顾真一直觉得 她这个名字 会给她带来好运 然而如今看来 恰恰相反 她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赵兰和江孟希 聊得挺开心 顾涛和刘振华 聊得也挺开心 只有顾真一人 顾玲玲的 不知如何安放 直到江孟希 对赵兰说了一句 阿姨 时间也差不多了 等会我和顾真 还要看看 能不能得个奖 赵兰似乎对于江孟希 极为满意 便笑着说 去吧去吧 我和顾真 她爸等会 也会回家 嗯 那好 阿姨再见 江孟希做了个告别 便叫上顾真 一起往两人的座位上走去 气氛有些沉默 顾真有些不敢说话 听你妈说 你觉得我长得不好看 家里有钱 还对你一见钟情 江孟希突然说道 脸上带着细血的笑容 这 顾真低下头 不知道怎么说是好 不过 你说的有一点 说的挺对的 江孟希缓缓开口说道 嗯 你说的是 你家有钱 不是 其实我家的那点钱 放在全国啥也不是 江孟希自在地说道 那 顾真不敢问了 江孟希说 有一点说得挺对 那么肯定不是长得不好 也不是家里有钱 那么只有最后一个情况 对她一见钟情 正当顾真犹豫之际 江孟希落落大方地说道 你想的没错 我就是对你一见钟情 所以 你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江孟希低下头 看着脚尖 紧张地不敢去看顾真 如果不是顾真亲眼所见 她几乎不敢相信 这就是未来叱咤商场的江孟希 此时此刻 顾真犹豫了 她内心无比地挣扎 以往 江孟希高冷 霸道 不讲理的性格 让她避之不及 然而 自从重生开始 江孟希的形象 在她心里逐渐地发生了改变 她变得爱笑了 也总是把顾真放在心上 顾真在过往与现实间 反复纠结着 江孟希见顾真这么久都没有说话 心中一暗 最终带着几分的哭腔说道 哈哈 我刚才是开玩笑的 说完 她转身就要走 刚走没两步 后面的校服 突然被顾真抓住了 她听见顾真用一种极其认真的声音说道 那就在一起吧 江孟希内心的黯然一扫而尽 明媚着喜悦 我没有开玩笑 顾真一本正经地说着 她想清楚了 她没有必要生活在前世的记忆中 无法自拔 前世的记忆总有些虚幻 但是如今发生的事情 却是实实在在的 江孟希的心意 情意 她如今也能切实地感受得到 江孟希笑了笑 绝美的笑容 明媚了整个夏天 那 往后余生 请多多指教 顾真突然想到 和江孟希真正在一起后 她将会面对无数情敌的挑战 想到这 顾真有了一种上了贼船的感觉 便有气无力地说道 往后余生 请手下留情 听到这话 江孟希脸上的笑容一将 哼 你果然还是那个头铁的顾真 她突然向顾真走近 顾真也已然感觉到了死亡的来临 啊 疼 清 清点 顾真惨叫连连 江孟希突然觉得自己 又多了一个快乐源泉 那就是欺负顾真 顾真揉了揉发酸的肩膀 郁闷地说道 我不是说手下留情了吗 你 你这样会失去我的知道了吗 江孟希摇了摇头 顾真一愣 什么意思 在我这儿没有前任 只有丧偶 江孟希霸气十足地说道 顾真突然对于自己刚才的决定 感到了后悔 我的天 顾真以为江孟希的病骄 只是轻微的 但她万万没想到 江孟希的病骄 居然已经到了这么一个丧心病狂的地步 居然动辄变丧偶 怎么 你后悔了 江孟希目光平静中带着寒意 对顾真说道 顾真善笑一声 怎么会 能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是我一直都不敢相信的事情好吧 不过 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为什么喜欢我呀 我这么平平无奇的 好像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吧 顾真问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她也想知道 江孟希这么大的变化 由高冷变成病骄 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你相信重生吗 江孟希犹豫了一下 最终说道 顾真装傻充愣地说道 什么是重生 就是你带着十几年后的记忆 回到了现在 江孟希解释道 江孟希以为顾真会表示 十分的惊讶与感兴趣 却没想到她 直接掏出了一个手机 你要干什么 打个120 赶紧带你去看看 江孟希 呵呵 她冷冷一笑 接着杀气凌然地对顾真说道 找死 顾真握着手机的手颤抖了起来 她刚刚似乎又在作死 第24章 牵手被抓 下面 获得本届文艺会演义等奖的是 灯光交织之下 一位男主持人面不带笑 慷慨激昂地说道 台下的许多人 也不禁平住呼吸 让我们欢迎高一二班 由江孟希与顾真带来的 小酒窝 二班的人听了 纷纷站起身来 激动地拍了拍手 江孟希淡然地起身 似乎对于这种场面 早已司空见惯 反观顾真 就显得颇为激动 毕竟这可是人生第一次的第一名 最后 学校领导开始说典礼闭幕致词 长篇大论之下 也预告着这次典礼的圆满结束 学生纷纷散场 江孟希和顾真没有选择人挤人 而是等到最后才离开 空无一人的操场中 两人肩并肩 缓缓前行 忽然 顾真的手感受到一股温热 她低头一看 便见江孟希牵起了她的手 江孟希对着她甜甜一笑 男女朋友不就应该牵着手吗 这 学校里这样 不好吧 性格较为内向的顾真 显然有些不太适应 江孟希正要开口说话 突然听见后方传来一声怒斥声 前面那两个牵住手的学生 给我站住 顾真连忙回头一看 只见一个秃头的中年男子 正向他们快步走来 顾真心里一突 想都不想 拉起江孟希的手就跑 一边跑一边解释道 这是学校的教导主任 被我们称为王黑脸 要是被他抓住了 咱俩就完了 王暴今天很气愤 身为凌川二中的教导主任 今天居然遇到两个学生 在牵着手闲逛 他觉得 这是他的失职 杜绝早恋 从我做起 但他没想到 在他的威严之下 那对学生 居然还敢逃跑 在他看来 这就是对他的挑衅 王冒一剑 连忙地追了上去 然而 毕竟是年龄大了 怎么可能跑得过两个年轻人 他一剑距离越来越远 便急忙地大喊道 你在跑小心我调学校监控 敢明全校通缉你 这一招果然奏效 顾真听了 想了想 最终一咬牙 便和江梦西停了下来 唉 逃得过初一 逃不过十五 早死要死都得死 现在停下来 认错态度良好 说不定还能争取个宽大处理呢 见两人停下 王冒这才停下来缓了口气 随即面目威严 负着手往两人走去 渐渐的 两人的面目逐渐浮现在眼前 王冒隐隐约约觉得有些熟悉 当在走近了些 看见江梦西那独一无二的角色 他才猛然意识到 这不是今天文艺会眼上 唱小酒窝的那两人吗 那女生 似乎是江红的女儿 咳 他干咳一声 正要开口 老师 我们错了 顾真打断他的发言 态度良好的认错到 王冒的一张黑脸 顿时有些红润 脸上堆着笑容说道 你们合错之友 那 你叫着我们是 顾真试探地问道 可 你俩这不是得了一等奖吗 我来嘛 就是恭喜一下 下次继续努力哈 王冒一边笑着说道 一边还给两人 做了一个加油的手势 顾真猛了 这还是他印象中的 王黑脸吗 难道是他刚才没有看见 他和江梦西牵着手 不可学啊 谢谢夸奖 江梦西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不卑不亢地点头说道 哈哈 那我就不打搅二位同学了 王冒临走前 还用一种莫名的眼光 看了顾真一眼 顾真有点摸不着头脑 奇怪地问江梦西 怎么感觉王主任 今天有点不一样 难道他没看见 江梦西摇了摇头说道 谁知道呢 顾真摸着下巴 思索了半天 突然一拍手 一脸的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 什么 我想明白了 王主任一定是 今天忘带眼镜了 没有看清 江梦西 第二十五箱 补课计划 转眼间 就到了一月一度的月考时间 以前的顾真 是抱着破罐子破摔 横竖都是一刀的态度 对于考试 没有丝毫的紧张感 现在的顾真 有了考进全班二十的目标 坐在考场上 却总有些坐立不安 第一场语文考完 周扬找到顾真 问道 第二三道 选择题你都选的啥 顾真想了想说道 我选的是BBC吧 周扬一愣 随即嚎啕大叫 啊 不会吧 完了完了 我选的ACB 感觉语文要完了呀 顾真拍了拍周扬的肩膀 叹了口气 安慰道 没关系 说不定我的也有错呢 说完 他转头 又对江孟熙问道 前三道 你选的什么 江孟熙很简洁地说道 Dad 顾真和周扬面面相去 所以 咱们一道题一样的都没有 顾真语气有些忧郁 所以 咱俩前三道全错 周扬接话道 不 不可能 说不定江孟熙出错了呢 顾真内心深处 突然升起了几分的侥幸 江孟熙淡淡地瞥了她一眼 用一种自信的语气说道 收起你那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语文成绩 从来没有下过145 基本上在148左右徘徊 而我的语文选择题 容错率0% 顾真沉默了 周扬也沉默了 两人似乎都在沉思 生而为人 我很抱歉 接下来的考试 顾真再也没有 问过江孟熙 关于考试当面的问题 直到当考试结束 对过答案之后 顾真看着卷子上的 众多红叉叉 内心显然有些抓狂 不过 相比于之前 顾真觉得这成绩 还是有些进步 江孟熙也翻了翻顾真的卷子 摸了摸精致的下巴 她沉思了一阵 最终认真的说道 你这成绩 还是不行啊 哎 顾真哀叹一声 无奈地说道 我也没办法呀 总是感觉学不坏 咱俩身为男女朋友关系 大学自然是要在一起的 出国留学 想必你也是不愿的 所以你觉得 咱俩上京都大学如何 江孟熙似乎永远都考虑得这么长远 顾真 她一脸的奇怪问道 你觉得 我能上京都大学 江孟熙一张翘脸微微上扬 怎么不能 既然你自己不行 所以只能 由我来帮你 你帮我 对 我决定了 从今天起 我给你补习 江孟熙直接拍板决定道 不行不行 哪来的时间 顾真这摇头 就放学后啊 江孟熙想了想 说道 顾真有些犹豫说道 我想回家吃饭怎么办 江孟熙气急 所以 你就是不想 跟我待在一块对吧 顾真看着江孟熙 微微握紧的小拳头 有些怂了 不是我不想 就是害怕我妈不让啊 哼那你等着 江孟熙突然笑了起来 拿出了手机 拨打着一个电话号码 顾真一愣 你在干嘛 给你妈打电话 你从哪来的我妈号码 顾真猛了 上次文艺会演 你妈给我的呀 不是 不等顾真说话 电话接通了 喂 阿姨你好 我是顾真的同桌江孟熙 因为顾真同学的成绩有点不好 我想在放学后 给他补补课 你看 江孟熙突然像换了一个人 巧笑奄然地说道 嗯嗯 好的 电话那头 赵兰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江孟熙笑得愈加开心 最终 他把电话递给了顾真 诺 你妈让你接电话 顾真怀着忐忑的心情 拿起手机 凑到耳边 直接听见赵兰的咆哮声 小兔崽子 你想翻天 你同桌给你补课 你为什么拒绝 你看看 你这多好的同桌 你还不知道珍惜 顾真看了江孟熙一眼 远离了他几步 用一种细微的声音说道 妈 你听我解释 你上次不还是说 不让我高中谈恋爱吗 我这是把威胁 扼杀在摇篮之中 他以为赵兰会来一个表扬 谁知道他以为并不是他以为 赵兰冷笑 呵呵 你如果有本事 找个女朋友 是你同桌那样的 哪怕你小学谈恋爱 我也不管你 顾真 变了 他觉得自己亲爱的妈妈 真的变了 难道 颜值真的是正义 好了 就这样了 大不了多给你点钱 到时候补课 你就在外边和你同桌吃完饭吧 赵兰说完 丝毫不给顾真拒绝的机会 直接就挂断了电话 顾真愣在原地站了半天 江孟熙一步一笑 来到顾真面前 你妈都同意了 这下总可以补课了吧 顾真一咬牙 心底发狠 不 以后谁都别想拦住我补课的欲望 京都大学 两年后 等着我吧 然而 顾真豪放的话语中 似乎带有一丝丝的无奈 他想了想两年后 如果真的考上了京都大学 接受采访 请问 你是如何在两年的时间内 逆袭考上京都大学的 顾真微微一笑 笑容中带着苦涩 哼 我说 我是被迫的你们信吗 好家伙 顾真顿时有那法尔赛的画面感了 第26章 双向奔赴的爱情 补课 应 来 先把你所有科目的卷子让我看看 帮你分析一下 江梦西看着顾真说道 顾真把卷子翻了出来 放在江梦西的桌子上 江梦西一看 一脸的嫌弃 你看看你 考试考不好就算了 卷子都不整好 皱巴巴的 顾真顿时扎心了 为什么要整理好 为了好看 考试 是为了检验 你这段时间的学习 而从错题中 可以看出 你学习中的漏洞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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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会你要把所有错题 都整理到错题本上 什么 顾真看着卷子上的一个个红叉叉 不敢置信地蹭的一声站了起来 你在开玩笑 你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 江梦西一脸地认真 呼 顾真呼出一口气 试图做最后的挣扎 哎 我也想整理错题啊 可惜 我没有错题本啊 哈哈 顾真最后的笑 似乎有些猖狂 江梦西微微一笑 没有说话 顾真正得意着 却见江梦西 似乎在从抽桌里 拿什么东西 顾真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只见下一秒 江梦西就拿出五六个崭新的笔记本 向顾真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诺 我都给你买好了 看 我这个女朋友 做得贴心吧 顾真贴心的都快哭了 好 你太好了 我 我认了 时间21点37分 江梦西看了看认真写作业的顾真 又抬头看了看时间 行了 今天就到这吧 听到这话 顾真疲惫地揉了揉眼睛 那行 当两人收拾好 走出教学楼 月光皎洁 撒在两人的身上 灯火阑珊 家人相伴 顾真看着江梦西平静的侧脸 她直到现在 总有些不真实的感觉 江梦西天之娇女 拥有着无数人都为之极度的容颜 而她 仅仅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高中生罢了 如果要说特点 她顾真也是重生的算不算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顾真低着头 问了一句 问吧 你说 你怎么会喜欢我这样的人 顾真嘲弄地说道 你是怎样的人 我说的不算 别人说的也不算 只有你自己说的才算 不过 在我看来 你是一个勇敢的人 奋进的人 善良的人 忠诚的人 而且 在我心中 你就是最有魅力的 这些 都是我喜欢你的理由 喜欢你的全部 喜欢你到 可以包容你所有的缺点 江梦西和顾真双目对视 她眼中的光 似乎能将这黑暗照亮 哼 顾真笑了笑 你不这么说 我都不知道 我还有这么多的优点呢 总之 你是最好的 再见了 我的男朋友 不知不觉中 两人走到了校门口 江梦西奄然一笑 对着顾真摆了摆手 走向了街边 停靠着的一辆车 那就 明天见 顾真说了一句 便迈着坚定的步伐 离校园缓缓而去 一步一步 似乎在表达着 她内心的某种情绪 哼 变强 真的很难吗 上一世 她已经躲在江梦西身后 陆入无为 直至生死 这一世 她不想重蹈覆辙 她要成为那个 可以站在江梦西前面的男人 她真的 不想再逃了 我要和你拥有 双向奔赴的爱情 江梦西家 灯火通明 当一辆汽车使劲 江红连忙跑了出来 瞧手一盘 江梦西从车内走出 江红的老脸上瞬间浮现出了喜悦 梦西啊 你可不可 不饿啊 累不累啊 用不用休息啊 江红殷勤地说道 江梦西无奈 爸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江红尴尬地挠了脑后脑勺 嗨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不过 你为什么要给你同桌补课啊 你看看你 都回来得这么晚 多危险啊 江梦西想了想 说道 嗯 可能是我同桌成绩太差了吧 成绩太差 平时也没见你这么热心啊 江红狐疑地说道 咦 对了 你那同桌男的女的 江红又继续问着 男的 江梦西随口说道 哦 女的就好 什么 男的 起初 江红只是下意识地以为江梦西说的是女的 当她反应了过来 突然跳起来大喊一声 她握紧双拳 轻筋抱起 哑咬切齿地说道 说 那家伙是谁 你突然要转到临川二中 是不是就因为她 江梦西摇了摇头说道 爸 这你就不用管了 说完 她便走进卧室 关上了门 江红站在原地 愣了许久 她反复地来回走动 最终发出一声气急败坏的怒吼 到底是哪个小兔崽子 拐走了我家的小棉袄 阿帖 阿帖 顾真连打两个喷嚏 摸了摸鼻子 她打开电脑 视频通话 看着屏幕里江梦西精致地撬脸 顾真便感到了几分满足 江梦西 你看着吧 以后我要你 成为我顾真的小棉羊 顾真大放厥词 江梦西开心地笑了笑 那我期待着 你成为大灰狼先生的那一天 目光对视 两人齐齐笑了起来 第27章 顾真的改变 顾真日常锻炼完身体 正要上床睡觉 突然想起了什么 便又打开了电脑 点开浏览器的收藏家 里面只有一个内容 让女生喜欢你的小妙招 她是反着来 试图让江梦西来讨厌自己 可惜 计划不知道为何 中途夭折 如今 她决定正着来 顾真再次仔细看了看第一条 外表是你给女生留下的第一印象 所以 一个干净整齐的形象 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哪个女生 都不喜欢邋遢的男生哦 看完 不放心的她 又看了看第一条底下的评论 赞同 赞同加一 我身为一个女生 确实比较讨厌那些邋遢的男生 谁不喜欢一个干净整洁的帅哥呢 顾真放心了 她上电脑之后 她连忙跑着照了照镜子 头发油不油 乱不乱 最近脸上没有起痘痘吧 咦 这嘴唇是不是有点干了 这发型感觉有点普通啊 顾真一边照着镜子 一边喃喃自语 她洗了把脸 拿着照兰用的一些护肤品 在脸上倒过了半天 又擦了擦润唇膏 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再次回到了卧室 躺在床上 顾真微笑着 睡了过去 一日 顾真五点多就起来了 洗了把头 拿起发疏和吹风机 一边吹着头发 一边整理发型 最终打上发胶 把发型固定好 顾真书包一胯 照了照镜子 大背头 就此在顾真头上诞生 一路上 不同于上次的故作邋遢 这次路上的行人 用一种难以言喻的目光 看着顾真 顾真心里疑惑 我发哥的同款发型 怎么可能不帅 难道 隐藏在我普通外表下的帅气 终于被发现了 顾真洋洋得意 这一次 他一定要悄然惊艳住所有人 来得比较早 江梦熙还没有到 顾真便安稳地坐在位置上 想了想 又摆出了一个沉思者的姿势 果然 没一会 他便感受到熟悉的忧香 从旁边传来 耳边响起了江梦熙的声音 你在这干什么呢 顾真嘴角微微上扬 随即整理了一下服饰和头行 转过身去 啊 女人 看本大爷 我帅不帅 顾真用霸道总裁的话语说道 啊 果然 他已经看出了江梦熙眼中的呆滞 怎么样 顾真一脸的期待 期待着江梦熙的赞扬 江梦熙的脸上勉强笑了笑 然后转过身去 不看顾真 用一种极其委婉的语言说道 你这发型 怎么说呢 很有特色 当然了 这可是我今天早上整理了好久的发型 今天上学 好多行人 都被我的帅气给吸引住了呢 顾真一拍手 话语间充满着莫名的自信 呵呵 江梦熙扯了扯嘴角 没有说话 你确定 他们是被你的帅气而吸引 而不是你的 奇怪 早读 班里的同学也时不时往顾真那看上眼 随即窃窃私语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没一会儿 刘振华大步走近 日常担负起了监督学生的工作 他站在讲台上 目光环视着四周 忽然 一个大背头 没有一丝丝防备的 进入了他的视野 刘振华目光一宁 伸手一指 来 顾真 你站起来一下 正在安安静静 做一个美男子的顾真 他茫然地站了起来 问道 老师 怎么了 刘振华忍住心里的一口气 张红着脸说道 你解释一下 你整这么个发型 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嗯 老师 难道我这发型不帅吗 你要说什么心理 那就是 我要改变自己的一个心理吧 正如 我可以改变世界 改变自己 改变隔膜 改变小气 说到最后 顾真甚至还自我陶醉地唱了起来 啪 刘振华终于忍不住了 手一拍桌子 伸出三个手指 去 把你那大背头赶紧去卫生间 给我恢复正常 三 二 一 你不要逼我发火呀 刘振华双手环抱 正在犹豫不决的顾真 听到刘振华这么说 连忙跑到教室外 缓缓走进学校的卫生间 照了照镜子 他带着怀疑的语气 问了一句自己 这头型真的不好看吗 唉 看了半天 顾真叹了口气 打开水龙头 便开始整理发型 当发型整理好 恢复到了原状 顾真这才回到了班级里 一进班 便收到了刘振华 带有警告意味的眼神 顾真犹豫了一下 突然问了一句 老师 我刚才那头型不帅吗 哈哈 刘振华还没有说话 班里同学的笑声 先是回答了他 这 顾真秒懂 他突然悟了 这发型或许真的很奇怪 闷闷不乐的他 再次回到座位上 逐渐陷入了自闭 网上的那些追女生的小妙招 也不中用啊 我这大背头都整上了 难道不算是好的形象 江梦西看着趴在桌子上的顾真 笑了笑 其实你这头型 并不适合你现在的年龄段 现在的你 整上一个大背头 怎么说呢 显得你整个人都憨憨的 有一种违和感 啊 原来如此啊 顾真恍然大悟 看来以后的他 应该要三思后行 谋定而动了 今天着实有些草率啊 第28章 自己打败自己 第二节课以下 刘振华便走了进来 宣布了一个重要的通知 林川知名企业家江红 要来学校给高三学生加油鼓劲 建议咱们高一也一起来听听 江红 听到这个名字 顾真自然也不陌生 对于这个老丈人 顾真前世经常受他的冷眼相待 人前世凌晨富豪 风光无两 人后却是一个妥妥的女儿奴 不过 今天他为什么要来 顾真隐隐约约有种感觉 这次江红的到来 高三只是顺带 他们高一才是正主 顾真想要开口询问江孟希 但是一想到他不能暴露重生的身份 便只好忍了下来 不过 顾真虽然不能开口问 但是他可以偷偷看江孟希的表情啊 顾真淡定地瞥了他一眼 见江孟希似乎也是一脸猛 便心中琢磨着 难道江红要来 连江孟希也没有告诉 算了 不管了 船到桥头自然直 顾真便跟着大部队 一同来到了上次开文艺会演的大礼堂中 一进去 便见投影仪上有一个巨大的头像 江红身穿一身中山装 双手环抱 面露微笑 没一会儿 江红手拿一个话筒 缓缓走近 大家好 我是江红 许多人对我或许感到非常的陌生 心里都在想 这个老头子是谁啊 凭什么来跟我讲话 我这次呢 不是用一种社会身份过来的 而是以一种长辈 过来人的身份 来潜谈高考与你们的人生 接下来 便是江红的长篇大论 顾真对于江红的发言 丝毫不感兴趣 前世的他 表示早已经对于老丈人的发家史 了如指掌 无聊加瞌睡 等于现在的顾真 昏昏欲睡 江红没讲一会儿 顾真的眼神就开始迷离了起来 头部摇摇欲坠 终于 啪 得一声 顾真的脑袋 就枕在了江孟熙的肩膀上 江孟熙 哎 江孟熙无奈地摇头笑了笑 帮顾真调整了一个舒适的姿势 这才把目光继续投向台上 江红在侃侃而谈 但是 你真的以为 他在认真讲话吗 并没有 他一边在诉说过往 一边在台下扫视着 试图寻找江孟熙的身影 由于江孟熙天生带有的光环 人群中 自然是不难找到的 很快 江红找到了 江红不可思议地擦了擦眼睛 他貌似看到 一个男生 居然枕在了江孟熙的肩上 这 江红的讲话 也是为之一致 脑海中一片空白 他居然在这一瞬间 忘记了接下来的讲话内容 自家高冷的女儿 他怎么可能不了解 平时别说和异性接触了 即便是女性朋友江孟熙 也是寥寥无几 江红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 一个男生居然把脑袋 枕在江孟熙的肩膀上睡觉 做人的素质 没有让他冲上去 按住顾真把他抱锤一顿 江红忍住了 他握紧着话筒 目光看向顾真 突然笑着说了一句 哈哈 看来我讲得很无聊嘛 那个男生居然还睡着了 江红似乎生怕 别人不知道是谁一样 还伸出手 指了指顾真的方向 顿时 礼堂内上千人的目光 齐齐聚焦在了顾真的身上 江孟熙 此时 底下的人内心想法各异 凌川二中校长 咦 他旁边靠着的 不是老江家的吗 莫非 教导主任 嘖嘖 难道江红不知道两人的关系 有好戏看了呀 吃瓜 JPG 一众学生 他是谁 居然还把头靠在江女神的肩膀上 他怎么敢的呀 狗贼 拔刀吧 饶氏前世经历了无数大场面的江孟熙 此时也是倍感尴尬 于是他伸出小手 戳了戳顾真 然而 江孟熙的小动作 在其他人看来 像急了打情骂靠的小情侣 扑 众人内心吐血 顾真迷迷糊糊地睁开了双眼 似乎是感受到了所有人的注视 他突然吓得一个机灵 什么情况 顾真的眼中充满着茫然 他带着询问 看向江孟熙 江孟熙俏皮地瘫了瘫手 没有说话 正在此时 江红发话了 这位同学 你是不是觉得我讲话很无聊啊 确实很无聊 这是顾真内心的真实想法 但是他能说出来吗 不能说出来 于是顾真语气诚恳地说道 我觉得很有趣 江红笑了一声 所以你就有趣地睡着了 嗯 这 其实我刚才听到您的讲话 觉得十分有理 于是便陷入了沉思 谁知道 由于昨天学习太晚 一不小心想都想着就睡着了 哎 错过您的一些讲话 我真的是倍感遗憾 顾真语气真诚 唏嘘间充满着错意的感慨 江孟熙忍不住扭头看了顾真一眼 似乎在说 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的 无耻 无耻啊 无耻啊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江红内心愈加觉得这个小子有嘴滑舌 十分的不靠谱 不行 我不能让孟熙受到这小兔崽子的欺骗 江红瞬间感受到了来自一个父亲的责任 便不折不挠地质问道 那你说说 我刚才讲了什么 你是怎么受到启发的 顾真纳闷了 这个前世的老丈人 怎么就跟我过不去了呢 不就睡了一觉吗 至于这么的小心眼 顾真努力回忆着前世的记忆 便开口说道 刚才您说 您是白手起家 即便是遇到了各种的困难 诱惑 也始终没有放弃 忘记自己的本心 我当时就想起了一句话 勿忘初心 方德始终 江红愣住了 江梦熙也愣住了 他奇怪地看了眼顾真 难道 他刚才真的有在认真听讲 江红老脸一红 试图用笑容来缓解尴尬 这位同学看来真的有在听啊 那就 坐下吧 江红的最后一句话 带着深深的不甘心 顾真微笑着坐下 内心暗暗松了口气 还好还好 前世江红经常在他耳边 吹嘘着他过往的光辉事迹 虽说耳朵都听得起了茧子 但如今 也总归有些用处不适 如果江红知道顾真的内心想法 定会有很多问号 所以 江红是用前世的自己 打败了现在的自己 第29章 贴心小男友 江红把演讲草草结束之后 越想越气 不甘心的他 直接打了一个电话 喂 帮我调查一个人 就是我女儿现在的同桌 听说好像叫顾真 对 我要他从幼儿园到现在的所有能查得到的信息 挂完电话 江红狡诈地笑了笑 像急了一只老狐狸 小兔崽子 叫你打我女儿的主意 什么主意 突然一到声音旁边传来 江红慌忙回头一看 原来是自己的妻子 孙晴 我去 你吓我一跳 你知道吗 孟希好像找了个小男朋友 江红悄悄松了口气 又凑过去 对孙晴小声说道 什么 孙晴直接叫了一声 站了起来 江红对于妻子的这副反应很满意 便翘着二郎腿 做了一口茶水 真的 你说这个孟希过不过分 小小年纪居然还早恋 所以 身为一个合格的父亲 我要棒打鸳鸯 然而 孙晴似乎没有听到江红说话一般 满脸的激动 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太好了 想不到咱们女儿居然真的会对异性感兴趣 不 我还以为 孟希要孤独一生的节奏呢 快 给我说说 那个男生长得帅不帅 家境怎么样 即便不好 其实也没关系 我觉得 长相和家境都是次要的 人品才是第一位 江红 停 江红喊停了 无奈地说道 你再说下去 是不是就要谈到结婚了 结婚 此话一出 孙晴像是 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一般 更加的激动了 你说什么 结婚 好主意啊 我觉得 咱们要不要先上门把亲给定下来 什么彩礼的都无所谓 只要那男生能对孟希好就行了 孙晴说着说着 突然一转头 发现江红不见了 咦 人呢 厕所里 江红抽着闷烟 满脸的悲愤 唉 这家 我还能不能待下去了 正在这时 手里想了起来 江红看了一眼 连忙接听 怎么样 查到了吗 好 好样的 行 资料就发我邮箱里就行 麻烦了 他满怀着期待打开邮箱 入眼便是顾真不知道什么时候照的一个大头照 就这 还没有一半的帅气呢 江红不屑吐槽 顾真 起的什么名字 还是没有孟希这个名字好听 则则 小学就考这么点分 一看学习就不好 总之 接下来 便是江红的疯狂吐槽时间 当江孟希给顾真补完课回来 发现江红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闷着一张脸 怎么了 江孟希奇怪地问道 过来 给你看个东西 江红黑着一张脸 对江孟希招了招手说道 什么 江孟希凑近一看 是一幅顾真的资料 你看看这 江红翻来一页 指着一个地方说道 江孟希一看 上面写着 顾真于14岁时 因肠胃不适 到医院就医 这 有什么问题吗 江孟希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你看看上面写的 肠胃不好 光凭这一点 就可以看出来 他是一个妥妥的软饭男 江红气愤地说道 江孟希 爸 我记得 你上次好像犯过肠胃炎吧 那你是不是也是一个软饭男呢 哦 而且情况貌似 还比顾真的严重 江孟希这副样子 像急了一个妻子 对于丈夫的维护 Pul First Blood 江红扎心了 没想到 养了十几年的女儿 居然帮着外人对付自己 那 那这个呢 你看 他小时候的有一篇作文 题目是 我的愿望 里面居然写着 他的一个愿望 是娶一个漂亮的女人 为妻 多么低俗 肤浅的一个人啊 江红不甘 试图做最后的挣扎 然而 他说完抬头一看 却见江孟希嘴角微微上扬 充满着幸福感 口中在男男说道 原来他是想要娶我为妻吗 嘻嘻 Pul Double Kill 江红败了 这一次 他没有输给顾真 而是输给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爸 我先上楼了 只见江孟希嘴里哼着歌 一蹦一跳地上了楼 江红注视着江孟希开心的背影 眼神猙獰 顾真 很好 想要得到江孟希 那就先过了我这一关 不然 没门 咦 如果女儿求我怎么办 想到了 江红揪了揪头发 再次发起了愁来 问 顾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答 顾真是一个越挫越勇的人 今天改造形象的失败 已经让他认识到了 这次失败的根源就是准备的不够充分 于是 顾真再次打开了那个帖子 第一条暂时被他掠过 直接看起了第二条 身为一个男生 最要懂得察言观色和体贴 你要在女方最需要的时候 给予他最温暖的问候和呵护 无论是哪个女生 都喜欢一个有安全感的男朋友啊 察言观色 体贴 呵护 顾真摸了摸下巴 若有所思 顾真又上网搜了搜女生最喜欢什么 看着网络上五花八样的答案 他一个个记在了本子上 想了想 顾真又发起了和江梦溪的视频通话 刚刚接通 顾真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Please Say Say You Like What Think 江梦溪小嘴微张 反映了搞半天才搞懂这句故事英语的意思 他一只手托起精致白皙的下巴 嗯 我喜欢什么 我 喜欢你啊 喜欢我 顾真想不到居然是这个回答 沉思了半天才恍然大悟 误了误了 顾真再次误了 好了 我先挂了 得到了答案 顾真直接挂断了通话 诶 等等 看着顾真按下去的头像 江梦溪还在发猛 他 这是怎么了 顾真 不会又要像今天一样搞出什么幺蛾子吧 不会吧 不会吧 江梦溪突然有些拿捏不住了 另一边的顾真 又查了查资料 当觉得自己这次万无一失的时候 他才关上了电脑 第二天 顾真元气满满地起床了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他给自己打了口气 贴心小男友 正式上线了 无狐 起飞 第三十章 顾真的三板斧 来到学校 顾真这次发现 江梦溪也来得比较早 顾真看着江梦溪 摸着下巴沉色的片刻 就在江梦溪错以为 他今天是不是没有打扮好的时候 他突然说道 这椅子你做得难受不难受 有没有感觉有点硬 哈 江梦溪一脸地问号 座位不是没关系 贴心男友来解决 让一让 靠一靠 坐垫这就来放上 顾真一边说着字边的rap 一边掏出一个坐垫 示意江梦溪起来 江梦溪站起来 看着顾真把坐垫放上去之后 他伸手摸了摸顾真的额头 咦 没发烧啊 顾真气急 我这是在关心你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 关心 平常怎么没见你有多关心我啊 江梦溪一边细细回想 郁佳觉得顾真今天的行为十分可疑 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求我 顾真有气无力地说道 唉 看来我终究还是错付了 扑痴 江梦溪无嘴笑了一声 好好好 你的好意我就收下了 顾真立马便兴奋了起来 我就说 我这次怎么可能失败 咳 江梦咳了一声 什么失败 咦 只听见顾真轻易一声 目光灼热地看着江梦溪 你刚才咳嗽了 江梦溪一愣 有吗 有 顾真很坚定地点了点头 随即她不知道从哪掏出了一瓶药 放在了江梦溪的桌子上 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妈说 咳嗽一般都是感冒的前兆 为了以防你传染给我 所以 你还是把药吃了吧 你说你让我吃药 是为了什么 江梦溪瞪大眼睛 一副怀疑人生的表情问道 为了以防你传染给我 顾真理所当然地说道 体贴男友第一条 要时时刻刻 顾及女友的感受 泽泽 我这样说 是为了让江梦溪 对于感冒这件事 没有任何负罪感 哎 我真是体贴 呵呵 我看你是不是不舒服了 然而 情况似乎与顾真想象的 有些不一样 我 我好着呢 身体背棒 吃妈妈香 顾真似乎还没有意识到 周围诡异的气氛 不不不 我看你是真的疲痒了 江梦溪的语气 愈加地变得危险了起来 呃 顾真面目一僵 额头上浮现出些许的冷汗 她连忙扭头 看着江梦溪蠢蠢欲动的双手 顿时觉得大事不妙 别别别 我错了 那你哪错了 江梦溪双眸中 闪过一丝的细血 我哪都错了 顾真虽然还不知道哪里错了 但她感觉 这个回答十分的万能 呵 敷衍 江梦溪冷笑一声 给了她一个果然是你的眼神 直接抓住了顾真的一只胳膊 啊 疼疼疼 住手啊 都说程咬金还有三板斧呢 她顾某人又岂能屈居人后 顾真正惊微作 看着江梦溪问道 你周末有时间吗 江梦溪原本被顾真高情商激起的怒火 瞬间吸了下去 内心泛着喜悦 你是邀约我吗 是 顾真开口肯定 听到这 江梦溪故作平静的外表 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小星星 连忙开口说道 那你要带我去哪啊 电影院 想了想 顾真给了江梦溪这么一个答案 这 江梦溪突然有一种梦幻般的感觉 这还是她印象中的钢铁直男顾真吗 那 你准备带我看什么电影啊 江梦溪充满着憧憬 顾真没有回答她 只是从兜里掏出了一个手机 说道 你看 票我已经订好了 放心吧 我从不打无准备的仗 江梦溪凑过去一看 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了 塞 塞尔号大电影四 圣魔之战 江梦溪一副你在逗我的表情 她甚至怀疑 顾真这家伙 是不是故意耍她开心的 对啊 到时候 让你领略一下 雷伊 卡修斯的帅气 有一个钢铁直男班的男友 江梦溪可以说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以顾真这样的情商 直接杜绝了做渣男的可能 有的是 顾真这家伙 似乎根本就不懂一个女生的心 咦 江梦溪正在忧郁时 她突然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你这座位是怎么选的 咱俩不是应该坐在一起的吗 你怎么还选了一个对角 你不要跟我说 没有票了的鬼话 就这电影我不信这么火爆 顾真摸了摸头 一脸憨笑地说道 哈哈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看电影吗 我怕咱俩坐在一起你感到尴尬 所以选了两个靠得远一点的 你就说 我贴不贴心 顾真一副你快表扬我的样子 江梦溪 江梦溪看着顾真 一副自我陶醉的表情 她突然有种 想捶爆顾真狗头的冲动 臭直男 最终江梦溪想了想 常言道 奇迹一跃 不能识步 鲁马实驾 功在不舍 对于顾真的改造 还要从长计议 这次就暂且饶了她吧 江梦溪觉得自己十分的宽宏大量 顾真不知道 自己有幸逃过了一场死劫 兄弟 你是不是跟江女神在一起了 现在校里校外 都是你们大大小小的消息 下课课间 周扬把顾真叫到一边 悄悄问道 顾真想了想 头微微上扬 一脸的唏嘘 是啊 我和她怎么就这么 在一起了呢 周扬 快说说 你是怎么追到女神的 周扬一脸的兴奋 急忙向顾真讨教道 顾真突然不说话了 她陷入了沉思 话说 我是怎么追的呢 不会吧 兄弟 你不会没有去追吧 周扬带着七分的怀疑说道 顾真挠了挠头说道 好像确实没有追吧 我俩就是稀里糊涂的就在一块了 哎 不管了 反正我们都在一块了 现在再谈追也晚了吧 周扬听了 顿时不争气的说道 兄弟你糊涂 无论是哪个女生 都十分享受被男友宠密的感觉 所以说 追求女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事情 你不能因为就在一起了 就不去追了 记住我一句话 追女生什么时候都不晚 哦 是吗 顾真突然觉得 周扬说的很有道理 是的 听我的没错 周扬的形象 瞬间在顾真心中升华 第31章 520朵玫瑰花 那 兄弟你快对我说说 我今天刚刚邀请他 周末一起看电影 这个算是追求吗 顾真连忙向周扬请教道 周扬摸了摸下巴 肯定的说道 当然算了 怎么不算 兄弟你可以啊 还知道邀请女生看电影 说吧 是爱情片 还是恐怖片 这 顾真话语一致 在一起 看电影 还有什么讲究吗 当然了 爱情片能让你们感受到爱情的美好 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 至于看恐怖片 就更有讲究了 你想想 在惊悚的那一瞬间 女友靠在你怀里 又是怎么样的感受 是不是男友力爆棚 周扬侃侃而谈 呃 我请他看的是 塞尔号大电影4 圣魔之战 这个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顾真小心翼翼地问道 什么 你说是塞尔号 周扬掏了掏耳朵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嗯啊 顾真点了点头 周扬 兄弟 我想问一下 你请他看塞尔号 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周扬突然觉得 顾真能从姜梦西手里活下来 真是个奇迹 顾真歪着脑袋想了想 呃 塞尔号真的不香吗 唉 这不是香不香的问题 问题 是你和女孩子看电影 不应该去顾及她的感受吗 你要按照她的想法来 周扬为顾真 急得直跺脚 哦 原来如此 顾真恍然大悟 难道她感觉姜梦西当时的表情 有点奇怪呢 原来问题出在了这儿 厉害 没想到你看着浓眉大眼的 居然还有这首 顾真对着周扬 竖起大拇指 称赞道 周扬骄傲地说道 那是 也不看看我是谁 想当年 我也是万花丛中国 片叶不沾身的好吧 哦 对了 再教你一招 如果你能在看电影的时候 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就更好了 周扬突然想到了什么 又给顾真支了一招 惊喜 什么惊喜 顾真没有反应过来 下意识地问道 嗯 这个嘛 我想想 周扬抚摸着下巴 扎了扎嘴 思索了片刻 突然 周扬惊喜地叫了一声 我想到了 鲜花 你可以买玫瑰花给她 毕竟 玫瑰代表着爱情与浪漫 对哦 顾真一拍手 附和地说道 回到座位上 顾真干咳一声 装作不去看江梦西脸的样子 直直地坐着 那什么 我又想了想 咱俩一起看塞尔号 确实有些不太合适 不如由你来选吧 嗯 郁闷着的江梦西 惊喜地转过头 指了指自己说道 你刚才说 让我来选看什么电影 对的 毕竟你是女孩子嘛 我想你可能也不太喜欢塞尔号什么的 顾真解释道 认真的 认真的 那行 到时候我来订票吧 江梦西觉得 顾真还是有的救啊 在江梦西的期待中 周六终于到来了 我到了 你在哪呢 已经出门 正在走着的江梦西 突然收到了来自顾真的一条消息 江梦西看了看这高照的艳阳 回复道 我已经出门了 这天气太热吧 他刚准备把手机放进包里 突然又一声叮咚的响声 江梦西拿起一看 只见顾真说了一句 哈哈 我不热 我在电影院售票厅等你 正吹着空调 我还买了一个雪糕 真爽 呲牙笑 江梦西 江梦西白皙的小手微微握紧 随即又松开了 不生气 不生气 今天是个好日子 为了这个 不知道 江梦西把心中的火气 给生生的压了下来 吹着空调的顾真 咬了一口雪糕 看了眼手里嘟囔道 奇怪 怎么不回我消息了 正在这时 周扬却给他来了一条消息 兄弟 怎么样了 顾真笑了笑 胸有成竹地回复道 放心吧 这次我准备十分充足 买了520朵玫瑰花 5 520朵 真的假的 周扬的语气中充满着怀疑 真的 我一个一个数的 周扬没有注意到 顾真亮词的运用 直接发了三个大拇指 随即附上一句 兄弟 这次你下的血本 我保证 让你物有所值 好了 不说了 不打扰你了 周扬说完 就下线了 顾真挠了脑后脑勺 下血本 什么意思 盼星星 盼月亮 江梦西终于来了 顾真看着江梦西 感觉她有些不一样了 似乎化着淡淡的妆容 你化妆了 嗯 好看吗 江梦西对着顾真转了一圈 随后问道 顾真憨憨一笑 好看 你化不化妆都好看 算你实笑 江梦西很欣喜地 接受了顾真的赞美 走吧 电影快开始了 说着 江梦西拉起了顾真的手 向观影厅走去 漆黑的影院中 只有一块硕大的屏幕 闪烁着光芒 顾真看了一眼江梦西 握着她的手紧了几分 我 今天其实还给你准备一个惊喜 惊喜 江梦西听了 侧着头疑惑地问了一句 什么惊喜啊 520朵玫瑰花 这些代表着我对你真挚的感情 顾真认真地说道 玫瑰花 还是520朵 江梦西像是被突如其来的幸福 砸晕了过去 颇为激动地说道 哪呢 话说 这么多玫瑰花 你放哪了 顾真看着江梦西 这样一副开心的样子 顿时觉得 周扬果然说对了 看来 这小子还挺懂的呀 哈哈 这都是小问题 顾真笑了一声 说道 嗯 你可以先闭上眼睛吗 好的 江梦西美眸缓缓闭上 满是期待 没一会儿 顾真带有磁性的声音传来 好了 你可以睁开眼睛了 江梦西觉得 自己睁开眼这一瞬间 似乎是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在影院微弱灯光的照射之下 江梦西隐隐约约可以看到 顾真手里拿着一包玫瑰花 茶 江梦西当时的表情十分震惊 顾真嘚瑟地说道 怎么样 不错吧 这可是我精挑细选的 520多优良的玫瑰花 据说 这泡茶喝 还有疏干礼器 美容养颜的作用呢 对于你们女生来说 是不是很适合 江梦西 她 终于忍不住了 第32章 可惜没如果 电影院中 顾真一脸猛地挨了顿打 然后看着江梦西 拎起包生气地离去 顾真 什么情况 我有做错什么吗 刚才还好好的 江梦西为什么突然生气了 以顾真钢铁直男的情商 自然想不通这一点 于是 她选择了求助她的好机友周扬 兄弟 救命啊 我都把玫瑰花给她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她突然就生气地走了 即便是隔着手机 周扬也能感受到顾真的凄惨 对于顾真这种情况 周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这没道理啊 按理来说 女生不都是喜欢浪漫的吗 难道是江梦西 她不喜欢玫瑰花 不过即便如此 她也不会生气地就走了吧 顾真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顾真在胶着地盯着手机 期待着周扬的回复 叮咚 只听见一声轻响 周扬来回复了 兄弟 我明白了 真相只有一个 那就是你的浪漫太突然 让她措手不及 感觉进度太快了 兄弟 你还是不太懂女人 你要知道 女人嘛 都是感性动物 然而 他们又不希望自己太容易感动 让男生不懂得珍惜 看着周扬发过来的一大串消息 顾真顿时钦佩的五体投地 原来如此 顾真连忙又问一句 那你说 我该怎么做 现在她肯定是非常的后悔 就这么的离去 想要回去 但是又拉不开面子 心里面却期望着 你能去追回她 看到这 顾真恍然大悟 原来事情是这个样子啊 我懂了 兄弟 我这就去追 别 先等等 谁知道顾真刚刚回复完 却被周扬给劝阻了 顾真 周扬不急不缓地回复道 我觉得这个时候 应该先量她一阵 让她再多受点煎熬 这样会让她更加明白 你的重要性 顾真想了想 犹豫了一下 最终说道 哎 可是我不忍心啊 周扬给她发了三个大拇指 随即说道 像你这么一个性格温柔 情商又高的人 也难怪可以俘获女神的芳心 可 低调低调 顾真谦虚地说道 行了 你快去追吧 别让她走远了 好嘞 说完 顾真把手机往衣服兜里一放 就往外面狂奔去 四周环顾 顾真也没有见到江梦西的身影 那么 福尔摩斯正式上线 从电影院出来 江梦西要么回家 要么就会去旁边的商场购物 如果她要回家 以她的角程来看 再加上今天天气的能见度 是三十千米 天气状况良好 所以 我只需要跑着去追大概五百米的距离 如果还看不见她的身影 那就只能说明一种情况 她没有回家 而是选择去了旁边的商场 顾真经过冷静的分析之后 连忙追了大概五百米的距离 果然没有看见江梦西的身影 顾真笑了一声 转身又向商场不急不忙地走去 商场一共有四层 每一层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店铺 如果挨个寻找 顾真表示 只能是既费时费力 还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所以 她想到了一个省时又省力的方法 那就是 用广播 凡是大型商场 为了以防小孩走丢 一般都会配有全商场范围的广播 可 顾真润了润嗓子 整了整一惊 深吸一口气 她 要开始表演了 阿姨 我妹妹走丢了 请问 可以帮我播一下广播吗 都怪我 都怪我没有看好她 如果我不那么地粗心大意就好了 如果我妹妹被人拐走了怎么办 那要我们一家怎么活啊 顾真一进广播室的门 便痛彻心扉地大喊道 闻者无不为之落泪 然而 顾真表演之后 却发现没有人回复 连忙抬头一看 愣住了 广播室里坐着的不是一个阿姨 而是一个看起来三四十岁的大叔 顾真 她连忙改口道歉道 不好意思这位叔叔 我太急了 竟然没有看清 那人连忙安慰道 没事的 没事的 这不碍事 快说说 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顾真脱口而出 她叫江孟熙 哦 这名字还挺好听的 你说说有什么特征 比如 今天穿了什么衣服 顾真想了想 说道 她穿了一件白色连衣裙 跨着一个淡粉色的包 哦 她最大的特点就是 很漂亮 那大叔良好的职业素养 让她忍住了吐槽 便打开广播 播音道 现在播报寻人启示 有没有顾客看到一个身穿一件白色连衣裙 跨着一个淡粉色包的漂亮女孩 最后 如果江孟熙小朋友听到广播 请就近求助商场服务人员 你哥哥在广播室等得很着急 他连续播报了十遍 才停了下来 另一边 商场里某个奶茶店 江孟熙正小口小口的 喝着买来的一杯珍珠奶茶 心里不断咒骂着顾真这个死直男 突然 连续十道的寻人启示 从商场里的大喇叭里穿了出来 此时 周围人的目光 瞬间聚集在江孟熙的身上 江孟熙 身穿白色连衣裙 没错 跨着淡粉色的包 也没错 长得漂亮 更没错 不过 这也不是个小女孩啊 周围的行人扫视了江孟熙一下 便放心地走了 呼 江孟熙此时哪里还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 呵呵 江孟熙小朋友 她握着奶茶的手紧了几分 心里暗骂一句 顾见人 你给我等着 接着 便拿起奶茶 向广播室走去 此时的顾真 全然不知危险 正要向她逼近 来 小伙子 心里别干着急 应该没事的 先坐下 喝瓶水 那波音大叔安慰了顾真一句 递给了她一瓶矿泉水 顾真不好意思地 腼腆笑了笑 谢谢叔叔 哈哈 不客气 刚才看你这么急 看来你和你妹的关系挺好的 顾真嘴角扯了扯 哈哈 这 还行吧 我妹呢 比较调皮 小时候没少挨我爸妈的揍 当初还是我护着她呢 反正江梦西不在这 顾真的碎嘴子又开始了 哦 是吗 一道声音在顾真耳边响起 那是 我跟你说吧 顾真正兴致勃勃地说着 突然感觉到了背后一凉 僵硬地回头一看 江梦西站在她的后面 面带微笑 顾真 喂 如果可以给顾真重来一次的机会 那么她绝对不会说出那一句话 可惜 世间没如果 第三十三章 文理之分 愉快的周末很快过去 顾真迎来了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周 同学们 一年的时间匆匆而逝 我们即将面临着期末考试 这也意味着 在一起生活了一年的 我们就要分离 可能有同学选择理科 有同学选择文科 但是不管你们的选择如何 我都在这里 祝大家两年后高考顺利 班会课上 刘振华严肃认真的说道 不同于以往 底下的学生少了平常的嘻嘻哈哈 反而多了几分的卑离酬绪 好了 等会班长把这个志愿表分发下去 选文还是选礼 希望大家可以认真考虑 最好回家和父母商量一下 等明天下午放学之前 交到我的办公室 你选文科 还是选礼科 江梦熙手里随意把玩这志愿表 对顾真问了一句 嗯 顾真沉默了 这个选择 他也是十分的纠结 选文 简单是简单 但是分数线比较高 选礼 分数线低是低 但是数学和理赠难啊 上一世顾真就是选择了文科 最终高考草草落榜 这一世 想要好好学习的顾真 觉得自己很有必要的认真考虑一下 你准备选文 还是选礼 顾真反问江梦熙一句 江梦熙想了想 说道 我 我选什么都无所谓 反正我所有成绩都挺不错的 没有偏科 顾真 你对于我选文还是选礼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顾真向江梦熙求教道 嗯 我觉得吧 你应该选文 从你的数学成绩来看 你的基础十分的不扎实 如果选择理科 以后将会是非常大的一个工作量 其次 文科虽然分数较高 但是相比于理宗 文宗高考试的改卷 还是非常宽松的 不过 我这个仅仅只是建议 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你 江梦熙想了想 认真的说道 那就选文了 听到江梦熙都这么说了 顾真一拍桌子 毅然决然地说道 说完 他拿起笔 便在志愿表上 毫不犹豫地 在文科后面画了一个勾 那你选什么 选择完之后 顾真便感到 无事一身轻 靠着椅子 对江梦熙问道 你选文 我当然也选文啊 江梦熙理所当然地说道 顾真急了 不是 我觉得你挺适合理科的呀 你不要因为 我就耽误了你啊 哎 没办法 谁让我喜欢你呢 江梦熙一只手 托着精致白皙的下巴 目光泛着涟漪 这 你确定是喜欢我 而不是喜欢打我 这句话 顾真当然没有说出口 想想周末在商场时 江梦熙的暴躁场面 顾真就感到不寒而栗 哎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摆花沙 等我顾某人 强身计划完成之后 定给你江梦熙个颜色瞧瞧 嘿嘿 反斜杠欧斜杠 放学回到家 江梦熙便见到江红 在客厅等着她回来 开口第一句 江红就说道 那什么 你们快要升到二了吧 我觉得 你还是转回临川一中吧 那边教育质量 要比二中好上不少 江梦熙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随意地说道 你觉得以我的成绩 还要看学校的好坏 不行 我不允许你和那个顾真的在在一起 江红突然强势地说道 哼 江梦熙笑了一声 随即戏谑地说道 爸 我记得我妈说过 严禁你抽烟对吧 怎 怎么 我记得鞋柜的一个鞋盒里 好像有两盒中华 还有洗衣机底下 藏着三包特供 嗯 我想起来了 上周有一天晚上 你跟我妈说 你去应酬吃饭去了 其实你是去PTV了吧 而且 回来还是一身烟味 江梦熙一边想着 一边抖着江红的黑料 呃 江红一叶 顿时说不出话来 咦 梦熙回来了呀 正在这时 江梦熙的母亲孙情 从屋内走了出来 嗯 江梦熙淡然地放下书包 点了点头 我听你爸说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孙情看了江红一眼 对江梦熙试探性地问道 是的 江梦熙肯定道 孙情听了 犹豫了一下 最终开口问了一句 是个男孩子吧 江梦熙 妈 不然呢 你觉得我喜欢女生 江梦熙顿时感受到了 心累加无奈 孙情笑了笑 还不是你之前 那副冷淡的样子 从幼儿园到高中 也没见你身边有什么异性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真是 孙情的话没有说完 但是江梦熙知道 她是什么意思 然而 两人的谈话 让江红极其不爽 江红黑着一张脸 直接泼了一盆冷水 小小年纪 谈什么恋爱 要我说 这些都是虚的 别说高中了 现在大学里分手的 都比比解释 闭嘴 江梦熙和孙情 琪琪回头对江红喊道 江红 她深吸一口气 拿起桌子上的一个苹果 大大咬了一口 嘟囔着 怎么了 这家里还容不下一个 说真话的 呵呵 江梦熙还没有说话 孙情就已经冷笑一声 给了她一个 你有种再说一句的眼神 江红看了看手里的苹果 顿时觉得不香了 江红的家庭地位 妈 我回来了 顾真放下书包 大喊了一声 嚷嚷什么 吵不吵 赵兰把饭菜端了出来 训斥了一句 顾真 顾真又看了看 桌子上的香喷喷的晚饭 这世间 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 还是不计较这个了吧 既然上菜了 顾真也没有说什么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随口说了一句 爸妈 明天我们要填分科的志愿表 我决定 我要选择文科 文科 赵兰和顾涛对视一眼 纷纷说道 文科 文科不错 比李科简单 嗯 虽然分数线有点高吧 但是挺适合你的 确实 李科那些弯弯绕绕的 你也反应不过来 不错 你的这个决定 让我很欣慰 你总算长大了 可以很清楚地认识 你自己的实力了 赵兰和顾涛你一句 我一句 让顾真很猛逼 所以 你们这是 在夸我 还是在损我 顾真忍不住问道 你觉得呢 顾涛给了他一个 意味深长的眼神 顾真有一种仙桌的冲动 第34章 篮球场上的冲突 夜顾真挂掉了视频电话 关上电脑 缓缓地躺在床上 江梦熙刚刚给他说了一件事 他有事要出去几天 可能会在期末考试前赶回来 顾真不知道 自己的心情 究竟是怎么样的 落寞 伤感 不舍 哎 或许 每天早上能看见 江梦熙的那一张笑脸 逐渐成为了顾真的习惯吧 但是 这些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次顾真向江梦熙问起 如果我骗了你 你会怎么做 江梦熙只是淡淡一笑 眼中饱含杀意 骗我 你有这个胆吗 这一下 顾真内心彻底慌了 看来 我顾某人重生一事 还要继续隐瞒啊 不然 万一柴刀了怎么办 一日 顾真猛然惊醒 慌忙地一看时间 六点五十分 完了 完了 迟到了呀 顾真隐隐约约记得 脑中似乎响了 而他想着 要不再睡五分钟 便随手给关了 于是 便造成了这么一个迟到的结果 造孽啊 顾真痛心疾首地悲愤道 起碗了 早读上 刘振华看着门口气喘吁吁的顾真 问道 嗯 顾真老老实实地承认了 那行 刘振华点了点头 伸手指了只走廊 虽然快到下一学期了 但是规矩不能破 你就在走廊站着早读吧 啊 顾真苦着脸 郁闷地走到走廊 从书包里掏出了一本英语书 被起了单词 距离早读下课 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 对于顾真是问题吗 那当然不是问题 怎么说 顾真现在也是一直在锻炼 下了早读 顾真元气满满地刚刚坐下 周扬就立即坐了过来 江梦希怎么没来 他不会也迟到了吧 莫非你俩昨晚 说着 周扬还露出了一种猥琐的表情 啪 顾真一巴掌拍在周扬的脑壳上 你想什么呢 他是有事请假几天 唉 原来是这样啊 周扬一脸的失望 顾真 上午最后一节是体育课 还没等学生出去 刘振华就走了进来 一众人见此 琪琪变了脸色 徐伯文大大咧咧的嚷嚷道 别呀老班 我刚才还看见体育老师好好的 你别再咒他 感冒拉西了 这都是这一学期 最后一节体育课了 别再让我们上数学了 求求你放过孩子们吧 刘振华哭笑不得地说道 我进来就是给班长交代一件事 体育课 你们上你们的呗 哦爷 二班班内 响起了阵阵欢呼声 顾真 打篮球走步 去操场的路上 周扬抱着一个篮球 走了过来 顾真犹豫了一下 说道 我怕 周扬咧开嘴笑道 你怕什么 放心 我会让着你 不是 我怕我把你打哭 顾真目光真诚地说道 周扬乐了 好家伙 到时候 我把你欺负哭你可别怪我 呵呵 那走着 走就走 谁怕谁 两人耿着脖子 在篮球场上 找到了一个处于阴凉处的场地 逗牛是吧 咱俩谁先 顾真问了一句 你先吧 行 顾真拿上篮球 刚要准备运球 突然一道蛮横无理声音传来 那两个干嘛的 不知道这是我们消队的地盘吗 顾真和周扬扭头一看 只见有七八个人 各个身材高大 抱着篮球向他们走来 周扬不爽了 直接说道 你们的地盘 谁规定的 写你们名字了 再说了 是我俩先来的好吧 其中一人站了出来 气焰嚣张地说道 我们校队还要训练 你们就到其他场地玩吧 哼 其他场地都太阳晒着 就这一个阴凉的地方 你们可真是打了个好主意 都是第一次做人 我凭什么惯着你 顾真嗤笑一声 出口对道 你有种再说一遍 几人直接走到顾真面前 质问道 一副要动手的架势 咋的了 想打架 周扬撸起袖子 一副奉陪到底的样子 顾真也把篮球拿在手里 决定如果要动手 他一定会先往一个人的头上 狠狠砸上一下 毕竟 篮球可不比足球 气氛 逐渐地紧张了起来 正在这时 十几个二班的男生 也顾不上闲聊 走了上来 站到顾真两人的身后 问道 你们想干嘛 当我们二班的 没人是吧 十几人VS七八个校队的 哪怕那几人再怎么张狂 看着人数上的劣势 也不敢动手了 你们给我等着 为首的一人放下一句狠话 便领着人走了 刚刚走远 一个人就凑上去问道 李哥 真的就放过那小子 据说江梦西和他走得挺近的 校队队长李世泽不屑一笑 我这么跟你说吧 江梦西我势在必得 别说一个不知道 从哪冒出来的顾真了 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拦不住我 那你的意思是 这是肯定不算完 等有机会了看我给 他个颜色瞧瞧 听说江梦西今天好像不在 你说 如果他看到顾真 被我欺负的凄惨的样子 还能看得上眼 李世泽一边心里算计 一边说道 李哥牛批 校队其他队员 纷纷表示敬佩 这事儿有点不对 校队走后 顾真突然对周扬说道 周扬一愣 怎么了 我说这件事情来得有点蹊跷 你见咱们学校校队 什么时候上午来训练了 顾真冷静地分析道 这 周扬细细一想 确实啊 校队训练一般不都在下午吗 还有上午过来训练的 难道 他们是故意找茬的 我想起来了一件事 我听说校队队长李世泽 之前好像给江梦西写过表白信 最后 江梦西连看都没看 直接撕了 你说 今天这事会不会跟这个有关 周扬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若有所思地说道 顾真一听 心里便有了计较 哼 原来和江梦西有关吗 李世泽 敢打江梦西的注意 看我顾某人不打断你的狗腿 顾真恨恨地想着 要不 这几天我陪你回家 周扬颇有担忧地说道 顾真一摆手 制止道 别 不用了 区区一个李世泽 现在这是法治社会 能把我怎么样 然而他心里想的确实 这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战斗 我顾真 定要你李世泽跪地求饶 第三十五章 属于顾真的胜利 放学 回家的路上 顾真故意放慢脚步 等着看李世泽会不会来找他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 李世泽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在半路就把他给拦了下来 李世泽语气中充满着鄙的说道 顾真是吧 今天你不是很狂吗 来 继续给我叫嚣 我看现在还有没有同学过来帮你 哼 顾真轻笑一声 他活动了一下手腕和脖子 说道 其实 我等你好久了 李世泽一愣 什么意思 你不就是为了姜孟希吗 很好 我也一样 是为了姜孟希 顾真一边说着 一边想着 接下来应该怎么把他给打趴下 看来你也不傻 李世泽饶有欣慰地说了一句 随即拍了拍手 都出来吧 顿时 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 又窜出来了三个人 顾真 顾真顿时气地急红了眼 说好的单打独斗呢 你 你不讲武德 我有说过 和你单挑 李世泽丝毫不觉得自己的齿 充满着疑惑的反问道 我尼玛 顾真骂了一句 跨上书包 转身就跑 好家伙 李世泽这丝 真的是过于厚颜无耻了 虽说顾真锻炼了一段时间 有了些许的成效 但是一打四 顾真表示 他还没有自负到这种程度 给我追 见顾真毫不犹豫地认怂跑了 李世泽几人先是一愣 最终直接追了上去 顾真多聪明的一个人 想着李世泽能当上篮球校队队长 身体素质肯定不一般 如果就这样跑 长时间下去 倒霉的一定是他 所以 顾真身形一转 便跑进了一个胡同 李世泽他们追过去一看 胡同内有着三条岔道 分别通往不同的方向 李世泽连忙吩咐道 你 留下来在这看看 能不能堵到人 咱们三个分别追 只要看见顾真就打 我就不信了 咱们个个身高马大的 还打不过一个高一的小子 说着 李世泽率先跑进了 左边的一个岔道 顾真跑着跑着 突然跑进了一个死胡同 他稍微缓了一口气 目光平静地看着路口 好像在期待着什么 没多久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顾真微微抬起眼帘 便见到李世泽 既惊喜又诧异的神情 李世泽张狂地大笑一声 跑 怎么不继续跑了 哼 我想不明白 你耍这个把戏干什么 你觉得 即便我们分开了 你能打得过我们其中一个 唉 看来我运气不错 等到的居然是你 顾真摇了摇头 说了一句 于是 他在李世泽一脸的震惊中 从书包里掏出了一截 刚管 猎人的猎物的转变 或许就在一瞬间 李世泽 顾鲁 李世泽咽了口吐沫 微微向后退了两步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唉 顾真叹了口气 随即看似天真的说道 打架呀 你不是要打我吗 过来啊 你 你这就没意思了哈 李世泽额头上冒着冷汗 脸上挤出一丝的笑容 嗯 顾真歪着脑袋想了想说道 所以 你叫三个人过来 打我一个 就有意思了 误会 都是误会 都说实时误者为俊杰 李世泽面对顾真的钢管威慑 自然是要选择求饶 误会 我觉得 咱俩之间没有误会 顾真拎着钢管 步步逼近 李世泽深吸一口气 突然转身 正要往回跑 然而 顾真怎么可能不防着这一手 他快步向前 一把抓住李世泽后面的衣领 随即脚步上前一般 李世泽便摔倒在地 这一场战斗 可以说从李世泽展示他怯弱的一面开始 便已经结束 当一个人没有了战斗的意识 等待他的结果只能是 失败 顾真栖身向前 一下子压在李世泽的身上 二话不说 就往他脸上 肚子上都打了一拳 一边打着 顾真一边嘴里说着 叫你嚣张 继续给爷狂个试试 你要说 他为什么不用钢管 可以说 顾真一开始拿着钢管 就是为了起个威慑的作用 如果真的那钢管打人 那李世泽也是非残即伤 怎么说 顾真也是活了两世的人 跟他李世泽一个小屁孩计较什么 这一顿打 就当是他顾某人给他的一个教训 好让他知道知道 做人不能太嚣张 一阵拳打脚踢过后 李世泽无力地躺在地上 面目凄惨 像急了被欺凌一番的样子 顾真站了起来 拍了拍手 他又拎起那个钢管 指了指李世泽问道 以后再敢找我和江梦熙的麻烦 我让你好看 听见了没 李世泽连连点头 听见了 听见了 好 那这次就先放过你 如果还有下次 你会比现在更惨 顾真满意地点了点头 稍微收拾了一下 看也没看李世泽一眼 便走了 李世泽眼神空洞地望着天空 他 终于感受到了世间的险恶 顾真一边走着 一边抬起胳膊 看了看李世泽不知道什么时候 在上面抓的几道血痕 哎 等会买点酒精 消消毒 顾真总觉得 李世泽这货似乎有毒 特么的 居然在慌乱之中 学会了抠人 他觉得 李世泽应该谢谢他 因为他帮李世泽 get到了一个打人技能 正走着 顾真突然愣住了 他眼前站着的一个人 也突然愣住了 这个人 就是被李世泽安排在胡同口 负责赌人的那个 嘿嘿 那人见到顾真 突然发出一声奸诈的笑声 摩拳擦掌地向顾真逼近 顾真不慌不忙 再次掏出他的宝贝钢管 直直地指着那人的面门 那个人的脚步一顿 正住了 吓得动也不敢动 顾真吃笑一声 我数三个数 给我消失 三 二 还不等顾真数到一 那人就已经撒开鸭子 消失在了顾真的眼前 顾真 他不屑一笑 这个李世泽都找的什么人 居然一个比一个怂 如果李世泽知道了顾真的想法 定会破口大骂 妈卖屁 你拿个钢管了不起啊 有本事放下武器 我干 第三十六章 江梦希的恐怖 哎 又是几天无聊的时光 而江梦希 在某一天的早上 突然就出现在了顾真的眼前 顾真一脸的惊喜说道 咦 你没出意外啊 回来得挺及时啊 正好可以赶得上期末考试 不知道为什么 顾真这话一出 江梦希原本美好的心情 瞬间被他破坏得一干二净 话说 女的打男的算家暴吗 哎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不会是嗓子出问题了吧 顾真关心地说道 江梦希无奈了 他无力地趴在桌子上 你别说话 让我先静静 好的 顾真瞬间老实了 正在这时 江梦希的娇俏鼻子 突然吸了吸 随即目光一灵 你身上怎么有股酒精味 顾真 不是吧 这都能闻得到 也就是前几天打架 被李世泽无意中抓了几下 每天早上 他就用酒精消消毒 没想到江梦希隔着衣服 还能闻得见 嘿嘿 有吗 顾真对于此事 自然是决定坚决不承认 反正打架他打赢了 也没必要 告诉江梦希 这个小插曲 因为 以顾真对江梦希 这个病交属性的了解 指不定会出什么岔子 你没骗我 江梦希平静地看着顾真 没 没有 顾真心底一慌 表面上强装镇定 犹豫了一下说道 那行 江梦希点了点头 就在顾真准备放下 他那颗无处安放的心的时候 江梦希突然转头 对着周扬问了一句 最近顾真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顾真 顾真连忙也转过去 对着周扬几眉弄眼 示意他不要说出去 周扬一看 给了他一个我懂了的眼神 随即拍了拍胸脯说道 有啊 有个叫李时泽的 由于遭到你的拒绝 所以对顾真怀恨在心 便在一个体育课上死了冲突 还好咱们班同学过来了 他没敢动手 顾真 他突然有些怀疑 周扬是不是江梦希 派在他身边的卧底 然后呢 周扬没有意识到 江梦希冰冷的语气 继续说道 然后啊 好像顾真放学 又和他打了一架 谁输谁应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第二天顾真的胳膊上 就出现了几道血痕 看起来很吓人 周扬一边说着 一边做着夸张的表情 顾真心累了 江梦希的身上 逐渐散发着寒意 直直地坐在椅子上 眼中没有丝毫的情感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不是 江梦希你听我解释 顾真刚想开口 江梦希直接说了一句 堵上了他的嘴 你刚刚骗了我 我还没有找你算账 所以从现在开始 请不要给我说话 这 顾真嘴唇动了动 最终叹了口气 没有再说什么 下了早读 顾真把周扬拉到一边 问道 你刚才这是干什么 周扬挠了挠头 一脸妖功勤赏的表情说道 哈哈 刚才我多机智 是不是领会到了你的意图 你是想借此 让江梦希关心你对吧 泽泽 这招可以啊 顾真有气无力地说道 你确定你 自己没有误会什么 我有吗 周扬一脸的疑惑 哎 顾真叹了口气 没有说话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 周扬这么做 确实没有什么错 但是周扬不知道的是 江梦希还有个 潜在的病胶的属性 顾真想想当初 徐博文表白的那一幕 他就感到了不寒而栗 这可怎么办 顾真满目愁容 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放学 江梦希连书包都没有背 平静地就走了 而顾真总感觉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因为 江梦希平静地有些可怕 尤其是他的那一双眼睛 似乎是没有了丝毫的感情 即便是蔚蓝的天空倒映其中 也会变成灰色 顾真连忙偷地偷追了上去 鉴于江梦希强大的武力值 他即便是跟踪 也没有离得太近 此时的天 已然有些昏暗 微风不燥 顾真的心 却总是平静不下来 突然 顾真的视线中 又出现了另一个人的身影 李时泽 果然 顾真心中的某种预想 正在逐渐地被证实 江梦希似乎对李时泽说了些什么 只见李时泽一脸的兴奋 跟江梦希来到了转角的小巷里 顾真心里一直在对李时泽说 不要去 不要去 然而 事与愿违 顾真心里一紧 偷偷来到墙根 试图偷听着两人的谈话 他打算 只要事情一有不对 他就会立即冲上去 刚刚走近 他便听到了李时泽惊喜的声音 江梦希 你是有什么事情吗 江梦希平静的眼中 似乎突然起了波澜 抬起头 不平不淡地问了一句 你说 人真正死后会是什么样子 是 什么意思 李时泽似乎是意识到了事情的不一般 下意识地问道 这个答案 我希望你能来告诉我 可以吗 江梦希突然笑了起来 不同于以往 他此时的笑容 不再是令人感到清风和煦 而是 一种恐怖 病态的笑容 这种笑容 李时泽也仅仅只在恐怖片上看到过 空气中的气氛逐渐变得紧张 李时泽的大脑都来不及思考 江梦希想要知道人死后是什么样子的 而却要让他来告诉他 所以 江梦希这是要他死 念头一通达 李时泽顿时恐惧感背声 连忙向后倒退 直到 退无可退 放心 死亡 似乎也并不可怕 有时候 就在这么一瞬间 江梦希轻声地安慰道 然而江梦希这种轻柔的声音 在李时泽听来 却像是死神的催命符 你 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吗 李时泽后背出着冷汗 咽了口吐沫 鼓起内心最后的一丝勇气问道 没有人 可以欺负顾真哪 江梦希轻飘飘说了一句 却充满着对于顾真偏执的爱恋 李时泽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悲惨的结局 居然是由他的一个表白引发的 江梦希缓缓逼近 看向李时泽的眼神 就像是一只带宰的羔羊 李时泽无力地摊在了地上 第37章 劫后余生 江梦希 你在哪 就在李时泽逐渐绝望之际 小巷外突然响起了顾真的呼喊声 刹那间 恐怖的江梦希 瞬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那个天真活泼的少女 江梦希的眼神 变得温柔了起来 如果说之前的她是黑暗 那么顾真的这一声呼喊 就像是刺破黑暗的一道光 哎呀 顾真怎么来了 我衣服没有脏吧 头发没有乱吧 江梦希慌乱地看着自己的仪容 急得满头大汗 李时泽当时就给看待了 这人 变化都是这么快的吗 咦 人呢 声音越来越近 小巷口传来顾真的一声惊一声 随着几个脚步声 顾真出现在两人的面前 顾真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 对江梦希好奇地问了一句 你怎么到这了 我刚刚老远就看到你身影了 找了你半天 我 江梦希小嘴微张 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但突然 他好像想起了什么 便小脸一扬 故意把头扭到一边 不去看顾真 傲娇地说道 哼你骗我 我还没原谅你呢 我才不要跟你说话 这 李时泽瞪大了眼睛 满脸的不可思议 女人 果然是天生的戏精 她真的想在顾真面前 直接揭穿刚刚江梦希的面目 但是 她不敢 呵呵 顾真宠溺地笑了笑 我错了好不好啊 就原谅的这一次吧 那 江梦希犹豫了一下 伸出一根洁白的手指 说道 就这一次 顾真斩钉截铁地说道 就这一次 噗 江梦希明媚的笑容 突然在脸上绽放 咦 李时泽怎么在这 你来这干嘛 这时 顾真才装作刚刚看到李时泽的样子 疑惑地问道 我 我和李时泽没什么关系的 我和他来这 就是为了警告 让他以后不要欺负你 不信 你可以问问他 江梦希生怕顾真误会什么 连忙小心翼翼地解释道 李时泽 警告 你确定是警告 我看你分明是想杀了我吧 这女人都这么恐怖如斯的吗 但是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李时泽连连点头 对对对 他就是过来给我个警告 哈哈 我当然相信你 顾真坦然地笑了一句 光荡 正在这时 从江梦希衣袖里 突然掉下了一件东西 三人低头一看 只见是一把明晃晃的小刀 顾真 江梦希 李时泽 咳 江梦希尴尬地干咳一声 随即用一种微弱的声音说道 你看我这么一个弱女子 哪把小刀防身不过分吧 不过分 不过分 你这么漂亮 但把刀防身 就相当于给安全上把锁 顾真义正言辞地说道 一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样子 李时泽眼神空洞 果然 你刚刚就是想结果了我 那咱们走吧 顾真问了一句 江梦希用极其细小的声音说道 那呢 说着 两人便手牵着手 走了出去 呼 这时 李时泽才从地上逐渐恢复了过来 站了起来 发现自己依然是一身冷汗 但是 劫后余生的他 总感觉顾真和江梦希 两人强行给他喂了一口狗粮 回到家 顾真也是心中暗暗庆幸 还好 今天他偷偷跟了上去 不然李时泽的下场可想而知 对于江梦希的这个病交属性 顾真表示十分的无奈 却并没有多少的害怕 唉 谁让现在 她是自己的女朋友呢 一日 期末考试终于来了 顾真也是摩拳擦掌 信誓旦旦 经过了这些十日的努力学习 与江梦希魔鬼般的教导 顾真对于自己的学生成果 也是有很大的自信 别的不敢多说 班级前十 她觉得还是有信心的 这次不考进班里前五 我会陪你过一个难忘的暑假 考试还没开始 江梦希便似笑非笑地 对顾真说道 难忘的暑假 不用想 顾真也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总之 难忘等于痛苦 顾真咽了口唾沫 前五 是不是太高了 哼 江梦希拍了拍顾真的肩膀 说道 你要对你自己有点信心好吧 说着 她拿起文具 便走进了考场 顾真站在原地愣了半天 最终心里也是一狠 前五 谁怕谁 两个半小时后 顾真找到江梦希 有气无力地说道 说吧 你说的难忘的暑假 有多难忘 让我好有个心理准备 江梦希 第三十八章 江红的小心机 我叫顾真 万万没想到 我最终还是考进了全班前五 当从学校领到成绩单的时候 顾真先是大脑一片空白 随即疯狂的喜悦涌上行头 原来 自己真的可以做到 江梦希 你看 我正好是班里第五 哈哈 顾真拿着成绩单 在江梦希面前炫耀道 江梦希淡淡瞥了她一眼 所以 你暑假就这么不想跟我再一块 啊 这 顾真顿时挣住了 要死 又是一道送命帖 江梦希给了她一个白眼 随即颇为不爽地说道 把你的卷子给我看看 哇 顾真老老实实地递了过去 江梦希认真的翻看了几遍 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 我记得第六和你就差了两分是吧 嗯 怎么 顾真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江梦希突然笑了 她指了指 一道选择题说道 你看这题 老师给你改错了 这题应该是选币的 老师却给你打了对钩 所以 减去这道选择题的分 你就落后了一名 啊 顾真连忙趴过去一看 果然 一道错的题被批成了对的 这 你看 成绩单上写的不是第五吗 要不 这次就算了 顾真试探地问道 企图江梦希可以放她一马 哪只江梦希摇了摇头 对着顾真笑道 不行呢 我们要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 顾真 这真是你考出来的成绩 回到家 赵兰拿着顾真的成绩单 一脸怀疑地问道 顾真抬起头 骄傲地说道 那是 也不看看我是谁 赵兰好像没有听见顾真说话一般 拿着成绩单来回徘徊 看来你同桌给你补课 挺有成效的吗 你看 要不正好赶上暑假了 咱们家请你同桌吃顿饭 这 不用了吧 他家挺有钱的 也不缺这顿饭 不行 哪知赵兰听了顿时强烈反对 认真地说道 他家是他家的 咱家是咱家的 他给你补课 咱们请他吃饭 这是应该的礼仪 那行吧 顾真想了想 确实应该如此 便点头说道 我跟他联系一下 问问他去不去 于是 顾真掏出手机 直接当着赵兰的面 拨通了江梦希的电话 嘟嘟嘟 电话响了好几声 才接通 一开口 顾真便直接说道 喂 江梦希吗 感谢你给我补课 让我的成绩有了很大的提升 我妈说是要请你吃顿饭 你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喂 等了半天 也不见电话那头有人说话 顾真又叫了一声 我不是江梦希 我是他爹 电话那头传来一道悠悠的声音 顾真 咳 是江叔叔啊 江梦希在吗 顾真尴尬地笑了一声 随即问道 谁知江红干净利落地说道 江梦希不在 他也不去吃饭 好了 就这样吧 说完 他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顾真气得 差点想摔了手机 前世 江红经常看他就是眉毛不是眉毛 鼻子不是鼻子的 总之 就是十分的不顺眼 你跟女儿挪 顾真心里暗骂一句 怎么样了 一边 赵兰期待地看着顾真 顾真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他没接 是他爸接的电话 不过他爸说不去 则啊 赵兰白了顾真一眼 随即用一种比喻的语气说道 儿子 你可真没用 顾真 顾真顿时感觉自己 受到了亿万吨的暴击 另一边 江孟希洗头出来 看了眼鬼鬼祟祟的江红 随口问了一句 爸 刚才是不是我手机响了 呃 江红面无表情地说道 嗯 我接了 是一个推销电话 哦 江孟希也不起疑 便转头走到卧室 吹头发去了 呼 江孟希一走 江红连忙松了一口气 随即又偷偷摸摸地 拿起江孟希的手机 看着通讯录里顾真的电话 手指一滑 毫不留情地拉入了黑名单 小兔崽子 叫你聊我女儿 咦 怎么回事 顾真打着电话 无人接听 又尝试着发送短信 也是没有人回复 他转念一想 便想到了一种可能 该不会是 江红把他拉黑了吧 哦 顾真决定了 以后等他上门拜访 定要在江红面前 和江孟希往死里秀恩爱 你不是女儿奴吗 那行 我就用你的弱点击败你 顾真如此狡诈地想着 第39章 女朋友和游戏谁重要 我叫顾真 万万没想到 我最终 还是和江孟希通了电话 江孟希吹过头发之后 突然想到 关于暑假计划 他要和顾真商量一下 便拿起了手机 然而在通讯录里 翻看了半天 却找不到顾真的名字 再联想到江红 刚才鬼鬼祟祟的样子 他摇头笑了一声 便打开黑名单 把顾真又给拉了出去 喂 江孟希 电话刚刚接通 顾真先机智地问了一句 当听到江孟希的声音之后 顾真气愤地发起了牢骚 你不知道 你爸刚才有多过分 说话态度差我也不说啥了 居然还把我拉黑了 扑 江孟希笑了一声 随即问道 那你刚刚找我什么事 哦 是这样的 我妈说让我谢谢你 然后想请你吃顿饭 你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顾真这才想起了 母亲大人交代的大事 这 不用了吧 这是我应该的 江孟希里让道 不行 顾真突然强势地说道 把江孟希都给吓了一跳 你必须去 顾真用一种不容拒绝的语气说道 那 行吧 时间吗 我什么时候都可以的 江孟希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同意了 不过 加长菜就好 不用太贵的那种 江孟希好像想到了什么 又加了一句 欧客 顾真说了一句 便挂了电话 另一边的江孟希一拍脑袋 咦 刚刚我是想说什么事来着 妈 妈 咦 人呢 顾真得到确切的答案之后 跑到客厅 大声喊道 妈 什么妈 你叫魂呢 赵兰从卫生间里出来 不愉快地说道 顾真丝毫不在意地说道 妈 江孟希她同意了 她说她什么时候都有时间 真的 赵兰眼前一亮 却带着几分的怀疑 真的 她还说就加长菜就好 不用太贵 那行 我和你爸明天就去订个餐厅 赵兰拍板决定道 哦 对了 你再问问她喜欢吃什么 有没有什么忌口的 赵兰突然又想到了什么 开口吩咐道 嗯 顾真沉思了片刻 她喜欢吃炒菜 不喜欢油炸的 说是太腻了 还有 她讨厌吃鱼 挑子太麻烦 哦 对了 她对海带过敏 怎么说 前世顾真也是和江孟希相处了多年的身边人 对于她的喜好自然是比较清楚的 哦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赵兰暗暗在心里记下之后 突然狐疑地对顾真问道 这 顾真愣了一下 试图用笑容来掩饰心虚 我和她不是同桌吗 她有一次无意中提起的 哦 是吗 那她给你说这些干什么 赵兰显然不是那么的好糊弄 继续追问道 这 难道当时她是在暗示 我应该请她吃饭 顾真想了想 随即一本正经地 把锅全都甩给了江孟希 赵兰 她突然觉得 自己的儿子似乎在把她当猴耍 夜 两人又开始了日常的视频通话 江孟希开心地拿起了几本厚厚的书 对顾真说道 看 这是我给你在这个暑假准备的资料 嗯 顾真眼睛瞪得大大的 痛心疾首地说道 你是魔鬼吗 这么多 不多呀 因为高二要分科 咱们这个暑假又没有作业 江孟希看了一眼手里的资料 看似天真的说道 这叫不多 这 这加起来比我这一年做的资料还要厚吧 唉 江孟希叹了口气 随即用一种不争气的语气说道 顾真 这个暑假 你要悄悄改变 然后开学经验所有人啊 我 顾真张了张嘴 说不出话来 那行吧 顾真说这话 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她 认命了 当然 肯定要劳意结合嘛 如果你表现好的话 我会给你奖励的 江孟希又补充道 奖励 什么奖励 一听到奖励 顾真突然就有了兴趣 当然是 陪我娃 江孟希理所当然的说道 啊 顾真一听 连忙摇头 要不咱换一个 就比如 让我去网吧打个游戏什么的 唉 江孟希好像伤心了 忧郁的说道 看来 我在你心里 还比不上游戏啊 呃 我有这个意思吗 顾真不解的问道 有 你不愿意陪我 你却愿意打游戏 这不就是游戏比女朋友重要 江孟希理智的给顾真分析道 不是 顾真刚想开口解释 却直接被江孟希给打断道 行了 你不用解释了 你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找游戏 给你当女朋友吧 江孟希说完 便啪的一下 挂断了通话 顾真 行类 第四十章 东窗事发 江孟希闹小脾气归小脾气 但是已经说好的 一起吃饭她能不来吗 不能 只是见面时 对于顾真表示 视而不见罢了 顾真直男归直男 但是女朋友生气了 她能不哄吗 不能 只是不知道怎么哄而已 饭店中的某个包间里 来 你坐这儿 顾真一开一个椅子 给江孟希让位 来 你喝茶 顾真拿起水壶 充当起了服务员的角色 来 你吃米饭 顾真成了一碗米饭 移到了江孟希面前 江孟希表示很无语 而赵兰和顾涛两人 却表示很欣慰 这顾真真不错 怪体贴的啊 懂事 当才都上棋之后 赵兰笑着说道 哈哈 江孟希你看看 有没有不合胃口的 江孟希扫视了一圈 笑道 阿姨 都是我爱吃的 泽泽 看来顾真这小子 没骗我啊 她说 你喜欢炒菜 不喜欢油炸的 还讨厌吃鱼和海带对吧 赵兰无意中说了这么一句 然而 话音一落 江孟希突然变了脸色 顾真先是心底诧异 转念一想 后背冷汗横生 要完 这一事 江孟希可没有跟她说过她的喜好 她跟赵兰的所说 都是按照前世的一些经验 所以 赵兰这么一说 也就间接地暴露了 她重生的身份 显然 江孟希很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 顾涛看了看两人 说道 你俩干啥呢 赶紧吃啊 啪哒 江孟希放下筷子 随即面无表情地说道 叔叔阿姨 不好意思 突然想起我还有事 就先不打扰你们了 说完 她挪开椅子 便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 顾涛和赵兰面面相去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赵兰看了眼儿子 问道 她这是怎么了 顾真心如死灰 我不知道 我还是出去看看吧 快去吧 顾涛催促道 顾真默默地点了点头 放下筷子 便紧跟着追了出去 跑到前台 她问道 刚才有没有见到一个女生 冲了出去 她跑的是哪个方向 前台的服务员回答道 好像是往左边走了 嗯 谢谢 顾真道谢一声 直接往左边跑去 终于 她看见江孟希蹲在一棵树下 灵动的眼神黯淡无光 直愣愣地盯着远方 不知道想些什么 一道身影突然遮挡在了江孟希的面前 她抬头一看 见识顾真 理也不理地又低下了头 顾真张了张嘴 最终说了三个字 对 对不起 许久 她才听到江孟希没有感情地说道 所以 我就这么讨你的厌 不是 顾真开口答道 你知道昙花吗 江孟希突然无厘头地问了一句 顾真点了点头道 知道 昙花开花只开三到五个小时 极其的惊艳 只要一把握不住 便就见不到这美好的景象 你觉得 这感情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江孟希自顾自地说道 顾真明白她的意思了 感情一事 稍纵即逝 一个不留心 便是分离 悲伤的情绪蔓延在空气之中 江孟希突然站了起来 就这样吧 她说了这么一句 什么意思 顾真不解 江孟希突然笑了 只是笑得有些心酸 下学期我就转学 我会从你的生活里 完完全全地消失 再见了 我的 男朋友 江孟希走了 只留下顾真一人站在原地 树上的一片叶子缓缓落下 似乎在预示着凋败与终结 突然 电话响起 喂 儿子 你和你同桌呢 赵兰在电话那头问道 她 走了 你和我爸吃完饭 也回去吧 我一个人转转 说完 顾真便挂断了电话 另一边 赵兰看了眼手机 奇怪地问道 怎么走了 咱俩也没有说错话 顾涛吃了口菜 咋咋嘴说道 哼 和咱俩没关 依我看 绝对是顾真这小子惹出的事 那 赵兰坡有些担忧 放心吧 他们也不小了 应该懂得如何处理 顾涛漫不经心地说道 不是 我说的是这么多菜 咱俩吃不完怎么办 这 顾涛拿着筷子的手一顿 想了想 说道 不如打包吧 明天热热也能吃 行 人潮人海中 顾真不知道 应该何去何从 以前为了逃避江孟希 她装作不认识 现在好了 由于事情败露 江孟希又误以为 自己是讨厌她 其实吧 无论什么时候 她真的没有讨厌过江孟希 即便前世她高冷傲娇 但顾真始终知道 她心里还是善良的 之所以做出逃避的愚蠢举动 仅仅只是因为前世的影响 不想重蹈覆辙 思想固化地以为江孟希 还像从前那般 目中无人 而最终选择和她在一起 也是因为顾真觉得 这一世江孟希很大的变化 让她深受感动 哎 顾真凝望着天空 想起了《言情小说》里的一句话 虐欺一时爽 追欺火葬场 第41章 气愤的江红 街道上 人来人往 顾真一个人固灵灵地走着 似乎觉得有些与世不容 重生虽然不是穿越 虽然人还一样 家还一样 但或许心底 还会有那种遗憾 落寞的感觉吧 江孟希之前 会不会也有这种感受呢 她坐在长椅上 旁边是一对情侣 正在腻挽 女的说 说 你昨晚怎么这么晚才回家 啊 我是和同事吃饭去了 男的一脸无辜地答道 哼 你说男同事 还是女同事啊 嗯 有男的有女的 那男生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那女生气急 好啊 你居然背着我去跟别的女人出去 还一起吃饭 那男生一脸的无奈 不都说了 还有男同事吗 我错了 你别生气了 别管对不对 反正别跟女生讲道理就对了 这是那男生的经验之谈 说吧 回家搓一板 还是键盘 选一个 那女生双手环抱 嘟着嘴说道 我选 键盘吧 最终 男生还是屈服了 两人走后 顾真心里笑了一声 原来 还可以这样 她想了想 拿起手机 犹豫了一下 最终拨通了江梦溪的电话 回答她的确实 无人接听 我又被拉黑了 顾真愣了一下 又打开企鹅 给她发了条消息 只见 对方已不是你好友 不是吧 顾真瞪大了眼睛 她把我企鹅好友都给删了 我干 江梦溪诚信而去 败信而归 回到屋内 惨兮兮地把自己的头闷在枕头上 一句话也不说 对于自家女儿情绪上的变化 江红的孙晴两人 自然也是察觉到了 孙晴疑惑地问道 孟溪她这是怎么了 江红一拍手突然想到了什么 难道 她这是失恋了 江红心底暗爽 自家的小棉袄又回来了呀 不能吧 孙晴对此表示些许的怀疑 你去问问 孙晴戳了戳江红 又说道 哎 行吧 江红低叹一声 缓缓走到江梦溪旁边 轻声问道 梦溪 你这是咋了 要不要吃点饭 江梦溪突然坐了起来 声音沮丧地说道 爸 我没事 饭我就不吃了 我不饿 江红这时才发现 江梦溪的眼睛有些红肿 江红顿时大怒 你刚才哭了 说 是谁欺负你了 江梦溪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江红不依不饶 继续说道 骂了个八子 你说 是不是顾真那个小王八蛋 爸 和他没关 你就别管了 江梦溪说了一句 劝说道 不管 你是我女儿 我不管谁管 江红一边说着 一边在寻找着什么 终于 在江梦溪一脸的诧异中 他找到了一根皮带 爸 这是做什么 做什么 还能做什么 帮你报仇啊 江红一副拎起皮带 就要出门的架势 江梦溪见状 连忙上去劝阻 爸 我的事 你就别管了 我告诉你 其他事都好说 但唯独欺负你 就不行 江红声音直接高了八度 丝毫没有妥协 此时 孙晴也过来劝说道 行了 你别添乱了 你跟着瞎起什么劲 哼 你不心疼女儿 我还心疼呢 江红此时连孙晴也是直接对道 我怎么不心疼 你意思 我生女儿的时候 那种疼痛 我是白受了 江红 你说这话 还有没有良心 此时 孙晴直接跟江红吵道 我是这个意思吗 你怎么不是这个意思 行了 你别无理取闹了 我无理取闹 我老了 你就嫌我无理取闹了 当时你追我的时候 可没见你少说那些甜言蜜语 现在想想 我真是猪油蒙了心 才嫁给了你 我 江红一叶 顿时说不出话来 江孟希 江孟希看着这场突如其来的闹剧 心里更是无奈了 唉 这都什么事啊 此时 门铃突然响了起来 哼 孙晴冷哼一声 双手环抱 说道 你去开门去 好 我这就去 江红能说什么吗 他只好无奈地走到门前 打开了门 门一开 他顿时愣住了 门前 站得正是顾真 手里 还拎着水果袋子 看见江红 笑着说了一句 叔叔你好 我是江孟希的同桌 请问江孟希在家吗 啪 回答他的 是江红的关门声 看着面前冷冰冰的铁门 顾真一愣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门又开了 他正要说话 只见江红手里拎着皮带 气势汹汹地走上前去 顾真 他连忙后退几步 连忙说道 叔 别啊 咱们有事好商量啊 君子动口不动手 江红冷笑 巧了 我偏偏还就不是君子了 第四十二章 江红也碰壁 刷 随着皮带的破空声响起 吓得顾真连忙躲了过去 我去 这个前世的老丈人 还真动手 哟 还敢躲 江红不服气 正要扬起手 后面突然响起了 江孟希的声音 爸 你干什么呢 开个门 怎么还拿个皮带 来的谁啊 江红扬起皮带的动作一顿 借着这个机会 机灵的顾真 连忙大声喊道 江孟希 我来认错来了 只听见屋内的脚步声 突然停住了 随即传来了 一声悠悠的叹息 哎 爸 你怎么能这样呢 不是 江红急了 想解释 却没想到 下一秒 从屋内扔出来了 一把光亮的菜刀 江孟希用一种 莫名的语气说道 爸 用这个 顾真 江红 这时 屋内又传来了孙琴的声音 孟希 你爸刚才不是说 我无理取闹吗 那我就无理取闹地 给他看看 你去把门关上 今天就不让他回家了 妈 这 江孟希犹豫地说道 江红听了 顿时急红了眼 想要进去解释 却没想到 孙琴直接走上前去 啪的一下 门紧紧关上 泽泽 说你这家庭地位也不行啊 看着再次关上的铁门 顾真幸灾乐祸地说道 由于刚才一直在家里 江红身上只穿着短袖短裤 脚踩人自脱 右手拿着皮带 左手拿着菜刀 形象 极其的辣眼 哼 别管我行不行 我治你还是没有问题的 江红郁家觉得 顾真的这副嘴角十分可恶 居然还敢嘲讽我 便又上前一步 威逼着顾真 顾真不慌不忙 目光直视着江红 说道 树 我们联手吧 江红掏了掏耳朵 眯着眼说道 你说咱俩联手 笑死 你难道不知道 强女儿之仇 不共戴天吗 不是 我说的是 咱俩暂时联手 就比如现在 你的目的是让阿姨消气 我的目的是让江孟希消气 所以 目前为止 咱们的目标 就是进去这个屋子 您说对吗 顾真解释道 啊 你当我好忽悠 让你把孟希哄好 继续去骗我的女儿 江红一副你休想骗我的表情 哎 顾真叹了口气 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要是不哄好 江孟希还不就伤心了 亏你还说为她好 你就这么看着她 一直不开心 我 江红张了张嘴 想了半天 最终才艰难地开口道 好 我答应你了 不过 仅此一次 当然 顾真突然笑了 那么问题来了 咱们怎么进去 顾真这时 抛出了一个首要的问题 求 江红说了这么一个字 求 求什么 顾真不解地问道 哼 江红拍了拍顾真的肩膀 轻笑一声说道 果然 你还是太年轻了 你不懂女人 你要知道 女人无论干什么 都是嘴上说说 实际上 心肠还是很软的 你不要她们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 就比如 在商场买东西 你问她们想要吗 她们说不要 实际上 她们真的不要吗 她们说的不要 就等于要 而她们现在 生气了怎么办呢 只要我们求饶 放低姿态 给她们一种放心的感觉 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说嘛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向她们恳求 给她们一个台阶下嘛 江红侃侃而谈 听得顾真内心大呼牛批 看来 江红这是被训练的 都得出经验了 那 要不你先来个示范 顾真一副 虚心求教的姿态 江红也很喜欢 别人崇拜的眼神 便干咳一声 向前走了一步 说道 那你看好了呀 说着 她小声地拍了拍门 接着用一种 极其温柔的声音说道 老婆 别这样 今天的晚饭我还没做呢 老婆 见没人回答 江红又拍了拍门 哼 做饭 别开玩笑了 怎么敢劳烦 宁江大老爷的大驾呢 这时 门里传出 孙晴阴阳怪气的声音 哈哈 怎么不能 你在我面前 就是老佛爷 我就是专门伺候您的 江红的笑容极其卑微 哼哼 你真以为你这次 能这么容易就过关了 其实你刚才有句话说错了 女人是心软 但是不该心软的时候 就不能心软 孙晴突如其来的一句 把江红直接给搞懵了 什么情况 难道 他刚刚趴在门口 偷听我们说话 江红迷茫地转头 便见顾真在努力地憋着笑 说 你这算是大义师荆州吗 我屎你个腿 看着顾真的笑 再想想自己碰壁的遭遇 江红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可 顾真笑得差不多了 便整了整衣经 走上前去 说道 书 您还是看我的吧 第43章 两人的对白 江红迷 关于咱俩的这个秘密 我其实有话想跟你说 你要问什么秘密 关于两人的秘密 当然就是重生了 咱俩可以好好谈谈吗 顾真怕不放心 又加了一句 等了半想 才听见江红迷闷闷地说了一句 好 说完 门开了 江红 就 就这 女儿 你可别心软啊 顾真进去之后 江红也想跟着进去 却不想江红迷用一种 带着歉意的语气说道 爸 不好意思 我妈说 让你在外边 先吹着风清醒清醒 说完 便轻轻地关上了门 门外 微风吹动江红的发丝 她顿时有些怀疑人声 我是谁 我在哪 屋内 顾真来到客厅 便见到坐在沙发上的孙秦 这是顾真重生以来 第一次见到前世的丈母娘 可以说 前世 是孙秦亲手给顾真 和江孟西迁的红线 这个时候的孙秦 还依然是风姿卓月 风华不减当年 顾真把带来的水果放在桌子上 笑着说道 阿姨好 我是江孟西的同桌 因为我和她有些误会 我左想右想 觉得还是当面解释清楚比较好 这次真的是冒昧拜访了 哼 这孩子真是客气了 过来就过来 买什么水果 你和孟西去吧 不用管我 孙秦看着顾真 满意地点了点头 接着说道 谢谢阿姨 顾真道谢了一声 便跟着江孟西 来到了她的卧室 这是顾真第一次见到 江孟西高中时期屋内的打扮 粉红的色调 装饰整齐 床上还有一只巨大的毛绒玩具 当然 还放着顾真之前 送给她的卡通抱枕 没想到 江孟西还有这少女心啊 似乎是看出了顾真眼神中的意味 江孟西白皙的脸颊泛着通红 她扭过头去 说道 你不是要解释吗 那你解释吧 呼 顾真呼了口气 凭住心神 整理了一下语言 缓缓说道 其实 刚开始 我确实打算要远离你的 不过 现在不一样了 如今我是要靠近你 话一说完 江孟西变平静地问道 有什么不一样 呃 这么说吧 对于前世的你 我不喜欢 但也不讨厌 为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因为责任 而这一世 我却喜欢上了现在的你 因为你变得和上一世不一样 没有了固执 没有了冰冷 没有了高高在上的架势 在我看来 上一世的你 就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那么这一世的你 便是一个也会哭 也会笑得有血有肉的人 关于重生这件事 我知道我骗了你 很对不起 我们在一起之后 我也想过解释 但始终因为害怕 没有开口 顾真带着祈求的语气 诚恳地说道 害怕 你怕什么 江孟西面无表情地又问一句 我怕 你离开我 因为 在我看来 你心中对我的喜欢 只是因为我前世救了你 给你带来的安全感罢了 顾真想了想 小心翼翼地说道 死了 江孟西突然莫名地笑了笑 随即站起身来 用一种危险的眼光 看着顾真 你以为 你以为我就是这么一个 容易被感动的人 我喜欢你 不仅仅是因为 前世你的舍命相救 还有平日里你的体贴与守候 因为 在那个冰冷的别墅里 是你让我有了一种家的感觉 有时候 我真的会恍惚地以为 你就是我江孟西的丈夫 江孟西说着说着 便满是追忆 原来 是这样吗 顾真内心苦涩 不知道说些什么 就这样 两人坐在一起 沉默了许久 咱俩可以和好吗 顾真突然间问道 江孟西娇俏地鼻子微微皱起 用一种调皮的语调说道 哪有这么容易 反正 看你以后表现吧 啊 啊什么啊 之前都是我追的你 现在换你来追我 这不过分吧 江孟西傲娇地冷哼一声 不过分 不过分 顾真摸了摸鼻子 善笑道 那你说 以后你准备怎么做 这个嘛 顾真摸着下巴 思索了半天 抖出了脑海中 能想到的所有情话 我会讨好你 宠溺你 凡事都会让着你 以后工资上缴 家务全包 把你养成一个 白白胖胖的小公主 且 江孟西不满地说道 你才胖 不过 话说回来 是什么 让你居然敢跑到我家 来解释给我听呢 这时 江孟西问出了 她心里的一个疑惑 嗯 顾真诧异地看了她一眼 挠了挠头说道 之前不是你说的吗 在你这儿没有前任 只有丧偶 我怕死啊 这一世 我可不想就这么草草 结束了我的生命 听到这个回答 江孟西扯了扯嘴角 果然 刚才情话连篇的你 恐怕是个假的吧 关于这个问题 低情商的回答 顾真 因为我怕死 高情商的回答 因为爱 第44章 顾真的被忘录 顾真要走了 当她告别了江孟西和孙秦之后 打开门 发现江红一脸潇涩地蹲在门口 顾真强行忍住笑意 拍了拍江红的肩膀说道 叔 阿姨让你进去呢 话音刚落 江红猛然抬头 脸上狂喜 说也不说 直接冲进门内 顾真 这就是男人婚后的生活吗 太惨了吧 当顾真回到家 登上企鹅号 却发现班群突然炸了 班长 Ad所有人 咱们下学期就不会在一起了 不如明天咱们来一场最后的聚会 周扬 可以啊 班长给力 我是体育委员 赞成加一 徐博文 赞成加二 顾真想了想 先没有回答 只是给江孟西发了一条 江孟西 明天班里聚会你去吗 叮咚 等了许久 江孟西才给她回了过来 哎 好烦啊 我不想去惨兮兮 JPG 为什么 顾真不解 江孟西没有说话 只是给顾真发了几张聊天截图 顾真点开一看 原来是班里的众多男生都在纷纷询问江孟西 明天会不会去 只是 无一例外 江孟西很高冷的一个没回 我去 顾真心里暗骂一声 居然还有人偷偷摸摸地挖过某人的墙角 简直是 不可饶恕 顾真想也没想 直接给江孟西说道 明天别去了吧 我也不去了 走走 我现在又想去了怎么办 待在家里太没意思了 隔着屏幕 顾真都能感受到江孟西话语中的细血之意 待在家里没意思 难道她是想 要不明天我陪你出去玩吧 江孟西看到这条消息 内心十分的诧异 以顾真的直男思维 居然能想到这一点 真是不容易啊 她没想到的是 此时顾真的电脑停留在一个页面上 女生说 在家无聊是什么意思 好搭 那就这样说定了 说完 江孟西还给她发了一个卖萌的表情包 看着江孟西的回复 顾真满意地笑了笑 呵 班里的那帮狗贼等着吧 高二千万不要让我遇见你们 而等如此行径 与曹贼合一 想着 顾真还把那些人的名字 给偷偷寄到了小本子上 以后 这个本子 顾真管他叫做 情敌被忘录 一日 两人相约的时间是在下午 天色正好 还不算太热 一见面 顾真就对江孟西说了一句 等等 先给你的东西 听到这话 江孟西心里咯噔一下 他生怕顾真又像上次看电影一样 掏出一包玫瑰花 查 看着江孟西一副避之不及的模样 顾真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你这是干什么 我是给你准备了遮阳伞 说完 便从包里掏出了一把黑色的遮阳伞 递给了江孟西 江孟西接过伞 承开 然后带着审视的目光打量着顾真 不是吧 你顾大直男还能有开窍的一天 顾真挠了挠头 一脸地憨笑道 我真的很直男吗 直 江孟西毫不犹豫地点头说道 这 顾真想了想 很机智地选择插开话题 哈哈 要不咱们边走边聊 好 公园里 江孟西一脸兴奋地指着过山车 拉着顾真的衣袖说道 顾真 我想要玩这个 顾真瞥了他一眼 说道 你想玩就去玩呗 我要你陪我一起吗 江孟西突如其来地撒娇 让顾真措手不及 顾真瞅了一眼 过山车上尖叫着的众人 连连摇头 算 算了吧 怎么 你害怕这个 顾真似乎听到了江孟西话语中的嘲笑 顿时挺了挺腰板 干咳一声 我会怕 笑话 那你为什么不敢陪我 什么不敢 顾真十分地倔强 最终嘴硬地说道 我是想要上个厕所 然后再去 在女生面前 我顾某人绝不认怂 说完 顾真就近找了个公共厕所 走了进去 进去一看 他瞬间愣住了 一个厕所的门上是女生的标识 但是上面却挂着男生的标识 另一个厕所门上是男生的标识 但是上面却挂着女生的标识 所以 到底哪个是男生厕所 顾真左右徘徊 陷入了沉思 如果有人憋不住了 或许会选择赌上一赌 但是顾真他觉得自己还可以 便假装洗了洗手 走了出去 万一进错了 那不就尴尬了 走吧 来到江梦溪面前 顾真面无表情地说道 行走着的气势 宛如一心赴死的战士 于是 顾真雄啾啾 气昂昂 坐上过山车 第四十五章 一起看场日出吧 漫长而又煎熬的时间过去 顾真连忙跳下过山车 扶着一棵树 忍不住吐了 江梦溪走过去 递给了他一瓶水 笑着说道 想不到你居然害怕这个 这 这次是我没准备好 顾真喝了口水 面色苍白地狡辩道 两人又走了一圈 顾真进了另一个公共厕所 便急匆匆地说道 我上的厕所 你先等着 说完 直接冲了进去 这次 他是真的快忍不住了 江梦溪在原地陷入了深思 话说 尿瓶是不是肾虚的表现呢 呼 走吧 顾真走出厕所以后 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然后发现 江梦溪看他的眼神有些奇怪 顾真诧异地问道 怎么了 没什么 江梦溪摇了摇头 接着拍了拍顾真的肩膀 意味深长地说道 这样其实对身体不好的 顾真 这一下顾真猛了 什么情况 什么对身体不好 怎么说话 眉头莫尾的 第二天 顾真就和江梦溪 一同来到了仕图书馆 按照江梦溪的话来说 既然决定要一同考进京都大学 每一个假期都不能浪费 既然两人选择的是文科 所以两人只需要学习语术音 正使递即可 啪 图书馆的自习室里 江梦溪把一堆书放在桌子上 顾真 这 这是 这些都是 我准备给你辅导的知识点 江梦溪话语间 豪情万丈 顾真 哎 就这样吧 于是 顾真的大半个暑假 就这样在充实的学习中度过 直到有一天 天色有些暗了 江梦溪看了看时间说道 今天就这样吧 这段时间该讲的也都给你讲了 我相信 高二 你会力压所有人的 哦 除了我 顾真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那我以后是不是解放了 嗯 都说了要劳逸结合嘛 江梦溪理所当然地说道 然后又接了一句 哦 明天要不要带你去爬山 顾真 他缩了缩脑袋 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你了 江梦溪先是一愣 最后猛然想起后世的某个爬山梗 便哭笑不得地说道 你想什么呢 我的意思 要不要一起去看日出啊 看日出 说实话 顾真心动了 听网上的那些沙雕网友说 一起看日出 是情侣间最浪漫的事 现在是学生 有假期还好说 等工作了之后 每天都在忙忙碌碌中 哪还能早起看一场日出 那行吧 今天 咱们就早点睡 明天早点起 顾真想了想 说道 那就明天 咱们四点三十分见 可以 顾真心中 对于明天极其的期待 说实话 两辈子了 他还没有跟谁看过日出呢 四点 顾真被闹铃吵醒 睁开心松的睡眼 等他喜术一番下楼 发现江梦溪 已经在楼下等着他了 不是说好在森林公园 那集合吗 顾真疑惑地问道 切 还不是怕你懒得起不来 江梦溪傲娇地说道 唉 我在你心里就这么懒得吗 顾真受伤地说道 啊 我记得是谁来着 光这半个学期 就迟到了七八次 被刘老师约谈了好多次 江梦溪固作一种 回想的模样 顾真 没错了 那个人 貌似 可能 大概 或许 就是他 你看 我今天没有迟到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什么 江梦溪瞅了他一眼 问道 意味着 你在我心中 胜过学习 顾真咧着嘴 笑着说道 哼 江梦溪轻笑一声 说道 你不是讨厌学习吗 有吗 顾真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爱学习 胜过我自己好吧 行了 别平了 赶紧上车 不然日出就看不上了 江梦溪看了眼时间 催促道 江梦溪所说的车 就是他骑的一辆电动车 顾真无奈地说道 按理来说 开车不是应该更快吗 你是不是傻 我现在才十六岁好吧 怎么考驾照 江梦溪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爷 也是哦 顾真挠了挠头 坐在后座 一脸的酣笑 抓紧了 江梦溪回头说了一句 接着猛一宁把 电动车搜的一下 飞速而去 电动车硬生生 被江梦溪给骑成了摩托车的感觉 顾真紧紧抓住江梦溪的衣服 你慢点 危险啊 江梦溪瞥了他眼 淡淡地说道 现在五点不到 没人没车 有啥怕的 就这样 两人不到半小时 就来到了山脚处 顾真下了车 依然心有余悸地说道 下次再也不坐 你开的车了 那你等会走着回去 江梦溪毫不客气地对道 两人爬到山顶 清风微凉 江梦溪闭着双眸 张开双臂 感受着大自然的气息 顾真掏出手机 咔嚓 一下按下快门 有你在身边 眼前的风景 都会逊色几番 看 月初了 突然 顾真高兴地 用手指了指远方 出生的红日 映照着两人携手的身影 这是自然的见证 好 帮助 总